以开车为例,高速公路既快又不费神,山路则路远伤神。 执心是道场。 盲是王师执心,故承人心、寿心。 得是执心所表现的一切行为。 勾心斗角乃人心、寿心。 认准天命经线,勿落入旁门左道。 太阳之经线,让万物成长,锁垂经线,让灵性回天。 保持初发心、执心,成佛有余。 九、悟空方能成佛。 亦因亦阳未知道,佛魔同体。 烦恼即是菩提。 不着香,如气球被献拉住,无法升天。 是来则应,是去则尽。 有欲观其翘,无欲观其妙。 人心非光明及黑暗,如昼夜轮回。 七情六欲,三丈,夜,或所知丈,如乌云密布,障碍本性。 悟空方能成佛。 持一切为心造。 福田心根,种恶草,杂草,或满圆花朵盛开,自己选择。 花开见佛,以蒙娜丽莎为例。 孔子行道历程,七十从心所欲不予举。 心正一切正,心邪一切邪。 庄子,真人,神人,智人。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思想,法哲学加底卡,我思故我在。 人人心中有一把事,心不安及不合道。 十一,修道以守佛归位首要。 九色财气四堵强,多少迷人在中央。 若能跳出此强者,便是人间不死方。 非礼物事,非礼物听,非礼物言,非礼物动,否则即造罪。 佛归乃是天戒律,不守焉能故家归。 逆转法轮,为基及转经。 希特勒,则走入回灭。 以罗斯,打陀罗为例,一切开关,往左是开,右转是关。 转动才能产生力量,心越用越有光芒。 十二,中庸之道。 灯光光圆成十字,放光即成四色或辐射,中心点乃心圆所在。 人背着十字,带圆嘴。 人生即十字,老子,无碍此生,无患此生。 父慈,子孝,胸有地公,彼此互动要公平。 上天垂碎,大地回溃。 中庸之道。 从黑洞,台风,漩涡之空,悟到自信本空。 中正,中和,正常。 发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十方佛,至广大而尽精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人格伟大,庄严净土。 十三,借尽天地。 大可包容,圆容万事万物。 大心有大作用,以飞机骨为力。 大能轻,能高,能超越。 大能化,如大海化污浊。 大能自由,有转环余地,空间大能转动。 大能承担,卡车改物。 福利大,可不断提升。 看清自己,通达无碍。 大力量,法轮长转。 圣灵饱满,养天地浩然正气。 十四,回光返照以求精进。 合中道,中能清能平。 彼此尊重,同理心平等心,互为对方设想。 合作无间,力量无比。 阴阳相合,如杯,盖,锅子。 身心平衡,双手,双眼,双脚为力。 不生垃圾,五,也为力。 相对论,得失,舍得,长短,大小,一切事物皆互相对立。 洗衣机,电扇之轴,中道位轴。 定心,方能转法门。 回光返照,凡性,以太阳为力。 十五,己利利人己达达人。 未成佛道,先结善缘。 一念助人,让人心存感激,彼此心性皆提升。 度人,诸恶莫作,众善共行,则心清净。 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 救己先救人,内圣外王,己利利人,己达达人。 十六,真常知道,物者自得。 人有三种天赋,身体,情感,情操,心灵理性之天赋。 人神好轻而心扰之,人心好敬而欲迁之。 若能遣其欲而心自尽,成其心而神自清。 化精入气,化气入神,化神还须。 以佛堂为力,说明理气象之理。 以人、动物、植物为力,说明三境界。 宝经则气定,气定神贤。 去因命,指宿命,为天命。 十七,结语。 六祖于,菩提指向心力,何劳向外求学。 但用此心,直乐成佛,总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三草普度化有缘。 三草普度人贵仙。 一朝的寿命狮子,超生了死入灵天。 愿心愿情话短暂。 为永恒使生命有光彩。 编辑部。 一,前言。 人生每人都有一个愿望与念头。 但瞬间念头,虽无法常住。 但若发了一念之善愿,能好好的把握,依愿实行, 如佛陀或其他圣者古德们。 启发内心深处的愿力。 确定把握今生方向,因此往修半道之路走, 甚能守住此一善愿,付诸实行的行动。 把握当下的恒迟,虽是刹那的人生, 生命也能化瞬间为永恒。 人生的变化万千,十日的运转, 一切都在瞬间变化之下,能要求当下时不可得。 但在时间的长河中,过去、现在、未来无不多。 在当下的一秒,环境的大自然不断地在流转生命, 也同样在微妙行运中变异。 如何化为永恒与光彩? 二、成就人间希望的大愿。 愿是我们的生命中我所不在, 但有人为自己立定目标, 一生追求自己的快乐与享受, 有人却不为自己, 却为社会中无苦无依者或在众生。 中发起救度众生此心悲怨而奋斗与努力, 甚而尽管有时是困难重重, 但能愿心不退, 无懈地努力, 甚而能汇聚至同道何者一起努力。 如使怀哲不忍非洲的贫病而深入非洲行医济世, 又如得雷沙修与到印度未贫困的病人服务, 又如历代祖师大德们到处济世度人, 不管是, 为救度众生获令在永住所发的慈心悲怨, 以及所成就的一切怨行。 如我们义和圣堂的同修大德们, 同心同德合力共同完成不可思议的圣堂建设, 甚而开荒国内外道入就度有缘。 如诸佛菩萨在阴地休息时, 没有固定伟大愿, 佛圣菩萨发了愿就如同学生订了功课表, 有了目标,有了动力, 才能依愿而行,才能循序进步实现理想。 愿,是能为人注入一股提振生命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 如乞丐改革故事,愿不分大小, 发愿是为了突破现实生活。 某种的局限,或改革某种不良的现象, 使之能令群众整体或历史突破革新, 如我们三草谱度, 这一切都是我们发愿的目标, 但不管个人的。 利益为出发点,或为人的整体考量, 没有,祝梦踏实的行动, 一切都只是空思梦想而已。 人们常说,有梦最美, 从还同时指晓晓晓心愿, 随着年纪的增长,思想更成熟, 家读学到后,取而代之的愿更为实际, 更远大的志愿。 三,发愿是生命的重新定位。 事实上多数人的志愿, 大多围绕着是公平力打转, 终其一生的努力, 即使能达到所求, 亦只不过是个人的生命光亮, 但亦有些人却不已一己之私, 而将心放在他人利益之上, 因此看到社会或环境不足时, 而发愿改革或建造, 这种愿心如现今社会人心的成疑 而发救世之心的钱。 先,犹如夜空中的星辰, 恒常定位在宇宙的一角, 默默放出自己的光芒, 但它不一定是星空最耀眼的主角, 却能给予黑夜的行人安全与慰藉。 然而,发愿就是一种更巨大的内在历程, 其最初的动机, 有时往往是一个不起眼的理由, 很多团体的义工, 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小姻缘。 可能因此令人发起奉献的心, 发愿需要有很强的驱动力, 才能贯彻最初的愿心, 可贵之处,就在难行能行, 难舍能舍,能够不计利害,不。 论成败的心态, 如过去的古德大师圣佛为了弘法立身, 留下可贵的事迹, 如唐朝的玄奘大师为了求取佛法的真意, 不顾当时朝廷禁令,孤身。 强渡沙漠,冒险西行天主取经路途经过种种的生死交官的险恶, 但是想起曾经发愿为求无上的正法, 不到天主绝不东归一步的大愿,咬紧牙根。 终于完成了艰巨的愿行, 一如老前人来台开荒之间心, 不成功绝不退转。 四,菩萨为利益众生而发愿。 此心悲愿是出自于一种崇高精神目标, 背后是为佛法、正法、为众生, 这正是大乘菩萨的精神, 发愿是菩提心流菩萨下成佛的种子。 因此发愿之后当下几名菩萨, 以及初发心的菩萨, 在佛经中诸大菩萨都是在九远节以前救八大愿, 像文书菩萨有二十四愿, 普贤菩萨有十大。 愿观音菩萨闻生救苦, 千处祈求千处因的四十八大愿。 如地藏王菩萨发七十二大愿, 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如师尊师母的三草普度大愿, 如老祖师把梭佛世界化为莲花净土的大愿等等, 都是为自己众生的苦难, 为八愿救度而成佛。 因此我们应效法菩萨精神, 即是效法其所发的慈心悲愿, 修菩萨道德人即应发福提心, 即利人之心, 透过利人过程中完成自我历练, 自利力。 他终提升到能菩萨心行时, 是极不容易的。 如火中的清廉一样, 出世是大丈夫的事, 而菩萨是大丈夫中的大丈夫, 如有一位发心不退对众生。 的利益实在是不可度量。 五, 人人发好愿共见人间净土。 生命的成长是一种自觉觉他的过程, 觉他之后起了利他之心, 但透过发愿才能更坚固更长远, 而在利他自利的交替循环中个人的自我成。 常也将更显得有意义。 发愿也可说是将自己的精神频率调至 与诸佛菩萨及诸天护法的频率相契合, 转化当下的生命情境, 于是生命就得以从前世间凡俗的禅妇。 中,被高举至神圣的空间, 达尽无边际的视野。 尽管我们现在所处是充满忧悲苦恼的缩佛事件, 但是能透过发愿把我们内心向真、向善、 向美的期望化为实践的力量, 那么无着恶事也。 将化为净土了。 六,结论。 从古至今, 无数的佛圣菩萨行者, 前仆后继, 集聚各种愿力, 以各式各样的愿行, 来成就无数的悲心大愿, 随着时代的变迁, 无论社会。 文化方面的愿行形式, 到现在仍然以不同的面貌持续着, 即使愿行的实践因时代而改变, 不过成就安乐世界, 成就众生的大慈悲愿心依旧是。 恒古不变的恒传。 挥手来时路, 也无风雨也无情。 汪彭能。 一,前言。 不论危机或转机, 唯有勇于面对才有机会, 以千非感恩的心来学习, 把挫折当成历练, 把自己交给上天。 多年后, 莫然回首, 只有改。 谢天恩师德。 二,本文。 一, 后学进入果实团的姻缘。 音响度同学, 凡被他在果实团放鸽子, 而接触果实团。 在果实团的第一个体悟, 凡所有相接视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及见如来。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套以, 如露意如殿, 应作如世观。 修。 行当任理归真, 不要。 太执着外在行乡。 当如理时修。 三, 三, 甲烧佛。 典传师同意后学, 可以就近接近八亿重的果实团, 但不能立愿。 二, 封甲火师团的起源与现况。 民国年逢甲学生于景山求道, 年度方国民于法会中, 因冤欠赴深显化而发心, 同年展转度了十位同学开始学生包裹, 学习吃素, 修半道。 后来将学生道物传道北, 中, 南各大专院校。 第一位求道学常如景山讲师于民国年归空, 学修道景年, 老封卫文景天仙, 这都蒙天恩师德, 这年来冯甲火师团出了魏脸传师, 上百位。 讲师, 重要佛堂处, 道场开荒便及国内外各地。 三, 逢甲的开道使与我们心意雷同处。 都由冤欠显化及先佛慈悲而发心立愿开展道物, 都以精神团结与牺牲奉献未开。 道精神集体领导, 整体带动。 我们心意精神的最佳写照, 圣考兵圣老前人舍身半道, 从容就义。 四, 后学接触逢甲火师团的心得。 法会, 迅速成全道清发心的方式度人之重要。 研究班。 研究经典之态度。 上研究班之心态。 乘上起下为前人不得之重要。 树立修道之人身观, 已成佛位置, 永不退转。 学界最重要的传承就是感恩, 没有感恩的心就不懂得尊师重道, 就不知成上起下。 将感恩的心融入生活之中, 那就是关怀。 火师团传承的。 感恩与关怀, 具体展。 现在学长学历的互动之间。 因至同道和, 我们可以结交很多一辈子的好朋友。 人间净土的具体展现, 凡此苦乐所有, 只能以幸福明知。 5、火师团学长们的言行典地。 林金雄典传师。 现代期真秋长春, 终一表天, 无怨无悔。 半道科学化, 修道古老化。 物把修道当成办事。 杜教授求道的方法。 修道人要对上天有信心, 只要你真心修道, 上天绝不会辜负你。 上天给你的礼物, 或许不是我们短浅眼光所认为目前最需要的, 但在将来的某一天, 你一定会发现它是最好的。 修道仅随天命经现老实修办, 如数无根不长, 半道要有立场, 所谓名正言顺, 素未而行, 所以领了讲师在道场办事才有立场。 如何突破修道障碍? 王群音点传师。 每天回伙食团搭伙, 发呼道情, 指呼礼, 谨慎圆容, 隐恶阳善物情绪污染。 伙食团就是修办道的地方, 伙食团的基本工作就是度。 人成全。 度人不在数字多寡, 而在开发自己的心量, 自信自度, 使自己对道永不退转, 集六祖所谓。 自心众生无边视愿度。 循序渐进, 本力道生, 先学会做好人, 才能做好修道人一枝燕子成不了春天, 一朵花儿成不了花园。 一人的努力成就不了。 一方道物, 道物的开创有赖如大家同心协力, 精神团结方可成就。 每个人如同一盆熊熊炭火中的木炭, 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依食, 则生命之火。 永不熄灭, 光与热一将无穷无尽, 一旦离开了这盆炭火, 即使是火红的木炭一将顿时冷却, 光与热一将随之消失。 修道要先认清我们不是为谁在修, 而是为了自己而修。 大家一把修道当成是终身大事, 要与生相许, 从以而终。 成如老前人自卑。 修半道就是事后众生, 要为众生忙才有意义。 把众生当作是自己类劫累世的亲人, 恩人, 来度化他。 们, 来服务他们, 来报答他们。 三, 结论。 一, 用自己的生命来体认道真, 理真, 天命真, 肯定道的尊贵, 树立终身修道行道之人生观。 二, 建立人生的三不朽, 立德, 立言, 立功。 三, 学道越学越和气, 修道越修越欢喜, 讲道越讲越入信里, 半道越伴越契机, 行道越行越终举, 寻回爱众的心。 成瑞额。 一, 前言。 一, 爱会带来祝福, 哪里有爱, 那里就成就了一切。 二, 故事, 跟着爱走。 二, 示意。 一, 尋回, 找回原物, 透过学习与培养恢复本来。 二, 爱。 诸天神圣。 爱就是无助中的一把福石, 爱就是贫困中的真心给予, 爱就是空虚里的世界未见, 爱就是彷徨时的正确指引。 凡人思爱, 智慧之眼受蒙蔽。 爱令一半, 情侣之爱无私或爱己。 立, 清大言就生之爱。 疼爱子孙, 我孤单, 他填空。 爱子女, 成才服务众生。 或未己百年。 或逆爱。 要乳头之子。 菩萨之爱, 此掩饰众生。 南海古佛, 念念未众生的即是菩萨解释, 念念未己。 冤清平等之爱, 佛陀某事割肉未因, 忍辱仙人。 得累杀, 至爱无法衡量, 至爱旧事付出。 照顾麻风病。 未垂死病患清洗伤口的蛆。 天地之爱, 无私, 无分别。 天上日月照耀。 大地的宽厚存在, 平等的爱心。 三, 种。 推己及人,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又无又以及人之幼。 六道众生皆眷属。 妙善公主就已受伤。 大龙鱼的一心。 自信平等得累杀, 我在众生身上都看见上帝, 欲, 大拇指与小指。 四, 心。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慈悲心, 喜舍心。 行为本源心。 三, 内涵与实践。 一, 爱的本来面目。 六, 祖慧能, 和其自信本自具足。 孟夫子, 四端之心。 就将落井的小孩。 齐宣公放了将信中的牛见其身不忍见其死, 闻其身不忍食其肉。 师尊之爱, 永远背着图娃走。 法会里, 徒儿问师尊, 师尊, 怎么每当我有困难考验的时候, 总是见不到。 老师尼, 师尊, 为师一直都在你身边。 徒儿, 为什么我走到海滩时, 只见到我自己脚印, 却没有看到老师尼的脚印。 师尊, 那足迹是为师的脚印。 徒弟又问, 那么我的呢? 师尊, 傻徒儿, 当你遇到困难考验的时候, 为师总是背着你走, 你怎么看? 得见你的脚印呢? 德雷沙修女。 印度加尔各达的垂死平民之家, 末其肺结合不设以维护人性尊严, 没时间抢自己的心脏病, 细菌性肺炎, 大直内侧发炎肿胀。 博足。 道场前辈及师母大人五大牺牲, 顶结旧事为成就大道场。 牺牲财产尽尽为大义。 牺牲名欲难堪为大人。 牺牲家族情爱为大福。 牺牲生命不顾为大佣。 牺牲功果不计为大智。 二、爱的层次。 于爱。 对己纵欲力变动, 心神不宁, 吃过多鱼肉红豆冰。 对人有利而爱必点送礼反之。 吴经水教授。 百花齐放论, 绿叶秤红花无语对话。 子女非荣耀我之气。 平等清净之爱, 不执着, 无我, 故能爱众, 同是放下度我所求权限的爱。 母鸡火灾骨子。 摩赫纳摩国王拯救世家族三万余人。 三、爱心的培养与实践。 成圣成贤不是奢侈品, 每一个人都应该将成圣的意愿实行于生活中, 真诚的爱必须表达出来。 爱己, 心想好事, 口说好话, 身行好事。 爱家人, 家庭是实践爱的基本单位, 父子子孝, 胸有弟公。 爱众生。 得累杀修与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亲爱, 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引导众。 身皆成佛道, 自然享极乐。 人民而爱物珍惜感恩万物。 四、爱的智慧。 法家不使藏私房前的女儿。 成玉民与大野狼的幽默转时晨智者无伤。 五、信心之爱。 接纳自己。 身材长相。 人亦能知己时之, 人时能知己百之。 原谅一切, 得累杀修与。 如果我们想要爱人, 就必须学会宽容, 别人的冒犯。 过失,缺点优点。 不舍众生, 给予他。 既宫未途挑重担, 只求重器一点真。 妙心似为妙大师, 上天使人遭遇灾难, 但上天并未遗弃这个人。 四、解语。 一、上帝不是单言, 是宽容, 一愿人人都悔改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二、只有世人心中怀爱, 世界才有和平。 借人世替己身, 提天恩丹大任。 正想分。 前言。 人世, 于人生的过程中, 所面对的一切事。 替己身, 在这些事中, 要有所警惕, 有所体会。 借人世的历练, 使自己奋发向上, 成就自己。 体会上天的恩德, 承担大任务, 牺牲奉献, 以报天恩, 成就他人。 一、 见荣枯之己, 身之虚幻。 荣枯, 比喻人世的兴衰, 穷通。 《红楼梦》第九十二回, 人世的荣枯, 仕途的得失, 中属南帝。 荣与枯皆是短暂的。 虚幻, 空幻不真实无常。 人生短暂, 不得久留化短暂未永恒。 世事难料, 无法捉摸以不变应万变。 物质享受, 乐极生非精神甚于物质。 二、 文是非之修身之可贵。 是非是观念与立场的问题。 是是非非才是真理, 需用智慧去判断, 有智慧才不会落入立场中。 是非是修炼自己, 心境的环境。 唯有修身才能跳脱人世间的是非。 古得于, 静坐长思几过, 闲谈莫论人非。 三、 学圣贤之力生于永恒。 修心立命, 扬名于后世。 五大牺牲, 一贯精神, 挺身事担当。 师尊此语, 若无实实感念者前辈的精神, 徒儿又如何效法之。 如无前辈的。 脚步未准则, 徒儿又如何走得开。 师尊此语, 修道半道, 莫只在明相, 只看牺牲, 修道半道, 莫只靠体力, 但问精神。 精神能投入, 才能千秋万古。 四、 体天恩之行生于责任。 知恩、感恩、报告。 受恩容易知恩难, 知恩容易报恩难。 多少人承受恩责而不自知, 只因为他来得太自然, 人们也就受得很自在, 毫无感觉。 受恩太容易了, 知恩何其难? 知恩太容易了, 报恩何其难? 知恩不报非君子。 感恩图报才是人之常情, 我们知恩, 我们感恩, 我们救。 要报恩, 否则即是之而不行。 责任付起使命丹。 最佳的报恩就是丹己任。 先内修己, 承担自己的责任, 而后外度深, 道物推广。 要负责任先要有能力, 没有培养能力则无法承担责任。 结论, 责任付起。 活佛师尊持续掉进, 掌声响起。 乾坤徒儿站起来肯定自己的担待。 折上白羊制服挂神采。 化身千万姿态象征一种道气态。 代表天人做主宰。 乾坤同步走出来确定自己的命脉。 悲起乾坤包袱披能耐。 凝聚百般情怀是限一份道慈爱。 正是模范做人才。 责任担起来修饭更实在。 这条路要更自立又自爱。 责任担起来修饭更实在。 这段人生自然自在。 道观古今赖人红。 既往开来唱道统。 一心度众脱苦海。 终身舍己法周称。 阐述道学先天解。 先佛圣续讲分明。 化人心止于至善。 恢复本性回自然。 净化世界为清平。 促进世界为大同。 寂寞生后世真道位一归。 马入明。 一、前言。 寂寞生后世一语出自杜甫师梦李白。 基督府听到好友李白流放夜郎后。 基思成梦而作。 原文。 千秋万岁云。 寂寞生后世。 生。 后世。 即是指人没有身体以后的这件事情。 即是人死后。 一堆黄土长年地下。 无亲友未伴。 孤零零独自长年。 这一件事是寂寞的。 是孤寂的。 真道位一归。 依是依靠。 依赖。 归是归顺。 归宿。 寂寞生后世。 真道位一归。 即是依靠归顺在真道里。 去解决你生死的大事。 二。 如何看待寂寞生后世。 独来独往之旅。 人的一生。 出生是突然。 死是必然的。 谁都不能豁免。 在生死的这段旅程中。 你怎么走。 怎么过。 这才是重点。 一经有一个卦叫。 吕卦。 吕。 故名思义吕行。 周公言。 吕。 君子以名圣用行。 而不留欲你来人间只是一趟人生之旅而已。 生死轮回也是吕。 天上天下来去自。 如也是吕。 在天上、地狱、人间都是一个人。 不能靠别人。 全由你的心去决定你要怎么捋。 独来独往之道。 当年佛陀降生是一个人来。 他说天上、地下为我独尊之独。 老子降生天上、天下为道独尊。 也是言此独。 庄子南华经。 独来独往。 为知智慧。 所以能够天上人间皆菩提。 修道唯有在此找千山我独行。 找独来独往真正的那一个人。 去依靠归顺他。 寂寂寂寞生后世,死。 的这一件事,就没有什么好悲期寂寞的。 面对死亡。 身后世就是死的事,你如何看待死这件事,生死本是人生正常必经之事。 尽管,无本不愿生,也被忽然生在世,无本不。 愿死,有一天亦会忽然死其至。 报彩说,有一位死刑犯,临执行枪决前一周,亲朋好友前去探监,有的送家咬美食,有的送美衣,有的送黄金。 死刑犯均摇头不想要,唯一要的即是生命的延续,祈求改判无罪,或无其徒刑,有其徒刑,甚至暂缓实施执行枪决数日也好。 所。 以人生难得对一个死刑犯的渴望是深刻的。 庄子德充福篇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学道人叫生徒家,他因受刑而断脚,被同门师兄弟,也是当朝执政的官吏政子产清士,不肯与他同进。 初,也不肯与他同坐,还否刺他。 生徒家就说,我们生存在人间,就像一群鸟兽流走在后裔的射程之中,在中央的就被射中了,如我一般。 而没被射中的如你一般,只是命好,运气好,你却以四肢剑犬而嘲笑我四肢不全。 后裔的剑即是死神的剑,不断的在射出谁是一个呆仔的对象,谁也没有把握。 虽然你害怕死亡,可是你却无法逃避,所以死亡当已经逃避不了时,我怎么去面对它。 美国发生校园暴力,有两个被杀的女学生,因为面对死亡的从容,激发了许多人重新思索宗教的力量。 其中一个女学生当抱图用枪对着,她的头问,你信不信上帝? 如果你相信上帝,就去天堂找上帝,如果不相信,我就放过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回答? 那个女学生竟然回答,我相信上帝子弹于是穿过她的脑袋。 另一个女学生,当抱图要枪杀一个歇斯底里的学生时,她站出来说,你不要杀她,她不知。 到她死了以后会到那里去,我知道,所以你不要杀她,杀我好了。 暴徒真的把她杀了。 这种勇敢面对死亡的行为,令校园里的宗教信仰权,面复活。 所以你如何面对她? 这两位女学生,他们只相信上帝会带他们上天堂,就可以从容赴死。 而我是一贯道的弟子,我们受名师已知。 超生了死,朝闻道细死可疑。 我们是否有深刻认识和信念,并坦然面对深厚事,这就是一个人内心要清楚的问题。 如何看待寂寞深厚事? 人自无始结,一念无名造下罪业,流浪六道苦海,来到世间一世炼狱,又叫还债台,所以一般人忧愁苦恼的较多。 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去时也是一个人,当然孤独,千山我独行,你来时孤得来,大家笑着迎接你,在这趟的人生之旅,这个过程中让你走时却笑着走,大家呼着,送你,这一趟你成功了。 所以你应了解什么是寂寞深厚事,其实不寂寞,修道的路上不寂寞,一般人会认为寂寞,死了更凄凉,是因为。 你没有真正走上修道的路,如果你是修道人,你有菩萨心肠,你心中有众生,时时刻刻挂念着众生,你怎么会寂寞呢? 所以不寂寞,寂寞深厚事,是对一般人而言,你平时没有正式看待生死的问题,面临临终时,就没有办法潇洒地走。 并且死亡之后的路,会依据你,在生前的心理行为而决定。 超心理学家的研究,灵魂投胎转世的规则倾向于物与类聚,佛法也有相同的论调,认为灵中一念,可以决定死后。 去处,所以你在生时,对世间的依恋太深,对财对色的执着太深,当有一天你必须放弃,失去时你会痛苦不堪。 老师说,你平时连一条大水沟都跨不过去了,到临终时的生死大海,你跨得过去吗? 那是绝跨不过去的,所以平时你若贪嗔痴放不。 下,那就等于一个水沟都跨不过去了,更何况到你灵命中种种艳丽现前的时候,你那个生死大海要怎么才能跨得过去呢? 死亡是没有意,个人能够逃掉的,而有多少人会为这件事,去提早做准备的呢? 身后是,对一个修道人而言是沉到了夜,告老还乡,归更宴,结束六万年的旅程,回去见老娘,向她说妈妈我回来了。 所以,一点也不寂寞,弥勒祖师已经为我们每一个道清安排好天上的住所,让我们从淤浊凡乱的世界飞跃到清净美好的世界,已经预备成为一个仙人了,怎么? 会寂寞,也不应会有悲伤。 达赖喇玛谈到死亡,他说,愿有精神修养的人,死亡愈加破镜,心就愈加充实安稳,充满喜悦,因为朝气蓬勃,新鲜,充满希望的心。 生命来临的时刻已到,很多为钱费显示,归空的自然,六甲单位成前人,临走时向大家说他什么事情都交代好了,头一点就走了,文化组。 周前人,站在讲台上,说道,宇宙,二字就走了。 当然,在道场有更多的前辈灵中还要受病苦折磨,因为要一次的进业障,就像毛毛虫要蜕变,成蝴蝶的过程也是需要经历一番挣扎, 这些前辈们就是要蜕变成千佛,要了去一生的业障,要脆立自己不足的德行,所以要承受这样的病痛。 例如后学的尹宝师,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一个明里的人,不怨天,不由人,把自己交给上天,上天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有一位伤前人,的肝癌,骨瘦如柴,附带如骨,却伸出一种超越凡人的气质,像一个修道良好的罗汉,全身的业障都得干净了,清澈见。 底,罗汉的外形,内涵菩萨的关爱与情怀,是在临终时才有的现象。 所以一个修道的人,健康的时间是半道的阶梯,而当躺下来病倒时,酒。 是修道成道的阶段,是超凡入圣的阶段。 如何看待,寂寞深厚是,对一般人而言是末日,对修道人而言是晨道? 一个是孤苦寂寞,一,则是逍遥自在,所以要想身后不寂寞,生前必吓死功夫。 你要如何从,身后世的凄凉悲伤寂寞,走向清贫,安乐,解脱,就绝对要做到。 真道未依归 三,如何以真道未依归? 先要认识何谓真道? 修道要明理,师尊说,不明理,焉修道,这一次我们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奉了老的天地,真传真寿,传我们什么? 传的是道,传了一个良心,我的真面目,所以修道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先认识这个我,师尉,认识本来真面目,即知我深臭贫囊,你认识了真。 我灵性,知身体是假我,不迷于外乡的追求,佛说,凡所有乡皆是虚妄,从这里去修去悟,转迷为悟,转时成智,所以说,迷则众生,悟则先佛。 我们怎么迷,我迷的时候,我的肉体我自己,及我的良心,不能做主。 例如我眼睛看了心就动,动心的意思就是我要,你要。 的多,欲望就多,欲望就盖住了你灵性的光明,你的心不光明,离道就越远,种种事情就做出来了,十二八邪,贪心妄想,酒色财气,吃喝。 嫖妒,真名夺利,公民富贵,舒服享受,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清净经,流浪生死,长城苦海,勇施真道。 苦海有没有尽头? 形容人的欲。 妄无穷,你若跟着欲望走,就是流浪生死,长城苦海,勇施真道。 那怎么办? 怎么解决?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怎么回头? 就是真道未依归。 以真道做你的依靠,归顺在真道里,苦海就止了。 现值三期末节,三阳开态。 清阳种,红阳长,白阳收缘最末长。 清阳叶,红阳花,白阳结果种子量。 清阳法,红阳经,白阳真传桂娘。 清阳史,红阳中,白阳末后收缘场。 现在到了白阳期,为什么真道降世? 世界的众生人人都没有良心了,造成空前绝后的大劫来收杀坏人。 我们反问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所以这一次师尊师母奉命传给我们良心,指点我们的本性, 我有生有死的肉体归于良心来主宰, 我的良心借着肉体去做良心的事业。 杜三朝,就杜众生返回天堂,去做天的事,这叫天职, 此次凡夫伴天是指此一次, 这事沾受天恩施德才有办法做, 用后天的财富、地位、免。 头,聪明都无法伴到, 所以说天是人犯,人犯天柱,天人合一, 所以的真道,修真道,犯真道, 这就是以真道为依归。 诚心报首 我们求道实会在佛前立愿, 得到以后,诚心报首,诚心报首什么呢? 即是犬犬福音,抱持良心,守护一面, 就是三宝的修持。 六族会 能大师言,以自信三宝常自证明, 各须归一自信三宝,内调心性, 外境他人,是自归一也,自信归于绝, 嫌疑不生,少欲知足。 能离彩色,明两族尊此为归一佛, 佛在何处? 经文分明言字归一佛, 不言归一他佛,明师一点, 传语即心即佛,这个心就是。 佛,回到本性就是首旋的功夫, 默念真经,叩手都能帮助首旋。 回到本性就是歇吉菩提, 让心有各归处, 只歇的地方,就可以产生智慧。 得到觉悟。 佛说,二六时中, 就是时时刻刻心存悼念, 悼念即是内修清静, 心存就是度人之念, 能常以此即是澄清报首。 若做不到,第二, 调回光反照, 再接再令,再做。 时心忏悔。 忏悔对修行者来说, 是很重要的修行。 忏悔可以消除业障, 让自信光明, 在佛陀红法期间, 有一位佛罗门行者, 他的师父陷害他,骗他。 杀一千人, 并且把死者的手指串成项链挂在井上, 如此才能觉悟, 于是他持刀发狂的杀人。 当他遇到佛陀时, 佛陀要收他为弟子, 他自觉满。 守显心, 如何成为佛弟子? 佛陀说, 忏悔就能得救, 忏悔能消除过去的罪业, 如太阳的光明能照亮一切, 如泥水只要流入大海, 就变成青。 净的水, 而分尿经过大地的吸收也能成为净水。 只要能忏悔改过, 一切罪业就能净除你。 所以忏悔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尤其修道人, 我们。 虽然在穷道当下超生了死, 未来都要回到里天净土, 但往生有两种, 一种是净业往生, 另一种是待业往生, 所以忏悔消业障是很重要的。 例, 如某道亲的儿子在里天荡青节溜, 所以我们虽有求道, 若没有洗净一身罪业, 即使回到里天还是要忏悔改过, 不如在人间实时忏悔。 在人间, 修一天底的上在天上修一年, 希望大家回里天都当神仙, 不要当心节溜。 四, 结论, 蔡根坛, 要真千秋, 不争一时, 七首道德者, 吉末一时, 依阿权侍者, 凄凉万古, 达人万物外之物, 私生外之生, 宁受一时之吉末, 无取万古之凄凉, 吉末生后世就是生死大事, 真道位依微就是自见本性, 自修自行, 自成佛道, 道学用语词汇, 礼仪章, 二时, 正命时与邪命时, 正命时是比丘按照佛制, 以起时来滋养色身, 清净严命, 邪命时是比丘不依佛制, 以四邪或五邪之法来取活命, 法系时与禅月时, 法系时是听了佛法, 心中欢喜, 善根增长, 滋养慧命, 禅月时是修禅的令, 心生一月, 安乐自在, 二时, 分断生死与便宜生死, 一切众生, 在三界六道中, 由于善恶业所改, 其寿命皆有分限, 其身形皆有断别, 故其生死, 明分断生死, 三圣圣者, 以断见私或了分断生死, 但因修道的结果, 迷想见面, 正物见增, 此迷雾的迁移, 每一其皆不同, 其中有前其一路后其, 恰如, 一度生死, 其变化神妙莫测, 不可思议, 故名便亦生死, 或不思议便亦生死, 二合白道, 以水果二合, 欲众生之贪嗔, 以中间之白道, 欲清静愿往生心, 二相, 静至相亦不思议用相也, 静至相, 是由真如内虚之力, 与法外虚之力, 而如实修行之结果, 圆满方便, 生存静愿长之相, 由此静至相, 而妾圣妙之境界与功德之相, 利益众生, 称为不思议用相, 二持, 止持与坐持, 止持是持此界与止恶, 意及诸恶莫作之意, 坐持是持此界与做善, 意及众善奉行之意, 此止持与坐持二门, 可以设定一切的戒律, 二时, 朝夕二时也, 又称加罗时, 半语, 意做时, 和三妹耶时, 半语, 意做假时, 二时, 今世与来世, 二世间, 有情世间与弃世间, 有情世间, 及众生由或造业所感的生死存亡的色身, 也就是有情的正报, 其世间及众生所依靠的宇宙国土, 即有情的依靠, 二族, 福祖与会族, 在六度中, 班过是会族, 及与五度监视福祖, 二族尊, 又名两族尊, 是佛的尊号, 因佛在有两族的友情中是最尊贵者, 又佛福贵两族, 故被称为二族尊, 二空, 我空与法空, 我空又名人空生空, 即物五欲无我的真理, 法空即物诸法缘其信空的真理, 信空与相空, 信空是说诸法皆众缘, 和和而生, 根本没有自信, 相空是说诸法缘生的相, 都是虚妄不实, 二空观, 人空观与法空观, 观五欲之中无人我故, 不见有众生相, 名为人空观, 观五欲诸法, 但有假名, 并无实体, 不见有法相, 名为法, 空观, 二空真如, 我空真如与法空真如, 二圣圣者, 物人我空无之理, 名人空, 我空, 生空, 物后所正的真如, 竟借为我空真如, 又称圣师, 是聚慧眼, 法眼, 化岛之三立者, 与凡师, 不聚前三者, 二义, 是献当二世之立立也, 二甲, 无体随情甲与有体施舍甲之位, 二鸟, 家堤或鸳鸯之慈雄, 二鸟, 常同游不相离, 以欲常与无常, 苦与乐, 空与不空等事理之二法, 二秘, 指礼秘即说, 圆容不离之礼, 与世秘即说, 如来生口义之秘密两者而言, 二拼, 指财拼与法拼, 功德法拼, 而言, 二气, 阴阳之气也, 二亲, 父母也, 二郎神, 阳简, 神之明也, 二祖, 东土二祖, 神光祖师, 亦称念九代祖, 白阳二祖, 功长子戏, 祭功, 活佛降生, 即乐会菩萨降生, 亦称为东土十八代祖, 二, 两, 一, 一阴一阳也, 在天日月, 在地乾坤, 在人二目有了阴阳, 能生万事万物而成, 二根, 立根与顿根, 立根是指根气很锐利的人, 顿根是指根气很迟钝的人, 指南与二根, 即南与的生殖器, 二圣, 生文成与元绝成, 凡属修四地法门而悟道的人, 总称为生文成, 凡属修十二因缘而悟道的人, 总称为元绝成, 以上二圣又分为余法, 二圣与不余法二圣两种, 余法二圣是生文元绝二小成, 弥直自法, 而余余大成法空之妙理, 不余法二圣是与余法二圣相反, 他们善知理法, 进入大成的境界, 二流, 顺流与流, 顺流是流转于生死的因果, 逆流是还归于寂灭的因果, 二物, 顺悟与见悟, 顺悟是立刻就能开悟, 见悟是逐渐觉悟, 二修, 专修与杂修, 专修是专修于善, 杂修是诸善兼修, 事修与礼修, 事修是注重事相的修法, 如所作所为皆念念于心, 急着相而修, 此种修法只能获得世间善报, 不能出世间, 理修是注重理性性的修法, 如所作所为皆以三轮体空作观, 不着于人, 我, 法相, 此种修法门, 了生死, 正夜盘, 真修与原修, 真修是地上菩萨正真无而无修的行法, 无心无作, 原修是地前菩萨原真无而有修的行法, 有心有作, 二众, 道众与俗众, 道众是有道恒的大众, 俗众是凡俗的大众, 二众, 我执与法执, 我执又名人我执, 即故执人有一实在的我体, 法执又名法我执, 即故执一切法都有实在的体用, 二教, 显教与密教, 显教是显明义懂之教法, 如应生活是加入你如来所说的一切大小成教法, 密教是秘密南小之教法, 如法身佛大日如, 来所宣示的一切内正真言之教法, 建教与顿教, 建教是有浅路深, 逐渐使人觉悟的教法, 顿教是直说就进妙礼, 立刻就能使人觉悟的教法, 律宗和如来一代实教, 为化教五至教二类, 化是化导众生, 凡诸经论中所是禅定智慧的法门, 使人断或正真者, 都是属于化教类, 智慧, 制定戒律, 如四分律, 五分律, 十送律等, 为佛所致的律仪, 所以统众防飞者, 都是属于智教类, 二至如理智与如量智, 如理智又明根本智, 无分别智, 真智, 正体智与实智等, 为佛菩萨清正真如器于诸法实相的真智, 如量智又明, 后的智, 分别智, 俗智与全智等, 即佛菩萨说法度身本别适相的智, 根本智与后的智, 根本智是如理智的别名, 后的智是如量智的别名, 真智与俗智, 真智是根本智的别名, 以及照了真地理性的智, 俗智是后的智的别名, 一集照了俗地式相的智, 实智与全智, 实智是真性, 之中的真实智慧, 全智又明方便智, 即像基说法的方便智慧, 一切智与一切种智, 一切智是生文原觉的智, 能够明白一切法真空的道理, 一切种智是佛的智, 能够通达一切诸法的实相, 生文原觉只有一切智, 佛则二智皆有, 二报, 一报与正报, 一报又明依果, 即众生依之而住的果报, 如国土大地房屋器具等事, 正报又明正果, 即众生五欲甲合的身体, 因此生, 体乃因或造业所感, 故使正比之果报, 二答, 言答与世相答, 言答是以言语来作答, 世相答是世线种种的形相来作答, 二或, 见或与私或, 见或是见解上的迷惑错误, 如生见、边见、斜见、 见取见、 借近取见等五不正见事, 思或是思想上的迷惑错误, 如, 贪、 甜、 吃、 慢、 乙等五反恼事, 断此见思二或极正阿罗汉果, 出离三界, 理或与世或, 理或是对理性的迷惑, 是或是对世相的迷惑, 二页, 饮页与满页, 饮页又名总报页, 即引发总报的页, 如人类彼此各具六根, 彼此遭受共同的果报式, 满页各名别报页, 即成就圆满, 别报的页, 如人人之受要求美强弱平复等不同果报式, 定与不定与不定业, 定业是一定要受果报的业, 不定业是不一定要受果报的业, 善业, 与恶业, 善业是良善的行为作业, 如修五戒与实善事, 恶业是恶劣的行为作业, 如造作无逆与实恶事, 共业与不共业, 共业是招感共同果, 报的业因, 不共业是招感个别不同果, 报的业因, 如身体不同, 苦乐不同等事, 二罪, 性罪与遮罪, 性罪是本性就是恶的, 如杀, 倒, 赢, 忘, 不带佛制, 谁犯了就会得罪报, 遮罪是遮止的罪, 如酒的本质不是恶, 但, 是佛禁止不许赢, 谁赢了就会得到毁犯佛制界的罪,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 一, 活动预告, 月日国语启会班, 月日年国中国小城掌营, 月日新加坡马来西亚语导员训练营, 月日清口班,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秋季班及长青班, 二, 活动概况, 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夏季班及长青班开班, 月日年大专高专成掌营, 义和与南兴合并在南兴淳阳盛道院举行, 有七节讲课及一节道歌交唱, 月日成掌营上午举行学界讲员班成果发表, 下午则办学界十周年活动, 先由王前仁致辞后, 有舞师表演, 颁奖, 学界讲员班证书及奖状, 十周年感恩回顾报告, 播放影片, 报告高专营, 大专营, 先佛法会, 辅导员培训班, 学界联谊, 参访, 学界研究班, 船登营, 讲员班, 伙食团等之各种班务报告, 此外另有十五种之表演及道歌族曲, 月日本日式纯阳谈十周年庆, 本次营队班员, 则参加各种服务工作, 编后语, 前人所慈悲的深嘴要讲人生生被人讲, 是一般人的必定, 期望我们后学能谨记此开示, 彻底痛改前非, 以及非礼物言之原则, 交谈必如一诗, 既功老师在学界先佛班, 教导学员办道就是办天事, 众人之事, 必须以道为前提, 做事中规中矩, 作为正正当当的修道人, 并开事修办, 道如有意见要多沟通未要, 皇帝时代有正式的房屋, 既年用天干与地支, 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等时辰节旗之立法, 乐器与乐律, 皇帝的内经, 度量痕及铜器的出现, 等均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农工商业及医学等深厚的基础, 最难能可贵的是, 为脱离轮回, 超生了死, 拜了七十二师, 仍未点破生死窍, 门终于拜了广城祖方物大道, 成就了第三代祖师, 一知含义有四, 即不义, 简义, 交义即便义, 一知作者, 则福西圣人作卦象, 文王圣人作卦词, 周公圣人者有谣词, 孔子圣人则著作诗, 一部一经为四位圣人所著作, 经三千多年序而著作, 其价值可观而得, 真是我中华固有文化之宝也, 可不习乎, 宗教依英国人类学创始人泰勒之定义, 是人对神灵的信仰, 依现代文明社会之宗教, 可分为原始宗教, 民间宗教及文明, 宗教宇宙创造者为了促进世界大同, 是天时, 地利, 人和等而造就了圣人创造不同教, 宗教依劝人为善, 然而其中心思想均类似皆以意为, 中心而延伸, 篇幅受限不详述, 所以有三教合一, 而今有五教合一之说, 我国民间宗教, 有五教的伦理, 佛教的哲学, 道教之思想, 三教合一融合的综合性宗教, 之后有夜教回教输入了台湾, 形成了五教鼎立, 五教的功能与目的是一致的, 诗语,五教原来是一家, 因地因人设教法, 行事虽书皆一礼, 迷人望自论你他, 皆劝人为善, 美化人生, 急促使社会和谐, 所有宗教都或多或少带有迷信的成分, 可是其为民众的精神寄托, 亦是做事的动力, 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白阳修道是皆要有善根、 祖德、 佛缘等累世修来的善知识, 使能受民师一指求的大道而修行, 修道首要改脾气毛病, 除去洒色财气, 称吃三毒, 进而遵守十大愿即佛规十五条, 认真全力以赴, 尤其是行功利得更不可少, 要想成佛请礼拜, 常持聪明智慧心, 然而白阳修道是, 更要认识三期末节是道与魔同将, 故魔考是免不了的, 不要遇到魔考就退缩不前, 否则前功尽弃, 人生一大事就无成, 而终, 那多可行呀, 现身为道者, 要有服务大众之心, 处处为众, 无私心, 私利, 妄自我, 培养到异情感, 要有爱心成全后学, 己利利, 人己达达人, 善恶一面之间, 绝不可有恶念福心, 要为大众谋福利, 产阳佛法, 促进世界大同, 刚强坚毅直谱, 持顿则尽人已, 玄奘大师于, 愿向西方一步死, 不愿回头一步生, 师尊于, 修行人士救世的公仆, 要有此认知, 为道牺牲奉献是修道士的实力, 修道士要守十大愿, 遵守佛规十五条权力以赴, 心得妙用要基于一切为心造, 善恶一面间, 反观自照无生以求精进, 行功利得走中庸之, 道,并要己利利人己达达人, 既于, 我心自有佛, 我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 何处逆真佛,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人有善念天必又之, 修道人必须发大愿, 又能成就天上果会, 不但可建立人间净土, 尤其是利益众生而发愿, 是佛菩萨的慈悲精神。 八一重得经营逢甲大学, 伙食团度化了大学生、教授, 树立了修道人生观, 成立了经典研究班, 以感恩之心乘上启下, 融入了生活之中, 以精神团结与牺牲奉献为开道精神, 并集体领导, 整体带动, 造就了未典传师, 上百位讲师及重要佛堂处, 到场之开荒便及国内外各地, 是各道场效法的榜样。 家庭之爱, 朋友之爱, 甚至师生之爱, 皆属于凡人之爱, 私爱。 爱众之心, 是属于佛菩萨心肠, 及大爱。 只要我们能寻回爱众之心, 即可明心见信也。 因此修道即在日常生活中, 所谓人道成则天道自然敬意。 而且人生无常, 是虚幻短暂的, 我们要借假修真, 并且要负起重任, 度尽众生。 俗语, 人生如旅, 即如今之个人自助旅行, 义人独自空手降生于世。 庄子曰, 我本不欲生, 忽然生于世。 三字经语, 人, 知初信本善信相近习相远, 是子之心因而染成, 有佛缘之一贯地子求得天道, 遵循师尊师母慈续, 借以循找归相路, 当我们旅。 必, 即独来独往, 又一人空手回西天。 金银财宝如一物可带走, 黄泉路上, 父母妻巧又不相逢, 亦即庄子所云, 我本不欲死, 勿然死其志。 我一贯地子的寂寞生后事, 当然要以感恩之心, 欣然接受, 临终时刻, 不愿天条人, 诚心忏悔, 洗尽一切罪业, 尽心思想从此即可办。 回礼天, 以欢喜心, 赤子之心, 并怀抱良心, 告老返乡归更远, 结束六万年来的红尘之旅, 永断轮回之苦。 真稿其事, 一、一贯道或新一组之历史, 二、天道与一般宗教有何不同, 三、道学研究, 四、改变命运的方法, 五、因果之探讨, 六、修道心得, 七、读经典心得, 八、养生之道, 九、人生哲学, 十、半道经宴谈, 四、搞请记台南市安南区泰安街向号里天才收, 注印大德方明录年月, 一、现今部份, 福慧人士五本, 料士豪一本, 赃美英二五本, 陈穆根一本, 福慧人士五本, 李哲仁二五本, 李章远二五本, 福慧人士二五本, 福慧人士一五本, 许穷月二五本, 江宁宝一五本, 王俊贵五本, 福慧人士一本, 福慧人士二五本, 吴梦画二五本, 吴柏林二五本, 福慧人士二五本, 二、画多属经部份, 杨德香二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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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德香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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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刊 第七期目录 年月 城前仁春来宫公园过满架版礼天编辑部 城前仁春来宫生平情义编辑部 经典背诵专栏 必考科目领域大同天编辑部 圣堂介绍 龙马与神威尘永红 仙佛圣训 泰国四穷孔梦中道院仙佛般编辑部 城前仁德化 嘴诞三分立了物 历代祖师介绍 第四代祖师少号王子 道学研究 易学研究成永红 四欲其修养美华 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化人 在生死中恶托生死大事 将谨因 相处相继同修共伴言明镜 一心恶愿使致不宜游书美 道学用语词汇明一章 先佛圣歌 踏上前仁的脚步编辑部 清新好修行编辑部 义和圣堂活动盖矿编辑部 编后语编辑部 祝印大德方明路编辑部 城前仁春来宫公园过满驾反礼天 编辑部 城前仁春来宫陈盟 黄恩则丹书下诏诏尊师母 昊恩浩德 皆引于中华民国九十五年 下午八十四十五分 先是聚生于民国二年享受九十有五岁 蒙 黄恩典凡古归征公园过满驾反圣御 仅于中华民国九十五年 上午七十十五分 在关田乡神远山义和圣堂设殿佳纪九十公祭 并举行告别事后 随即发引于台南县柳营香路远火化 以骨灰则安奉于圣堂临时纳古塔 未入道门之前人是一位负责尽责 安奉守己 同所无期之身一人 学道之后 的前人是一位和单实命戒圣恐惧 全力以赴 牺牲奉献的长者 是上天特为救度 众生所俭选的天使 是老祖师画梭佛魏棉花邦的翘楚 是师尊 师母管黄澜 画 是人的使者 精进横持 自信圆融 是后学们追思 感恩 效法学习的规念 一 是一和圣堂的精神堡垒 请参阅图一集图二 在封宴内页图三集图四在封 底内页图五集图六在第四页 城前人春来宫生平行义 编辑部 城前人春来宫生于民国二年 台南县官田香社子村人 六岁师物全家顿 师之柱 生活日益困苦 甚且平道无力追之地 冬天酷寒时 只得蜷缩在草堆中 寒 十岁时 前人感念五亲太过辛苦 为分担佳绩 小小年纪便知深入山砍柴 在一个人挑大约六单的柴道官田或麻豆的市集贩卖 虽然很辛苦 但小小心灵的 孝心却日益茁壮 个性上也越来越刻苦耐劳 坚毅不拔 前人十四岁时 刚好要新建乌山头水库 前人于世前去玉珍工作 但因年纪 太清公投不许 几经恳求后才勉强以适用的名义让其工作 后来公投建前人工作 卖力为人诚恳踏实 乃将前人调味内情 并亲自教导前人一些测量及营件的知 十 前人应有营件的技能 后来便成立柄及营造场 成满多项堂场 水密会的功 成 麻豆总爷堂场的图书馆集是其中之一 四十一岁时 前人道员成熟 今无令点传师的引渡而求道 求道前 前人总 是习惯每日三包烟 两瓶米酒的 求道当晚猛然领悟 于是励志断除烟酒 并鱼 隔天便开始吃素 妻子流逝见其不食酒肉 甚为其他 以为烹调的食物不合前人 口味 详问后 也凯然跟随前人吃素 前人自家庭 无缘上学 所以识字不多 求道后 敢于所学有限 对道场所传扬的道义 经典声感赞叹 所以积极席字 背诵经典 经过多年的精进 前人已能书写字如 许多经典都能信口道出 前人四十三岁时 有为前前灵更有缘求道 深感天道的好 回家后欲渡化旗 此 其子确言 一贯道是被政府查禁的邪教 除劝祖林根接近天道外并密告 警方 于是招来了一场观考 警方征讯无令点传师时 逼问单位领导人为谁 五 点传师为免前人等人被打 慌患之间尽随口言称领导人为医学性前辈 白天工作 夜间常在赤山岩出入 于是当晚警方便到赤山岩侦查 巧合的是 当天因为有 一名妇人在赤山岩自杀 住持尾于不知所措 乃要求与其有师兄弟关系的薛福三 前人及臣带前人前往帮忙处理 当薛前人与臣前人到赤山岩后 发现该妇人上位 有 弃绝乃及及照来寄成车欲将该妇人 在往心营急救 由于空位不足 于是薛前人 便留在赤山岩而为前往心营 由于上天的巧安排 警方果真找到所谓的薛性领导 人 后来法院以为薛前人是住持为云的师兄弟 并未为于引起诉 仅以为警罚款节 按 一场山雨欲来的关卡便因此消异于无形 四十四岁时蒙上天慈悲老前人的提拔 前人领命为点传师 为开展 道路 前人改于从事营造时间上较为繁忙及不确定性 于是决定结束营造事业 改为从事孤类 木耳的种植 如此则可较专心于道路 民国五十七年 前人五十六岁 时麻豆单位 因为领导前人上南决定 于是 师尊灵坛 今次复命成前人为麻豆单位领导前人 但前人认为在麻豆单位的点传 师中自己上属后辈 恐得行不足难以胜任 于是向老前人肯辞前人的职位 老前人言 此为师尊亲自复命 无无权待未决定 而且身为后学 替前辈者多 担待 多付出本数应该 应当要有余承担责任 积极开拓道路才是 于是故 前 人便挑起了领导麻豆单位的担姿 麻豆单位的道路也见真真日上 同年 前人在 麻豆南市里设立佛堂 作为麻豆地区的中心佛堂 后来老林坛次坛名为 义和天坛 民国六十三年 前人六十二岁 新义理事会买下了草囤玉石山 打算开发城 到物中心 前人奉命前往负责建设事宜 从规划 营建及监工 前人都势必公亲 尽心尽礼 几年岁月下来 包含土木工程 水土宝石工程 道路开发 莲花舍 及中心佛堂的新建都一一完成 其间虽然有着不少的考验与困难 前人都本着肩 一步拔的精神 一一克服 对于老前人的指示与交伴 也都是信受奉行 始终 如一 民国七十七年 前人七十六岁 老前人归空 心意足现奉施领航 随事 满怀不舍与哀妻 前人仍打起精神 积极筹建老前人的墓园 总算上天子米 工程如期完成 之后 前人留在玉石三位老前人首校 直到民国八十五年 民国七十八年 前人七十七岁 遵奉老前人生前的指示 麻豆单位加入 一贯到总会 积极配合合法化的工作 为了道物的延展 前人与点传师们于事觉 意令外命的新建中心佛堂 并且为了免除日后开发与产权的分扰 决定走向财团 法人化并且一切程序皆依法申请 在上天的慈悲波转下 购得社子村神圆瞻的 这块土地 经波折后 取得合法开发的建造 民国八十四年 前人八十三岁 义和圣堂终于破土洞攻兴建 民国八十五年 前人八十四岁 前人在玉石山的工作圆满完成 回到麻豆 三位主持大祭 前人除了不辞辛劳到国内外 各道场成全讲道外 便积极于神圆山 义和圣堂的新建 使其可以成为顺应新时代潮流的道场 在全体前线的成心固持 即发心下充分呈现造场文化特色的义和圣堂终于在民国九十一年 前人九十岁 顺利落成 其中过程有着太多上天的慈悲 先佛的显化 前人的愿力以及前 贤门 贤门的邪汉 今天义和圣堂能有些许的成就 皆是天恩施德及前人的必因与感 照所致 千言万语时难叙述前人的圣德 然纵观前人的一生 只要是圣业他都是全然 的投入即使是抛家气垫也在所付词 这样的精神实是我们学习的典拜 前人 可说是各鞠躬尽脆死而不宜的人啊 师尊辞续四心得 物之则明觉之则行 学之则进修之则成 经典背诵专栏 编辑部 必考科目礼运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 天下卫功 选贤语门 讲信修目 故人不读清其轻 不读子其 此 使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观寡孤独废极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 有归 或恶其弃余的也 不必藏余己 利恶其不出余生也 不必为已 事故谋弊 而不兴 道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故而故弊 事为大同 圣堂介绍 圣堂介绍 陈永宏 龙马丞相 神规成对与圣堂之渊源 颇值得无人探讨 但因天福关系 经警队 与修道之关系作为介绍 潜论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 于修道 河图洛书的产生 颇为神奇 据说在上古福西时代 有一匹河马申陀河 图出于黄河 又说在大宇治水时 有神规背赴洛书 出于洛水云云 三 月图一、二、三 河图洛书的产生 所以有这样神奇的传说 原因是这里蕴藏着超凡托俗之 理、修真反排之法 和通天阳的的学问 任何神奇的文化 都应当是以人为根本 人是阴阳的结合体 是天地宇宙的 产物又是万物之最灵者 人时是极天之后 地之经而生成 人即是一 各天地的全习图 河图洛书是医学的一部分 也可以说是其主体 医学主要包括数、像 理三部分 其最重要的是数 数、数、在道家眼里是有生命的 数、是基、是能 可以说人及一切生命都 来自于虚无有数的变化与生成 所以老自有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直说 有数方可以见像、见理 然后再根据像、理 去推断数的进一步变 画这就是简单的数、像、理的关系 和图讲体 和图讲体 体中也可见用 阴阳黑白脸相组 呈现五方 以像五行 图 整体成员形 代表中而不惜 永无休止的生眼 它的排列顺序为 天一生水 的六成之 为北水 天三生木 的八成之 为东木 第二生火 天七成之 为南火 第四生经 天九成之 为西经 天五生土 的十成之 为中土 现将修道中常用的 术语和名词 组合分布于和图之中 以见其类 世上有多种修道法门 有从心智入手的 属性功 有从生理器卖入手的 属命功 道家主张性命双修 所以我将今神性情义天干 地支五行 武德仁义理智性以及武贼喜怒吃贪忘等一并列祖 无非是让人见末之本 以求反本还原 信者属东方甲羽木 应地支羽毛 和青龙 喜身 甲羊土感而生人 为原性 所舍以阴木发而生起 为游魂所主 情者属西方甲羽 应地支生有 和白虎喜沙 跟阳精感而生意 为原情 所住 心因经法而生怒 为鬼魄所舍 经者属北方人鬼水 应地支害府 和玄武 喜静 人羊水感而生至 鬼因水 发而生枝 亦者属中央物己土 应地支臣 虚 丑 为何沟臣 藤舌 亦酌亦清 一 静一动 勿养土感而生性 己因土发而生旺 把这么多名词 术语组在一起 实则不过精神性情而已 此四者也不过中土点 真意真心的变相 如果说精神交性情和 再合合于中土一点真心 致此意 的入手之法 再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天干 地支 五行 及六神兽 十个天干分别位 甲义 丙丁目几根星人鬼 丹数位羊 双数位阴 这时天干代表精 木 水 火 土 五行 五星的规律 坐标和功能 也即是天的功能 地支是 子丑银卯成四五位身有虚 亥共十二个 这和太阳月亮每年会合 十二次有关 十二之所以又代表十二个月 他使得的功能和坐标 五行是 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相生的顺序位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又生土 五行相克顺序位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又克土 六神兽位 青龙 白骨 玄武 朱雀 鉤成 藤蛇 其性不同 以分类 和土的树皆顺身眼 修道要秘树之来方可 所以有树往者顺之来者 秘之说 若书讲用 用中也可见体 若书行方 其位久一向久攻 广行交合 深刻至化之道 若书之体集中虚之太集 其积用建北一支阳水 四阳居四正 位四阴居四偶 他的树里顺裂同于天道 又转地道左旋之理 西方阳精九点 宜居南方火位 南方之阳火七点 宜居西方精位 火精一位 行相乐收敛之功 一三不动行水目相生之道 但经常说七反九孩 即是深刻雇用 相容收敛版本还原之意 至于其他属的排列 牵涉到肌用火候问题 暂且不谈 下面引用物真编和参同气诗句 并作茧以明和图 洛书 在修炼时的肌用 物真编曰人人本有常生调 自视迷途网摆抛 简常生调 即遇人之精气神 人不知修炼之法 贪于外物 补运色寿 相情 食之感 七情 喜怒 哀 恶 爱 恶 等未知所发 以致 心灵勤劳 精气 不知见衰 要物见诗 物真编曰 四项五行犬及土 三元八卦起零人 简 土及真意 太及之香 仍是北意之水 土是根源 水是基佑 物真编曰 三五亿都三个字 子 四古晰 � guardian 潜 津 Tro 二 Unf 五 三 三 至 個 三家相见解婴儿 解亦都及太极 三个字为精气神 婴儿乃精丹直相 及仪气也相见混 而为欲之意 物贞偏约 依他昏会生成体 种相干家交感功 解先天昏 戚会为后天坎 戚居 先天干 戚未为后天坎 戚居 时机取坎田坎之意 请参考先 后天八卦评 物贞偏约 正龙龙楚氏离乡 对虎千生在坎坊 二物总因而产迷 行权要入中央 解正目为五身离伙子 对精卫五身坎水字 二物即奉迁 而产母即火中 产真龙 水中产真虎也 中央即真土也 又称梅婆也 契约 契约子武术树和三 物即号称五 三五级和谐 八十定刚级 解 子 北溢水 后天卦之坎位 五 南二火 后天卦之弥位 五 即中五 知土 八十八世先天挂昆土之术 十集土 属真义 真心 综上所述 我编辑 据丹歌功初学者参考 以木不动火不阳心 金不动水不躺 金木合并归于处甲骨甲龙 立帝王在教真龙虎一战 书星照出子中将木土得之来应试 火焰剑烧昏轮上待到七百九排后 方时目前宗祖相学无畏性功 还可自参自悟 有畏命功非失传难以自小 并不是万念不生空 即无畏就算得了大道的始终之法 所以子阳真人在物真篇中告诫说 始于有座人难见 即至无畏重始之 但见无畏畏要妙 岂知有畏作根基之言 先佛圣训 编辑部 正谈诗 身环身木条条身基身性夭夭 死地死其悄悄死至死活潇潇 一点一命脚脚一分一寸 一分一寸悄悄 梦想梦幻迷梦照梦醒潮潮 无奈 兼班院长冒田师兄事也领 帝赤令入法坛 帝座已参在问生贤弟妹们安 昨日匆匆碎流亡但会夜色照心房 水中乌影对月光进入眼底一回唱 问旧人情记何如风也吹 送走以往 弹一曲生命歌谱酒不醉共道一唱 其一 今朝历历展无常但见春红秋又黄 敬礼容颜葬故事记取当下心感想 问时人命归何如雨也美霞红奔放 写一段死且不朽天无涯认准一方 其二 明天种种脱穷苍旦向松梅奈寒霜 胸有陈竹操结度云开四海至极昂 问新人前景何如露也弯道土笔长 用仪式了结生死刻归黄丹青一章 其三 愿长大乱此语 平心静气先听无言 弟妹好否 三天惊动五天台 天上地下人安排 生死由此转列点 迷雾有道来如在 群音会聚四方来 因缘唯一莫彩排 朱笔卯不计功过 计来则安才应该 贤弟妹们别来可安哉 精神可好 身体可安 生死可无挂碍 生死可无挂碍 从本国飞往他国 只为两个字 就是知道 从自己走向群体 也为两个字 就是知道 贤弟妹们 你知道与否 知道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否 知道生的意义死的价值否 知道生由人到死由天到否 知道生是可喜死是可赫否 知道生死二字非是空洞洞之说辞 生死二字乃是活生生的大事 弟妹可听懂 一招求到非是逃避生死 乃是面对生死 一招得到非为远离生死 乃未超越生死 弟妹有否听懂 为兄弟一句不知生死大事 何来人生命志 望弟妹记取再记取 好否 当知道生死是大 贤弟妹们路法班非同反响 此时欲望不可张狂 此刻良心 切掉主张 好否 此时此刻气氛酝酿着生死的庄严 此时此刻场面排演着生死的内容 是估计无畏或多采多姿 生死一世各自主宰 弟妹可听懂 拿起笔各在左手心写上生字写成否 弟妹双手和时 为兄在世 弟妹同时张手一看 再于遍地 妹双手和时 乾坤同时张手一看 贤弟妹 贤弟妹 生死就在自个掌握之中呀 今天路班只为生死 切末而信 好否 一般法会经天动地 诸天先佛搭帮助到 的府幽灵一旁跪听 人为尊 切掉 全神贯注 战战兢兢 有时有忠 佛归守好 为兄肩班 诸彼毛布布诗偏扬 帝妹 可听懂 再把正谈诗念一遍 仪式一段生死 帝妹逢得四难 得人生 得中华 欲大 道逢明师 且要真知习之 好否 为此一场 为兄奉命赐上生死 一梦圣歌一曲 望帝妹借此名礼 借歌疑 信 再把班程序开启 好否 贤帝阳带会有时训文细节 为兄姨退一旁 兼法班 陈前人 陈前人 得化 惹 恶 嘴 淡三分力 当人工作一段长时间或长途跋涉 均会觉得体力消耗非常疲累 若此时能有 一口水 一杯饮料 或些许食物入口 历史感到体力恢复 精神百倍 可再继续 从事工作或行走位玩之旅程 前人深知此道理 每当后学们在道场中辛苦的 做准备工作或进行传道时 到了一段时间 总会准备些饮料食物 补充大家的体力 并说嘴淡三分力 简单的一句话 倒进了前人的慈悲与关怀 在人生的过程中 起起伏伏 总会有高潮或低潮 当顺利之时 值得高兴 但遭受挫折时 有时会手足无措 乱了方寸 在此困难时 若有人适时伸出援手 拉你一把 则难关就很容易度过 在修半道的过程中 各位同修刚进道场 明了道之宝会 充满了向道之 信心及决心 但过了一段时间 受到外境影响及一些现实因素 而产生彷徨 遇生至退缩等障碍 若在此时同修们能适时与你开导及鼓励 使其更了解在产生 信心及力量 继继继续修 继继续修半道的盛宴 那才是我辈之指责 前人简单的一句嘴弹三分力 就是勉励大家发挥修 要求到人慈悲及照顾后 学得最佳写照 在后天以粮食照顾后学之身体 保持健康有用之身 来行修半生 在先天至夜上若欲平静 退缩不前则已先天到粮食其精进 望各位前前 同修能体会前人两股之用心 历代祖师介绍 王子 第四代祖师少号 少号又作少 为太师后同一位明的 与东方太阳崇拜有密切关系 少号为皇帝之子 明念修太号之法 顾名少号令称今天是参阅图一 据王子 世纪所说 少号就是地涅自清凉 也就是激性的玄宵 降居于长江 流域很有圣德 建都义于穷丧 登帝未定 以取父为兜 又称为穷丧事 带一 照感生地神话的说法 又要丰富些 又豪清阳事 死葬云阳 又豪云阳事 建都 去父 在位八十四年 据王家十一记说 少号的母亲黄鹅 有次经过穷丧的地方 那是西海边上 一棵万丈高的公丧之树 这是圣地丧林 为古代人神交通的神圣地方 也是男女 相会和求似的情爱之所 黄鹅果然与白帝之子西游 但色作歌 相互爱悦 因此 感通而生了少号 就号称穷丧事 或丧丘事 狮子军制篇说 少号今天是 异于穷丧 日无色 护照穷丧 穷丧是种 植丧林的圣地 同时也是地名 又与太阳有关 这与滨海地区 日出福丧的母题 Motive 有密切关系 所以较作少 号穷丧 至于称为今天是 那是因为迁徙道 西方 配列为西方之地的缘故 少号教帝严 列也就是至 为一种阴瞻之类的猛情 因他特爱鸟之翱翔 美姿 故以鸟位图腾 将百官赋以鸟之官号 分别治理行政 教育 司法等工作 他由偏好至鸟 故自好业 取其智而有实力 少号继承了皇帝的 五位儿 智 以职而专需贵乡 专需喜好音乐 因此情色之乐教 便在国内风行不错 少号有五个儿子 分别令名为重 班 被拔 该 又名入收 穷奇 他的 儿子该 也成为精神入收 帮助他统侠西方 一万二千里的大帝 西山经记载 少号住在长流山的远神之宫 直思泰东照的反应 入收居住 在长流山附近的幽山 也是观测太阳西下的情形 所以又叫红光 是一个人面骨 照 左耳挂着蛇 手指板斧 乘着两条龙的天神 前四位最能保护百姓 情不叫化 只有儿穷 其 罪伤脑筋 天生叛逆性 他身见乳骨 喜学其门歪道 以为乐事 见人情善 则尽力迫害 见人情恶 却 鼓掌叫好 顾思马迁写 实际 实 特际上不比 少昊是有一部才子 鬼性恶中 天下位知穷奇 其行既有如今到场所谓的阿修罗魔王 专门来考验静德修业学者 如此 心举正是相对世界里代表罪恶的黑暗面 正是光明正义的试经时 少昊一 有此不孝子 应敢不能其家焉能治国 故把地位传给职儿专需 专心来辅导死伤 透脑筋的梅子 依其情信 将之边陆大罗的行列 转移其暴力之性 后 来由他专门负责捉拿毒害人类的骨 将功赎罪 说也奇怪 从此之后改变了其 性情也提升了整个家园的凝聚性 祝大罗为上古时代用以驱除妖魔鬼怪之宫廷典礼 一对十二人以特殊面具集 降落武器 降落武器组队成军 以除过害 一经研究 陈永宏 第五节 购挂挂相遇与研异的正确观念 一 购挂团词曰 天地相遇 品物贤章也 刚遇中正 天下大行也 人生难得 中华难生 三奇难逢 明师难遇 你我相视及有缘面带笑容结人缘 不失欢喜种善缘你对我错相惜缘 损我逆我消灭缘生老病死了成缘 果报好坏皆因缘慈悲为怀修佛缘 二 言义须知卦谣的十位刚柔成章之道 独来独往之道 天位 人位 地位 天上地下之礼 九六之树 记记卦 天位曰 阴阳 人位曰 人意 地位曰 刚柔 三 六遥与人生 学艺 修到六大阶段有莫大的关系 旧人生过程论 上遥曰 人生之终点 四其道 五遥曰 方为人上人 赚到钱 四遥曰 吃的苦中苦 当老板 三遥曰 为学艺有成 出社会 二遥曰 为长大成人 长大了 出遥曰 为赤子之心 刚出生 旧人体 家庭关系 四遥曰 上遥曰 头部 祖父母 五遥曰 胸部 父亲 四遥曰 腹部 母亲 三遥曰 臀部 大哥 二遥曰 腿部 本身 出遥曰 脚部 老妖 旧国家 都市角度 立论 上遥曰 太后 花莲市 五遥曰 君王 台北市 四遥曰 诸侯 沈霞市 三遥曰 三公 县霞市 二遥曰 代夫 湘镇 初遥曰 庶民 湘村 就修道 修义的因缘论 上遥曰 承道 抗龙 五遥曰 乐道 飞龙 四遥曰 行道 月龙 三遥曰 学道 替龙 二遥曰 得道 见龙 初遥曰 不知道 乾龙 四 研读易经的正确观念 易经是教人达到大人境界的书 孔子 引树干 卦九五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文言曰 夫大人者 与天地和其德 与日月和其名 与四十和其序 与鬼 神和其吉凶 与天地和其德 大公无私 大公无私 天无私 天无私旅 德无私宰 日月无私照 宇宙无私德 圣人无私心 圣人无私心 居子无私念 与日月和其名 十恶口有四恶 其语妄言 二口两舌 心有三恶 贪 撑 吃 生 有三恶 杀 道 淫 四相 我相 人相 受者相 众生相 三心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五件 杀 道 淫 忘 九 雨似时 何其绪 春 夏 秋 冬 那种性 亦没有失掉 子曰 雨欲无言 子共曰 子如不言 则小子何树焉 子曰 天何盐灾 似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盐灾 阳破篇 与鬼神和其吉凶 打破传统对鬼神的看法 子曰 鬼神之为德 其圣以乎 誓之而伏见 听之而伏闻 体悟而不可疑 使天下之人摘云圣服 已成祭祀 仰仰乎 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十曰 神之格斯 不可度斯 神可赦斯 夫为之险 成之不可言 如此夫 中庸十 六章 亦是穷里尽性已至于命的书 说卦传之论说 何顺于道德 而领于义 穷里尽性已至于命 朝看东南黑必定五千雨 目观西北风半夜来风雨 早起天无云日出光见明 目看西凉明来日定清明 春夏东南风不必问天公 秋冬西北风雨下不相逢 五 结论 融会贯通易经 运用于世 达到易经生活化 生活易经化 易经修道化 修道易经化 第六节 文王后天八卦的真理及内圣外王之妙 一 论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相互关系 四正卦不变 四余卦变 二 论文王后天八卦的寒义及帝初正途的相互关系 说卦传约 帝初呼阵 其呼续 相见呼离 致意呼昆 说言呼对 占呼干 劳呼侃 成言呼耿 帝初呼阵 帝在中间 中间藏有玄机 帝位上帝也 旅卦约 刚中阵 旅帝位而不就 光明也 太卦六五 帝以归妹 以止元吉 欲卦曰 先旺以作乐崇德 因见之上帝 以配祖考 欲卦六二 或益之石棚之归 福克为 永真吉 王用享余地 鼎卦曰 烹饪也 聖人 圣人 蓬以降上帝 圣人 蓬以降上帝 为何要 在东方 因为东方 为春天 叫春雷移动 万物化身 其呼续 转到东南角 为三月天 其为万物清净 清洁 整洁 相见呼离 见到了前王 主人翁 天心 光明之道 要见到他们 才能达到 历见大人的境界 至义呼昆 开始为人服务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也是农作物准备要收成的时 后 有如人求道 学艺后 你就要开始为人服务 说言呼对 服务要心甘情愿 高高欣欣 为之乐愿 也是秋收的时候 日落 西山的时候 占乌干 西北角 施云 相在耳势 尚不愧于乌漏 故君子不动而进 不言而信 乌漏就是藏在西北 西北角藏有玄机 干挂的金刚体就藏在西北角 这时候快要晚上了 我们不能随着晚而休息 要再占乌干 金刚体不能破 劳书 一大传 第十二章第三节 劳迁 君子有终极 子曰 劳而不乏 有功而不得 后知至也 予以其功下人者也 得严慎 立严功 千业者至功已存其位者也 成言乌更 中庸曰 成者 天知道也 成知者 仁知道也 成者 不免而终 不思而得 从容中到 圣人也 成知者 则善而固执之者 也 学道 学艺一定要有诚心 才能有始有终 三 论地出正途与人生的关系 山水蒙卦的启示 盲盲 旺盲 王 佛曰 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庄子曰 我本不愿生 忽然生在世 我本不愿死 忽然死其至 顺至皇帝曰 来时无途去时迷 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 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知我 何也朦胧又是谁 不如不来亦不去 亦无烦恼亦 无悲 四 结论 更化团约 更 止也 实至 则止 实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 中庸 中庸二十二章 曰 唯天下至成 未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 活佛师尊 活佛师尊 此事 最大的束缚 来自于执着 有了我之 必定无知 不了解真偉 似欲其修 仰美华 一 前言 身为人才必要才得具备 修道不离半道 在半道中不离修道 修道内得修养 自我反省 自我关照 自我更新 自我提升 半道才能培养 必须接受训练 调教 似欲是我们身为一个修道者必修的课程 天道苦传时其是内度及外度人 似欲其修是为达内圣外王的功夫 自对似欲介绍如下 二 得欲等于至终 主净存成 厌居通天的主一个净字 纯真容忠号 存一个成字 厌居乃是贤居 也是安事之矣 老前人慈悲 修道去俗气 培养正气 正气乃纯真之心的发露成 成乃是本心发露出是真心 做的甘愿 做的欢喜 师尊慈悲 无限的疼爱 无限的付出化为应该 成乃是超越时空 成乃是平等心 慈悲心 成乃是妙行无助 所以成则灵 处世何举 明五轮行八德 负责任守纪律 世间是一个团体 生命是一个共同体 是因缘合合 也可以说业即合 有 善缘恶缘 有善业有恶业 在这因缘当中是一个消业的因缘 亦是一个造业的因缘 消业守纪律 明五轮行八德 造业纪律不守 五轮不明八德不行 守人轮道德事举乃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站在什么位置担任什么责任 定公问 君使臣 臣是君 如知何 子曰 君使臣以理 臣是君以忠 眼观现今社会现象用一个乱字来形容 何以如此 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师尊慈悲 在圣在凡不可离开常道 在父在平不可遗忘孝道 在知在位不可违反中道 在修在犯不可忽略功道 常道 孝道 中道 功道乃是规矩 修天道 人道要先圆满 修道乃是落实 在日常生中实际不适虚有其表 理事中规 理事有原则 绝似无事末 配意众肯结 理事人若不和我义乃是我无量 我不和人义乃是我无能 任何环境变 即因缘变 理事的大原则不能变 即是不能离开大原则本体 本心 六祖坛经 若密真不动 洞上有不动 妙行无助 外缘变化 事情变化 要先对照自己的心 心动了吗 同流合污 或出污泥而不染 有守住自己的原则 原则 孔子绝似无意 无必 无故 无我 无意 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 无必 不定要如此 法如有定法 能活泼应事 能事变 应变法事情处理 的圆满 无故 不固执 人心要单纯 人心单纯 则人事单纯 应诸事犹如无事 无我 时时要想到别人 不畏己谋福利 论语 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事也 无墨也 义之与彼 处理 处理任何事可以不 讲利益 但不可以不讲道义 但活宁静 但活明智 智在平天下 宁静至远 远何幽无疆 清心寡欲 不贪 乃是修道人的写照 咱们这辈子到底用了多少的时间在道场上 用多少心力在兄弟姐妹身上 用多少精神在修半道上 有时在惶惶路路中忘记自己是个修道人 用世俗心做世俗事 同流合污 只想到自己 只看到眼前深色名利 忘了自己的誓愿 师尊于 欲逆境眉心情修 欲顺境就忘记修 受到考验就困难修 经济不紧 更没空修 至要看远 不看在眼前 至于道 至于平天下 六祖愚 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余物 是想要而不是需要 不求余物 但活一切外在的有形物 对世间物 日常所需物品 用而不值 唯求做佛是一种动力 不是这项 学佛之行义 但活明力 不求余物 要 要求自己 修持自己 改变自己 要有佛的慈悲心 化人心为良善 既世界为大 同 三 至欲等于语文 法 至由得所流露出的方法 得不够流露出的法式种实 用我去辨别 去施法 作用出来 含有私情 意识 示 示弱于生命 对待 师尊于 真正的智慧 是修道无畏 行道无我 率性而自然 无我及心空 空才能生万法 至度善性 射千千法 度万万人 师尊于 度人士清明的功夫 圣贤的作为 菩萨的心肠 能抱于坑坎中 便 世活菩萨 能脱身于大牢笼及大英雄 佛说 难掩浮提众生 其性刚强 难掉难浮 俗语 一样米养百样人 世间人百百种 师尊于 欲才华之人 须耐他傲气 欲朴素之人 须耐他智气 欲刚耿之人 须耐他暴气 欲挑达之人 须耐他福气 度人用法加耐心 加爱心去感化他 即使完食亦能点头 成全发心 清知 心知 引发冲天至成全才能成长 有成长方能成就 发心 由内心深处发出一股向上的力量 没发心 不能超越自己习惯 脾气 心灵没法提升 没精进心 没有机会消 夜了愿 不能超脱生死轮回 师尊于 求道十年有什么了不起 有发心才不得了 我们都曾发心过 当时当下的发心还在吗 还持续吗 自求道以来咱到底发 心多少 做了多少 改变了多少 有发心就会用心去做 去改变 去突破 去超 脱 去承担 有发心者 不可能便可能 由世俗便超俗 由不会便会 由暴躁便温和 由 凡夫便圣贤佛 亲之 咱心要与上天亲与施亲 自然咱就会亲近兄弟姐妹 心之 以真理当亲捷径 明理方能实修 去除必习 引发充天智 有发心了要立定目标 立志向 亲口如素 学半道理节 做人 财 度人求道 上讲台讲道理 入厨房煮料理 授业逆机 欲知欲知 成就善功德 道业要能够有续经营下去 道场要有生机 一定要培育人才 清出渔蓝更胜 渔蓝 长江后浪推前浪 欲知 尊尊教会 培育后学 并让后学有做的机会 于做当中体会感受到自 己的责任 更能融入到场位更多兄弟姐妹服务 欲知 適当的赞美 增加后学的信心 毁欲不动心 那更是好 成就善功德 无畏而畏 解惹 解惑护父 解疑破破 倒其正经济 护念父主 引进菩萨道 有一不明直不化身怪 一面无明可以使人坠落 一面无明可以使人坠落 人为什么会无明 因为你无入心 师尊于讲到听到有什么了不起 有体会才不得了 众生最大毛病是知道道理 但是不会用道理 放下懂吗 做得到吗 解惑是前前对后学的责任 使其了解因缘观因果观 使其认领未真任性 为我不要以我来看事用事办事 后学无明时要有爱心去观照 更要有 耐心开导使其道面不退转 引进菩萨道 四 体育等于允物 允物等于毅力等于半道的精神等于刚强 无心则刚 无畏则强 师尊于修道不是一昧的在考虑我要承担什么责任才适合 选择我要在什么 环境修才适合 计较我要跟那位领导修才适合 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 以为法则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师尊慈悲 修道第一功夫 以身作则 身为人才 前前者要成全后学生教 重于言教 以身作则 身为一人才要度化众生 如自己众生都度不了 如何度他 人呢 先要求自己令自己言行举止 合乎到合乎理才能达到不令而行 己利方 能利人 己达才能达人 无畏勤劳 身操心律 任劳任怨 勤奋精进 生命旺盛 典传师慈悲 道场是时代使命的舞台 道场上有道路有道清 但道场上也有 共业也有各种考验 要能任劳任怨 要勤奋精进 各种考验是考根基 考活后 练心性 练修养 考得过 练得过会命更旺盛 圣人欲称 效圣人之之欲 法老子之中日行 不离自重 老子曰 众位清根 敬位造君 是以圣人中日行 不离自重 全天修行 众圣清凡 舍身半道 任人责重 死已道远 修行不离开时间空间 修行不得修假 师尊于 师尊于 要徒儿是明里修道尽心半道的人才 成为能武能屈能生的人才 成 为一个前前信任 后学养人 后学养赖的人才 成为一个舍物 舍我 舍身 舍心的人才 五 群欲等于智和 智和等于配合等于半道力量 修道在于个人 但半道万人分担 人是个体 心要同体 调和人迹 我活在群众中 必以五轮调和于群众 群众活于天理中 必以天 理调和人迹关心 有何始能和 师尊于 何者荣会贯通 不何原因自封 何同大道宗旨 不何指示作风 何理未必和性 不何转位认同 何群一门学问 不何其能成功 成上其下 努力以为前辈器重 以为后学敬爱 以为同贝乐相交 既往圣开来学 道迈可绵绵不绝 见道成道 四海兄弟 见道成道 道者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 师尊于 难得有一事 因缘千万要善若善行 难得有一条领路 千万要有始有终 难得有一次机会 千万要一人一份 难得有一共目标 千万要用心同德 并欲不被 五教同源 支押同根 继绝举肺 并欲不被 五教本是一家 不要分你我他 万法归一 亦归本根 三期末节奉承天运 揭续道统 要土化众生 六 结论 师尊辞序 修道是对自己 半道对众生 内圣而后外亡 两者是并尽的 随处做主力处皆真 华人 一 前眼 灵记录云 随处做主 力处皆真 一指 人不管在何时 深处何处 皆应不被周遭 环境影响 要保持清静无 唯的本性 才能做自己的真主人 立身处世间 都能无心无欲的率性而畏 率性之畏道 诸子曰 人物各循其本然 则其日用事物之间 莫不各有道 行之路 是则所畏道也 二 你的真主人在家吗 一个家庭若无一家之主 会成一个家庭吗 一个人若无灵性会成一个人吗 先佛班师兄太子爷做庭考 一年一月等于一心好意等于一阵一是什么 师兄在问一阵一是什么 王做王还不够 师兄说 当了王还要求道 求一点便主 师兄又问 牙齿什么时候掉下来 弟妹能不能做主 头发什么时候白 弟妹能不能做主 但是求道就不可以不自己做主 求道石油画号 点佛灯 现供至以保施力院等整个一事 让求道人总尽心眼 以能会见真主人 师兄又说 咱们今天来入班就是学习自己做主 慢慢一分钟自己做主 何其 自信 本自清静 一点钟自己做主 一天自己做主 一年自己做主 一生一世 自己做主 严冤问人 子曰 克己父礼为人 一日克己父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 而由人乎 灾 严冤曰 请问其物 子曰 非理悟事 非理悟听 非理悟言 非理悟动 义和圣堂也有四 悟目的使众生能借相名利 言愿曰 回虽不明 请誓思语 故得一善则全全福音而福失之 先佛班师尊灵谈慈悲 中秋一别徒儿们别来如样哪 这有多深的寒意哪 点到十名师 灵中寿一点 知主保无量 师尊又开示 认真 认真 徒儿还认得真吗 太危险 太危险 为师不安哪 3 让你的真主人 当家做主 师尊老大人说 求道不是把自己生死大事交给先佛 也不是把自己生死大事交给老 求道是要把自己生死大事自己做主 又说 不管怎样生死大事皆要周详 又说 一招求道非是逃避生死乃是面对生死 一招得道非是远离生死乃是 超越生死 如圣老前人 世心义三贤之一 圣老前人于民国年 恳求张老前人让他回哈尔滨礼节 圣老前人 无年已老 岁 虽生无用 牺牲个人 能救千万人 虽死有荣 无怨主 无禁离前人说 当年他送圣老前人回哈尔滨 上火车时 圣老前人告诉他要把生死拉平 圣人于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把个人生死至之度外 只要问心无愧其他 只有禁人士 是 听天命 由老天安排 凡夫 贪生怕死 难道就不必死吗 师尊 吉凶或福是天主张 与因果有关 毁放称欲是人主张 与别人有关 立身行道是己主张 与自己有关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圣老前人求人的人 是自己当家做主最佳典范 末后修行要懂得看得透 放得下 如果依然舍不得 请问那些虚假的恩情 热闹的门面能代替你的生死吗 因此身处虚患的人生要保持积极的信力 愿立以有限的实践做最有效之事 那就要好好思考 确立信心 与人相处 有信则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无事 无信则小事便大事 信是道员功德武 厂养一切诸善根 师尊说相信是学道的出路 信是用心或用口 两种皆要顾约信心 谈经 口念心行 心口相应 信心有两种 第一种是盲目的信赖 佛、法、僧 通常因此而导引人开始修行 引迷入物 第二种是真实的信心 是稳定不动摇 是从认识自己内心而升起的 虽然我 们仍然有其他的烦恼、杂染、虚去克服 但是咱们还是得清楚的彻见自我内在 的一切 使咱们能断移生性 进而达到个人修行中稳定 咱老前人 是愿信当前 有愿有力量 乐愿了因缘 师尊老大人说 三草普度的开始是由信愿做出发 三草普度的过程是由信 愿做支持 三草普度的结局也是以信愿做收缘 信承诺愿报首 信愿一生 学到修到 相信是第一步 一定要有信 才能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精进 不断进步 学习过程中 如果有一些疑惑 怀疑所学所修的道 是不是真的 精进的脚步将会停顿 老前人自卑 出求到第一个十年到心 第二个十年人心 第三个十年 写心 第四个十年 魔鬼心 人为佛魔同体 一念善则佛 一念恶则摩 师尊慈悲开示 要从佛魔一念中修成信愿行正之另立 人生最迷惑的不是你要走那条修行路 而是你心中到底有没有路要走 这才重要 真心修行要透过自我会信 转时诚挚 依自己跟兴趣实现自己的愿力 一切有情众生 转时诚挚 今年是狗年 若有人跟你开玩笑 说你真是好狗命 你要如何应对 谈经 菩提般若知智 世人本自有之 只愿心疑 不能自悟 虚假大善知 十 是导见性 这个悟就是觉醒 觉醒才能明白人生无常 真理佛法的实相 也才能透过智 会断除一切烦恼束缚 圆满真正的人生 修到在于智慧的开悟与心灵的觉醒 谈经 一根能除千年岸 一智能灭万年余 从于魅无名中修成灵妙智慧之遁开 在修学过程中 觉得早造叶少 觉得慢造叶多 佛约不怕练习 只怕绝食 要知道 人的智慧前能是无穷尽的 但往往生藏心的最深处 受制于人心的 私欲 因此也就无法发挥自信 流露自信 在累世的流浪生死中 才有惊天难语 断除的习性 秉性 师尊老大人曰 当心你的念头会成为你的习惯 当心你的习惯会成为你的个性 当心你的个性会成为你的行为 当心你的行为会成为你的因果 俗语说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明知自己是来修行乐愿的 却无理糊涂根 世俗潮流过日子 要知道生死轮回的时间越长 所累积轮回的力量越大 这股轮回力量让六道轮回众生习惯造业 习惯走原来的目指应习惯成字 然 有智慧的人即修行来改变人生 如老前人 要知圣人与凡夫差别在于心 先佛般实施尊老大人要厨房人 远道佛堂说为师父在乎屠而有没有好料理 为师指在乎屠而在料理的当中有没有好心理 欢喜心或是不欢喜心 圣人能把内心光明显露出来 永远实践 凡夫明知是奸是假 却不愿从假境中跳脱出 是尊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既是虚妄会消失就是假 也就是不实在也 旧事会消失 偏偏咱们未不实在看不透 眼睛有病 逍遥翁语 迷者真成妄 悟者妄成真 妄真在迷雾 迷雾全在人 欲试则悟 欲净则迷 缺乏智慧的人 不是为自己而活 总是生活在与别人相互比较之中 书 不知人比人气死人 其目的就是要别人羡慕 称赞 反而渐渐迷失自我 过着痛 苦折磨的生活 师尊感叹约 世间真的那么让徒儿颠倒吗 生活真的那么让徒儿烦恼吗 流行真的那么让徒儿已幼吗 物质真的那么让徒儿追求吗 为师真想天天开班啊 因为徒儿们都只有在入班的当下 才能激发至人勇的非凡 到在过生活 圣贤领悟多言冤一丹时 一嫖已在漏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平贱是苦尽 善处者自得其乐 富贵是乐尽 不善处者更苦 旅先祖劝君为善为无钱 有也无 或到临头用万千 无也有 欲要留君谈善事 空也忙 一旦无常命归空 忙也空 不是上天没有时间给你 而是你被生活中小事给办住了 不是上天没有机会给你 而是你在平顺安详中给错失了 而我执 我见是心最大的包袱 它不但侵蚀慈悲的热能也掩蔽了智慧的光明 唯有打开心量 善用智慧 才能无我的接纳一切 要了解世间一切都是借用而已 莫要执着 莫要省迷 就清醒 就认真理 勇于承担 修行要懂得把握住最后接受挑战勇于承担 不可怕吃苦 将吃苦当吃苦 师尊要搬圆 是人才举左手 是前前举右手 同时师尊也批训 隔天 师尊 徒儿啊 你们知道昨日举手是在消业障 到适应时应激的时 激一过就没了 当机会来临要有余承担 三 圣人与凡夫一样走修行路 一样受挫折与考验 不同的事 圣人 善用环境 坚持到底 凡夫 心随进转 遇难退缩 有构慈悲法机会让别人 师尊与白羊旗修道要的是 各个白羊天使都能负起一份责任没有负责任 如何有成就 没有成就如何中选 没中选就是淘汰 怕负责任就是淘汰 中选 是自己争取 淘汰是自己放弃 以后圣人与凡夫差别 就在此 一个修行者要学会珍惜自己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尤其重要要学习当自己主 人 勇于承担 勇于接受挑战 活出热忱 活出坚持 才知当下即逝 结论 师尊于 修道要有所依循 精神上依循前辈的脚步 效法老前人精神 文字上依循真理 以道位依规 小心谨慎 修办用心 修道难修就是 无以真主人用事 以个人义事用事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但智者寥寥分明 顾六祖 普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多用心 不可用多心 师尊曰 修道要用心 用心是可以成就的 别多心 生活越简单越好 修办 越单越好 保持原来的心别七万八拐的 了万书归一 在生死中的托生死大事 江景音 依前言 百年世世三根梦 万里乾坤一步棋 师尊曰 烦恼的代智 生死尚大成功的意义 第一就是完成自己世间烦恼的 是有什么 十曰 身体还健康吗 生命还坦荡吗 事业还顺畅吗 家庭还幸福吗 不管怎样 生命大事皆要周详 五祖曰 世人生死世大 五等终日 只求福田 不求出离生死苦海 自信若 弥 福何可救 上天为了兄弟姐妹生死大事 降下了真理天道 信理真传 将到来苦传 为了 我们能够脱生死 我们能够脱生死 佛为了兄弟姐妹生死大事 降生在世 二 为何有生死 有生必有死 每一个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被判死刑了 只不过何日被执行 不 知道而已 盖生死不上的更改日子 我们没有机会去过目之故 如此的生死必然 醒 人生就像一台刹车失灵的车 院长大人曰昨日匆匆碎流亡 今日朝朝展无常 人生是一个大舞台 生死轮回如剧本 导演是自己 古今中外英雄豪杰的生死观 孟子曰 死有重于泰山 亦有轻于鸿毛 其实生的真理是在于服务人间 死 则意味着服务人间的时间已完结 心念的生死 为何有生死 被蒙蔽污染了 最上沉沦 一切众生迷于真性 不识本心 种种妄愿 不修正念 顾及增爱 心气破漏 心气破漏 心气破漏故 即有生死 有生死故 则诸苦自献 心有了生死 一念心动则入生死 妄念不起 则超生了死 心得起心动念 对待好坏善恶 身降佛魔不良力 若在是非对错中 若在真名夺利中 若在我执我见中 若在自以为是中 若在要求埋怨中 若在愚痴无名中 若在分扰诱惑中 若在懈怠退缩中 迷真逐望 诗曰 人心徘徊至故境 迷失西东 命运周旋因果洞 无限时空 戏剧续衍生死恋 情欲放纵 终究沉溺名利江 飘流匆匆 世路沿靠烦恼山 痛苦重重 走过禅年恩爱村 继续前冲 人心徘徊至故境 迷失西东 至故好挂爱财色明 十岁地域五条根 命运周旋因果洞 无限时空 这世命运来自因果 命运夭受穷通 喜怒哀怨 私怨寝仇 命运来自过去 现在接受 缴贷款的利息前 是因为杀害、冤枉、伤害 造成的这世所接受的无形 禅 禅 命运的坎坷 身体的坎坷 事业的坎坷 家庭的坎坷 领利息 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圣人先佛如何了因果 只有发心忏悔 行功 利得 戏剧续衍生辞恋 情欲放纵 一片白云狠骨口 几多龟鸟尽明朝 人自古史以来 为何一直在生死苦海 中徘徊 流浪不知归处 就是一直这于如痴 如幻、如梦、如醉的世间 假境中 迷失了自我 迷失了自我 世人常言 人生如性 你只管尽情去眼 但别太不信而忘了真正的自己 为何续衍生死恋 无知、无明、蒙蔽 以假为真 以苦为恶 以不敬为敬 以无常为真常 先佛曰如何演好你自己 自己当家是谁导演这场戏 戏中演好你自己 不管你是生但尽未丑 都要尽力 不能丝毫假意 全心办好自己角色 每一出戏 有结局 故事感人让人流下泪滴 终究沉溺名利将漂流匆匆 世人想要拥有 看求无厌 圣人想要放下 拥有包袱众地律 放下一身清天堂 世路沿靠烦恼山 痛苦重重 清净经 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 未有忘心 既有忘心 及经其神 其神 及者万物 及生贪求 及生贪求 及是烦恼 烦恼妄想 有苦 身心便遭浊辱 流浪生死 长城苦海 勇施真道 颠倒一言 颠倒一步 颠倒一念 颠倒一时 把烦恼转入菩提 走过禅年恩爱村 继续前冲 师尊 忏悔我自扰情爱 千者六青缠绵 如五祖 红忍大师 释迦牟尼佛 南海谷佛 老前人等 诗曰 爱的痴迷叫做执着 情的眷恋叫做困穷 我们不要被情所困 有小情化作大友情 有小爱走向大爱 黄南阴雨 在人生熙熙攘攘起起伏伏 在生命中真真假假恍恍恍呼呼 命运坎坎坷坷反反覆覆 修道清清楚楚淋淋如如 六祖曰 菩提自信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自信本字具足本字 清净本不生命本不动摇 三上天赐给我们自信三法 佛清净 法公正 身又清 总之今天会有生死心病了 自信落生死 被心所赋 不能做自己的主人 活在过去的恩恩怨怨 别人的不肯定 不能转眼 不能放下 心中有毒 颠倒妄想 四 如何超脱生死 圣人三藏十二不经 多次的成愿而来释现人间 儒师尊师母 圣训 家乡信书 武教圣人等其事 六祖云 一切众生自闭光明 贪爱沉浸 外缘内扰 甘受驱迟 便劳他事 尊 甘从三倍起 种种哭口 劝令请习 愿长大人云 要知道甘从何来 死从何去 甘的意义 死的价值 甘由人道 死由天道 甘事可喜 此事可贺 一朝求道 非是逃避生死 乃是面对生死 一朝得道 非远离生死 乃未超越生死 此时此刻气氛 酝酿着生死的庄严 此时此刻场面 排演着生死的内容 是估计无畏 或多彩多姿生死大事 各自主宰 相信生死一梦 以求永生 精进 南极先翁曰 认真不过于生死 施有三不器 不器情用至情来敢化自己的痴迷 不器理用至理来叫化自己的无知 不器 不器法用至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 真理是提胡人间极品生即无限 精进真理之洗礼 永家禅师云 大丈夫 正法雷 敲法骨 辨死云西洒漏 禀会见 斑若风心 金刚燕 非但能摧坏道心 早曾落雀天魔胆 用真理来转自我之法门 从自我的愚痴修成美妙智慧之盾开 从自我的懈怠退缩修成勇猛精进之人才 从自我的烦恼妄想修成知足常乐之单纯 从自我指我见修成接受包容之良策 从自以为是修成低心下气之品德 从指责别人中修成自我圆容之原则 从自我从纷扰又破终修成生活禅定之主宰 从自我软弱无力修成龙相的精神 永家禅师云龙相促踏任无边 三圣五性皆醒悟 转因果之法门 过去现在未来 我们要抽心指费 二六时中忏悔 发心很久 发愿让我们在因果命运了找到一条出路 从妖兽穷通中修福会双全之缘分 修福不修会福中也造罪 修会不修福会中也无图 透过文、思、修三部曲 从因果业力中修成消冤解涅之积极 转生命之法门 知命、任命、育命、创命 宿命归命图、生命未造福 栗子、流明、秋长春 南极千翁云 方向盘把握住回头的归宿 人间道记录下人我的抱负 龙华会恢复回永恒的幸福 先佛曰 在心中破除一切迷 在生命中经验一切里 在眼前关切自己 在手心握住时 即 末后依者习未言 明人在此素一般 于夫时的还乡道 生来死去见当前 转心之法门 六祖曰 不识本心、学法无意 若识字本心、见字本性 即明丈夫、天人诗 佛 三界为心、万法为识 心地观经、三界之中 以心为主 始法界、佛、菩萨、 缘觉、生文、天道、 人道、阿修罗道、地律道、 畜生道、恶鬼道 一切为心造 永迦禅诗语、学道之人不识真 只为从来认识神 无量劫来生死本 诗人患 作本来人 心地观经 能观心者 究竟解脱 不能观者 究竟沉沦 历劫修行 不如一日明心见性 狠缩要法 不出心地法门 六祖曰 佛向信中作 莫向身外求 自信弥即众生 自信觉即是佛 慈悲即 是观音 其舍名为是智 能尽即是家 平直即弥陀 人我是虚余 邪心是海水 烦恼是波浪 独害是恶龙 虚妄是鬼神 陈牢是 余憋 贪嗔是地律 余痴是畜生 如何转心 心意用功夫 达摩西来一字无 全凭心意用功夫 定静安律的 沉淀 抓猫的故事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时时情浮世 物始惹尘埃 典燃心灯法轮常转 从觉醒中来觉悟 从明白中明理 从反省中反求自己 南极千翁云 观自在 心切莫流浪 速速修行自由主张 观自在 心切莫顽强 速速修行珍惜时光 观自在 心切莫荒唐 速速修行利益时方 观自在 心切莫彷徨 速速修行回归天良 观自在 心切莫放任 速速修行 掌握生死 超越生死 五 结论 施约 生死的大事 不要一天过一天 生死的大事 不要一年过一年 生死大事不能耽误 施约 为了真我而提起精神 为了传道而放下舍身 为了三草而付出一切 为了解脱而道徒认真 南极先翁云 因为老了所以要趁岛 因为老了所以要做好 因为老了所以要知道 因为老了所以要逍遥 越老越保越力量 越清越好越保障 老有所终 宗 功德歌颂 人生不留空洞 相知相继同修共伴 言明敬 一 前言 我们都因一大事因缘而相会 以前佛有一大事因缘 皆要其装中正 诚心沐浴 公公静静才能成事 单打独斗与闭门造车的修办观念 容易使到常日一萎缩 会命断绝 二 相知以得 其免同修共伴 人之相识 贵在相知 人之相知 贵在知心 许多人宗是目前拥有的 不觉可贵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 失去了某一段缘 才 来悔恨后悔 怕到十位时已晚 后悔也于事无补了 要如何达到不后悔呢 就要 把磨当下 珍惜每段缘 这正是所谓的行缘 相互认识 理解 接纳 是一种在交往中伴随始终的心理过程 因而如何 达到彼此的认同和理解 避免误会和偏见 这是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最基本的条件 多去关心别人 去关心别人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心理 在想什么 不用问他 他就会告诉你 这叫做现代的他心通 相知以得 共犯共成 对于修行的人来说 德行乃是无上的至宝 借着痛修之间的相处 来磨练你的心性 脾气 毛病 借着痛修之间 去圆满自己 圆容众生 圆容你的愿 圆容你的实力 每一个人都必须处在团体之中 假若不跟其他的人合作 将会很难有所成 九 尤其是修道 伴道 把每一个人的心团结起来 才能够创一般大事业 团结 这颗心要驱除我见 若太执着将很难融入到场中 我们佛堂 道物有没有进展 原因在哪里 真结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有来 愿 会有不平衡呢 为上者没做到慈悲 为下者没做到恭敬 上下不一条心 那 才会有埋怨 整个佛堂没有半点朝气 没有半点温暖 就没有人喜欢回来 在同修共伴中要有共识 因为我们是在群体里面生活 而要有共识就需要 沟通 我们要手牵手 心连心 达成一样的供值 不要再分彼此 也不要再论短 尝 这个世界已经够苦了 不要再制造一些纷争 好不好呢 同心 才能成为一个圆 同德 前途才能光明 才能呈现最真实的自我 最真实的自我 就没有分别心 要永远守住这样的一颗心 大家都是同修 彼此要 互相提携 共勉 遇到困难 大家一起帮忙 不分你我 患难之中 才能显出道之 尊贵 在受苦当中 才能体会出人生的无奈 三 弃应天恩施德 使至点亮烛光 至成一心 万事万物都有禅机 只要平时多体悟 就能领会于心 你跟先佛之间没有 交流吗 在你最至成的那一刹那 你的心里会有一股流流过 过来就是你们的良 之良心 在你的良知良心 发现的那一刹那 你找回它了 你就能感觉到有道 在那里 就在你所作 所行 所言 当下你的磁场跟上天和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心心相依 所以一个人要 常秉存正念 你的磁场跟先佛相合 你就能够慢慢的跟先佛相通 所谓磁场集市 你的心念 心态 理念 人的心没有太多挂爱 烦恼 当下就能和先佛契合 有些人说这是心成德 零 那种契合就像父母和小孩一样 不求回报 恒在心里 不忍小孩受苦 天恩施得浩瀚 瞻了天恩咱们才得以重生 得以修道 得以犯道 咱们得到多少上天的词 你 还有诸天先佛的尊尊教会 我们偏了 先佛就来提醒提醒 我们离了 先佛 就来指点 我们退了 先佛就来提邪提邪 这一切一切不都是天恩吗 师尊丹子三朝重任 像太阳一样 带给大地众生智慧和光明 向大 汉降了法与三目 不滋论众生干枯的心田 及长养善根 像船长一样指 引明经 让众生登到彼岸 师尊 师尊 师母给我们立下了典范 表现了大无味的 精神 希望我们身为后学 弟子的 要好好效法一番 我们都沾到了天恩 能够求到 有了这个道场可以办到 行功了愿党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有多少的前人 有多少的前辈 他们让岁月带走了他们 等高音 一年一年 一天又一天 现身于道场 利益于众生 才换来了今天啊 经我们踏上了 下道这条路 大家要用心回想回想 前面的人是如何走过来的 后 序的人又要如何帮人护路呢 以后咱们都要好好思考 什么叫做 既往开来 一带 船一带 上一带船给我们 我们就得把它懂不好 再流传给下一带 点亮烛光 现在社会最缺陷的是什么 爱心 希望徒儿共同培养一颗充满力量 流伴光明的爱心去造福人群 去照耀这黑暗的无日 人人都知道都敢看社会黑暗 但是没有人肯去为黑暗的社会 点亮一盏灯来照耀社会 所以他们只知道探视 探视不如旧事 你旧事必须要设法点一盏灯 照见你自己也照亮别人 热教 做旧事 探视不如旧事 旧事不如点灯 我们要散发一份热 才会有一份力量出来 如果那份热不散发出来 如何 温暖自己 温暖别人 如果没有办法温暖自己 那自己不是觉得被冷落 被冷漠 如果 好像被别人抛弃 自己都不看重自己 不爱情自己 那谁会爱护你 所以首先 要爱护自己 再爱别人 我们奉献出自己的时间 就有千百万人能沾到光荣 是千百万人能得到天 恩的浩瀚能求到 能修到 能回天啊 咱们自己牺牲又如何呢 悉性不过只是 一个自己 但是却可以救度百个人 千个人啊 即使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所偏差 有过失 也不容许我们去批评他 去排斥 他去剪点他 我们更应该去同情 可怜他 包容他 教导他 规劝他 风风雨雨 谁不怕 是是非非谁没有 失败挫折谁没有 可是难道就因为这 样而不修到半道了吗 我们要记得 我们可以重来 但是不能退不养 这是咱们的 理想咱们的抱负 千万不可以退缩 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有九旋七祖 还有众 生在受苦 也别忘了 我们还有自己的誓愿没有了 这么多的众生没有救度 我 们怎么能这样停止脚步 怎么能认输 怎么能退步呢 四 结论 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心生融在道场 上天时时都欢迎你 众生时时都对你有所 渴望 希望共同沾到我们的道光 希望共同沾到信徒的温馨 不管你我是星星或 是月亮 同样是白羊会上的元郎 何须分比论词 何须把自己置之以旁 来吧 有份有缘共同伸出一手 共同来把圣业开创 共同来把周耳摇动 共同来把这世 借美化 共同来美化人人的心灵 不需犹疑不需以往 我们要自告恨勇 我们向前勇往共同勉励 一直到达龙华会上 年学借天人何一般 一心乐愿始至不宜 由淑美 一 前言 师尊于 寄取前人的壮烈心血不断 把身圈须感召河山 圣老前人 大舍大的 不舍不得 和老前人 五大牺牲 牺牲财产尽敬畏大义 牺牲民欲难堪为大人 牺牲家族寝爱为大慈 牺牲生命不顾为大佑 牺牲功果不计为大智 二 一心是佛心 信我是佛 信我是佛 何处密佛 施于 修道修信念 信是修道的基础 我们要相信道真 理真 天命真 能够肯定自己 才能我所挂拜 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经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是以证悟的众生 众生是未修正的佛陀 此心是真心不是妄心 不增不减 不生不变 佛与众生觉性无二 直同而量欲 众生沉睡于四身六道中 从未真正 清醒 诸佛菩萨用各种方法唤醒我们 唯有清醒才能真正的活在当下 三 乐愿即乐命 愿不能了 难把相孩 愿是原来的心 亦是与佛心心相应的心 众生待业往生如石头海 虚极愿力 不至沉沦 八愿是修行的助缘即动力 师尊于 立愿是给自己一个发心 向上天表白 给冤欠一个交代 故佛于 虽今千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惠玉食 果报自当寿 四 考验生智慧 行到水穷 坐看云起 欲不浊 不成器 佛法既然在世间 当然会有很多考验 能欲净转念共系大 道体 才不负天恩师德 师尊于 真道真考古难移 有情无情是根基 淳阳大帝 迷雾间不让生命 进退时不落深渊 五 结论 事不可以不鸿意 任重而道远 仍以为己任 不义众乎 死而后以 不义 愿乎 年学界天人何一般 道学用语词汇 理一章 二义 乐义与不了义 乐义是说理非常透彻究竟的意思 如宣说真实义理的大 曾经 不了义是说理不透彻和不究竟的意思 是只为方言而说的经典 二爱 愈爱与法爱 愈爱是凡夫们对五欲的贪爱 法爱是菩萨们对正法的喜爱 二道 难行道与异行道 凡一经教 在此土积累不需 断货正真 修应得果 这 皆属难行道社 凡一念佛法门 往生净土 于彼国中 让佛威神 忠诚正觉 这 皆属一经道社 有漏道与无漏道 漏是烦恼的别名 有漏道就是带有烦恼 不清净的道法 如三圣行人在建造真理以前所修的一切行法 如漏道是无烦恼即 清净的道法 如三圣行人在建造真理以后而顺着真理其修的一切行法 二语 又明两蛇即翻弄是非离见他人 二记 涅槃记与生死记 济世间的意思 小城是生死与涅槃有分界 但大成 人体物诸法性空 是生死及涅槃 无界限可分 二漏 有漏与无漏 漏是烦恼的别名 有漏就是有烦恼 无漏就是无烦恼 二语 俗地与真理 俗地又明初地 或是俗地 即凡夫所见的世间世相、真理 又明第一异地 或圣异地 即圣智所见的真实理性 以及内政理研法性 二语 深深的苦果与烦恼的残余 一语叫做二语 若加上业的残余 便叫做三语 二语 世间谈与初世间谈 世间谈就是凡夫的不失 或圣人做有漏心的不失 初世间谈就是圣人无漏心的不失 二诀 经藏 经藏与绿藏 经藏是佛所说的经文 绿藏是佛所说的戒律声文藏 菩萨藏 神文藏佑名小陈教 即说声文远觉二圣教里的经典 如四阿含经等 佛 萨藏佑名大陈教 即说修行菩萨道的经典 如华言等诸大陈经 二语 烦恼障与所知障 烦恼障又名过障 即贪甜吃等烦恼 能使众生流转 于三界之生死 因而障碍液盘之液 顾名烦恼障 所知障又名之障 即众生有无 明邪见 无明邪见 能覆盖慧解 令不聪立 因而障碍无提之液 顾名所知障 世障与理障 贪 甜 吃等烦恼 能使生死相续 障大灭盘 明示障 邪见能爱政 知见 障大菩提 明离障 二德 智德与断德 智德即菩提 因菩提能透视一切的事理 断德即灭盘 因灭盘能断除一切的 忘获悲德与智德 悲德是诸佛菩萨立他的德行 智德是诸 佛菩萨自立的德行 信德与修德 信德是自信本聚的德 修德是用功修来的德 二正 是正与理正 在三学中 修戒学是识正 修定会二学是理正 二部 内部与外部 内是指自身内在的心 外是指外在的亲人眷属 二觉 本觉与始觉 本觉是本有的觉 非是修而后的 久戒众生皆有此觉 虽经无量劫的生死流转 而不动不变 与佛无意 始觉是因为本觉随缘 限购 染香又因为一向悟染 今日开始悔悟 生起决心 所以未知始觉 其始本是同 是一觉 譬如尤登 原是光明的 此明本明 中间一度被风吹灭了火 成黑暗 现象 此明不明 后来又把它再点亮了 因为第二度的明 是暗后复明 所以明 未始明 其始本明始明 其明相同 等觉与妙觉 等觉是与佛差不多相等的觉 悟 妙觉是唯妙至极的觉悟 也就是佛的觉悟 自觉与觉他 自觉是使自己觉 悟 但要把戒内见思或与戒外 成沙无名或七阶段处 才是达到自觉的地位 觉 他是将己所觉悟的真理 转而觉悟他人 此二觉全满 就称为佛 二观 事观与理观 事观是观察一切因缘生的事相 理观是观察一切事物的理 性 二边 非指常断二边见 无常物认为有常是常见 非也物认为断业是断见 有边与无边 边是边际的意思 世间一切的事物 必假众缘合合而生 无有自信 虽无自信 但不能说是无 是明有边 又世间一切的事物 既假众缘合合而生 缘无自信 无自信 则一切法皆通 不能说是有 是明无边 二边中间无爱 受五蕴生心是一边 解脱五蕴生心又是一边 受了今之五蕴生 心后 中间因修八正道 而解脱了后之五蕴生心 这就是由此一边 经过中间 而到另一边 三者相关联 而性相接近 无可取者 明二边中间无爱 二蕴 四蕴之一 即色界二蕴天的蕴定 其境界是定心系为 无虚四的心所 于三寿中只有喜乐的二寿 二蕴天 修成二蕴的人所住的天界 在色界的第二中 共有三天 即少光天 无亮光天 无亮光天 与光阴天 在此二蕴天的天人 因无虚四的粗洞 所以能够避开结末的 大火灾 但因为心中还有喜乐的念头 所以不能避开结末的大水灾 二真如 随缘真如 随无明之缘而其走界的妄法 是未随缘真如 虽随缘而未妄法 但其真性不变 叫做不变真如 因随缘 因随缘真如故 真如就是万 法 因不变真如故 万法就是真如 有够真如与无够真如 有够真如是众生所 有的真如 无够真如是诸佛所显的真如 在禅真如与初禅真如 此事有够真如 与无够真如的别名 生空真如与法空真如 空人我之后所显的真如 叫做生空真 如空法我之后所显的真如 叫做法空真如 一言真如与禅言真如 真如之体 本来就是禅言辞之相 与心念之相 叫做禅言真如 依假名之言说而显其相 叫做 一言真如 安利真如与非安利真如 此事一言真如与禅言真如的别名 二法身 经光明经所说的禅法身与智法身 禅法身者 诸佛与众生同聚的本 觉理性 在众生为无名所隐末 在诸佛则为始觉之至而显现 至法身者始觉之 至究竟与本觉之理气和 菩萨 菩萨因若经所说的果极法身与硬化法身 果极法身 就是法性法身 硬化法身就是方便法身 因若经所说的自性法身 因若经所说的自性法身与硬化法身 自性法身就是真身 谈完所立的法性法身与方便法身 法性法身是正德法性理体之佛的真身 设在三身中之法身与报身中 方便法身即是 有法性法身而是现德种种方便化义众生的硬化身 原照所立的理法身与释法身 理法身就是如来所证的真理 释法身就是界定会等五分功德法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 一活动预告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中秋节特别节目 月日人才在教育清少 月日大状元读经会考 月日小状元读经会考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国语其会班 二活动概况 月日举办国语其会班 月日举办年国中国小成长营 除作团体活动外 授予餐词价值 礼节集中西餐之礼仪 参月图一 月日举办年清口班 供人参加 有三规三清四正去浊流清及五 借等课程 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举办修记班及长青班 长青班之课程有修道者的纲 浅谈学到老年 人常见演科及并及教授太极全等 编后语 陈前人出生于贫穷家庭 从小刻苦耐劳 曾参加乌山头水库之建设 得意向 日人总工程师巴田雨毅先生 学到测量与营建技术 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之后受雇 渔助级组担任营建工作 光复后自行创业 浊然有成 求到后凡圣工作更加努力 当业务鼎盛时 陈萌师尊领坛亲自赴命担任麻豆丹 为领到前人 赋予民国年俸和老前人征兆前往 御史山建设新易道路中心 并于何 老前人乘道后 守墓七年才回省元山 在守墓期间抽霞前往全省有名寺庙观察期 建筑提供建设圣堂之参考 前人在领导华豆单位时 弃凡从圣全力推动道路 且弘扬国外 其慈非关怀道清修道 巨细迷移 无为不至 无私无我境界 可说是白羊修士的风范雕竿 其望我们后学跟随前人的脚步一步一脚印落实修 道 行道及半道 以效法于万一已为其在天之灵 愿长大人灵谈赐与生死一梦圣歌一曲 为的是要让道清知道人生 一大事 要知道人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在道清来说生事可喜 死事可贺的 无人求道并非逃避生死 乃是面对生死 得道并非未远离生死 乃是超越生死 无人生死 均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望好自未知 嘴蛋三分力是成前人 勉励到清照顾后学的话语 其不但是可让工作劳累 的人可恢复体力精神 在道路上一影射 后学遇到困难或阻碍时 不但是可 接受浅贤的开导或鼓励 又可主动向浅贤请益 一经对天地 人生修道方面具有奥妙的含义 如卦遥有天位 曰阴阳 人位曰仁义 地位曰刚柔 成章之道 其六遥对人生过程 人体家庭观 系 国家都市角度 修道修益的因缘 均有明确的论点 研究一经要有正确 观念 即义是教人达到大乱境界 是穷离尽性以至于命的书 文王所作后天八卦 与先天八卦之关系 则似正卦不变 似于卦变 其含义 一说卦传约立出乎正 其乎续 相见乎离至义乎坤 说言乎对 占乎干 老 乎凯 成言乎凉 其与人生之关系 正如庄子及青春至皇帝所云 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永远在四身六道轮回 唯有求道 始能乐脱生死 四欲其修事修道是必修之课程 四欲是指得欲、治欲、体欲及群欲而言 得 欲是培养以五轮 行八德之德高望重之修事 至欲是培养智慧高超之修事 以利 度人度以推展道物 体欲是培养修事有丰沛之体力、毅力、精神以身作则、以达 几利利人、达达人之道物发展 其欲是培养修事 能成上其下 是发展道物未够 同体、不分彼此 群策群力以达成任务 如此似欲其修事能达成内圣外王的功夫 隐迷入目的修道是要能把自己的生死大事由自己做主 但要当心你的念头柜 成为你的因果 在二六十中法末当下 人为佛魔同体 有善念则升天 有恶念则 下地狱 善恶在一念之间 要能修道随处做主 立处皆真 则进道理 五祖曰 是人生死世大 如等终日只求福田 不求出离生死苦海 自信若 迷 福何可救 人有生必有死 人生是一个大舞台 生死轮回如剧本 导演是 自己 院长大人于 生由人道死由天道 生事可喜 死事可贺 三期末节道将 庶民 无人三生有幸的明师一指 可经修办到了脱身死回相认 我们都由于大事因缘而相会 所以要珍惜这段缘 在学界道青年轻民家美容 一沟通 大家要手牵手 心联心已达成共识 为道业现己能 把天道传到世界美 一角落 以进化人心 社会和平早日促成世界大同 是现今学界道青的最大任务 由于和老前人的五大牺牲 将道传台湾 并成为天道基地 我们只能求道成为 师尊之徒儿 俗语 神仙本是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肩 陈圣就凡皆由自己 所选择 而今无人以求道 就要发心了愿 书侍寄人 遵照师尊开誓 修道修心 半道尽心 把末每个当下 全力以赴 那么成道知时定指日可呆 祝印大德方明录年月 一、现今部分 福慧仁氏五分 李章远二五分 李哲仁二五分 陈永宏二五分 黄桂梅二五分 陈品音二五分 陈少廷二五分 临传志一五分 陈霍明五分 陈寅全五分 福慧仁氏二五分 福慧仁氏五分 福慧仁氏三分 福慧仁氏一分 谢孟阳二五分 谢云琪二五分 福慧仁氏五分 福慧仁氏二五分 吴梦化二五分 吴梦化二五分 廖氏豪一分 汪明满二五分 李瑞芬二五分 杨振忠二五分 李信荣二五分 李振远二五分 王翠芬二五分 王翠双二五分 王翠双二五分 李振臣二五分 李振臣二五分 中义华二五分 二 画多楚经部分 杨振三五分 杨振相二五分 Durs Qu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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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因我所命求道救了命 去一 义和雙月刊 第八期目錄 年月 义和聖堂介紹 九龍伴舞圖布達 經典背誦專欄 畢考科目班若波羅蜜多心經編輯部 先佛勝訓 泰國四求孔夢中道願先佛班編輯部 特別報導 天下滿溫情願守住萬養泰國四求孔夢中道願 陳前仁的話 個人修個人的個人生死個人求樂物 理事長家言 信禮真傳回鄉絕路王坤德 歷代祖師介紹 第五代祖師專須王子 道學研究 譚主人才應以至成之心與尊師 眾道成上旗下完成使命周前人 異學研究成永紅 檢數和老前人在絕經中周正山 律記以調和人記對社會層素齡 人生都要學習做人編輯部 白陽天道的書聖編輯部 學藝心得劉家信 另類媽媽編輯部 道學用語詞彙裡一章 學界原地 推動讀經營造祥和社會周況年前人 我們一同來讀經黃從輝 先佛聖歌 前人的愛編輯部 永遠的歸涅編編輯部 義和聖堂活動概況編編輯部 編後語編輯部 註印大德方明路編輯部 義和聖堂介紹 布達 九龍伴武圖 參閱圖一 十指三陽開太白陽應運之際 天道大開苦度 天恩師德責備三曹 忍 鬼 先其沾上天虎極老之恩典 四十億和聖堂旦立於大時代的來臨 在莊嚴肅墓中 承接著為往聖記絕學 開萬世之太平的神聖使命 而聖堂中所有建築及文物 的擺設 或集聖人經典 聖序之典故更洋溢著天道苦傳之訊息 與內涵 稱如孔子 聖人 聖人在一經系辭傳曾言 被物置用 立相承信 以為天下力 莫大夫聖人 此丹元九龍伴武圖 是延續上丹元所闡述的龍馬城祥 神歸成瑞 也就是由何 若知真理 讓我們更能有機可徐的追溯道道的根源 無庸置疑的在蒼結聖人未創 立文字之前的年代 取凡天地間一切人文是物之傳承 莫不憑戒者向之延伸 神、香 傳上古符 一聖地成蒙上天錘 像龍馬 富途於黃河 於是就更御途中之十個數分布在 一、六居北 二、七居南 三、八居東 四、九居西 五、十位中央而創先天八卦 觀天之相、執天之道 祭知孔子聖人在一經祭祠傳闡述著 一陰一陽之味道 祭知者善也 成知者信也 成信存存 道義之門 與地之水在落何見林歸背 復文傳 以九個數字代表出世人變化交易之道 而定洪犯九仇 一落書之改九余 一、左三右七、二四位間、六八位足、五在中央 而落書之中數只有見五、搖對 和圖之五十之中數 而演化出先後天同位之乘數 十在乘數中 見五不見十 而十又在其乘數中道出和圖式體、本、落書 和圖式用 或 有體生發用 及用體又在 其中 由此和落之中數演落出聖人在道統心法 脈脈心傳之傳中的最佳延伸 然 而老子在道德經典紀改著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除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除狗 天地間其由駝月呼須而不屈 動而月初 多演術窮 不如手中 因此九龍半五圖中之自相是宇宙萬物即我們靈性之本體 本力而到身、所 以九龍半圖之啟示是上天降到苦度九六元人 其反顧家將規跟任之重要指標 亦是俗語所傳送的到宋門廷之最佳註解 自古傳說中 龍生九子各有不同 意味著天生萬物各並其性 故天生萬物有物有責 萬物之中生九竅者上 而人為萬物之靈場 得天獨厚人得其權 若人能得此道者 則萬物皆被於我也 人能得其意 則萬事必 則能永伴如生老 在中央之世宇宙萬物及我們人類之靈性的根源 在天約裏 在天約裏 賦人約信 於 物為物理 於是為事理在人又教信裏 老字在道德經稱為 有物混成先天的 而生 而生 既西 遼西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待 可以為天下母 無不知其名 自 知曰道 牆衛之名曰大 大曰是 是曰遠 遠曰凡 故道大 天大 得大 王義 大 獄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的 得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故教 天道 大道 因不假造作是自然而成 所以也叫做無生老 而那九龍之九稱做樹之眾 龍被誉為眾生或原胎佛子 在這三期埋陽應運之 即我們務必要把末兩成佳期 趕快求道修道半道才能超脫生死苦海之輪迴 達本還原 歸更任 也唯有四十天時應運之道來才能奉此機緣 這都是上天 慈悲降道之恩典 諸佛菩薩 諸天神聖大方祝道 又聖人誠願來人間禪道更欲 留經典做天道苦傳的到來之最佳見證 老子聖人在道德經就闡述著只有這個時代 的來臨 上世 中世 下世不同階層的都可得聞大道 上世聞道情而行之 中 世聞道若存若亡 下世聞道大孝之 不孝不足以為道 而當我們神有益和聖堂 一開始就有九龍半徒做起事 於關滿之當下 往 浮進入了時光倒流之隧道中 正分馳在人生不逆旅的回家之路上 歸心四箭的祭 一起 一起生我們靈性的老娘 正無時無刻在等待著我們這一流浪余生死苦海文 回中的元胎佛子早日回故家鄉去團圓 經典被送專欄 編集部 避考科目班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身班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欲皆空 度一切苦惡 攝例子 色部 異空 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時 異復如是 攝例子 避諸法 空相 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不增不減 避故空中無色 無受想行時 無眼耳鼻 蛇身意 無色身相會觸法 無眼見 乃至無視界 無無明 亦無無明靜 乃至 無老死 亦無老死定 無苦即滅道 無智 亦無得 亦無所得故 菩提薩朵 一 班若波羅蜜多故 心無掛礙 無掛礙部 無有恐怖 遠離跌倒 夢想 究竟涅盤 三世諸佛 一班若波羅蜜多故 的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故知班若波羅蜜多 世大神咒 世大明咒 世大明咒 世無上咒 世無等等咒 能處於切庫 真實不虛 故說班 若波羅蜜多咒 即說咒曰 皆地 皆地 波羅皆地 波羅生皆地 菩提薩婆喝 先佛勝訓 編輯部 正談詩 真心應真相清真體驗真理明 假水瓶 假山律 假造多假定疲 一枝草一滴露一念起疑事情 同志行同周際同道處同分靈 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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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仙之一何仙 無事也奉 命戒俏顯化已生早餐 天駕在問賢是可知真假 真字訓中訓如正談詩 良藥一致 良藥一鐵保證一生護病 一、三保養性更一前 二、八德通心花二前 三、六味消毒草三前 四、十願保氣夜四前 引詞 假別賢是反天交命去 賢是門好自期許 訓中訓 水是水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是山 水飛水山飛山見水飛水見山飛山 水海水山海山清清楚楚自信本然 甲井迷亂真心印真嗆在洞徹玄 反眼看紅塵是真真假假不知本言 靈性真肉體甲山律甲井寄居與環 時空間實驗證無極造化相扣緩 故本根植真草一滴多少滋潤方田 生理生性禮傲虛心假意不如修禪 去於明先明露一念定審朝目清安 空有參真假物沒有平具智慧達官 正本為風水起一世一欲轉化分乾 末節年太平是一條支線千繫因緣 同感情同志行同周際同道齊揚翻 方向遠彎處顯前方分路抉擇北南 萬書圖同歸相真乃萬靈妙不可言 道可道非常道強明約道老子可參 朝文道細死已無以倫比孔子心探 求真道德真傳道統淵遠莫有自尊 非口傳為心應融會萬通粉自俱全 以有心應無形借假修真得養尊嚴 美兒真相善水平假面其一心感天 煩惱少清淨多靈山以下世外桃園 甲登紅真酒綠甲造同志情亦不堪 欲望身體現甲清心寡欲回復簡單 抑止點驗你另一滴行同周載勇權 真合圖真一平三寶同對濟公典權 五大教理歸一路一任同安福萬端 施主體明節之一貫道脈分部五全 大玄機甲花草墨後處境靈尊收緣 甲祖師真考驗安分守己如是聖賢 事先佛士菩薩真假就在真假之間 正彈詩人海浪裡翻橫卷起一團疾風 我草水果驚洞滾成一片塵紅 一座天橋搭上銜接一段西東 並且走回雲路畫出一道彩虹 暗老朽 南極受興奉 命至終道願飲生早餐 老駕在問寶寶身心可嘉 搖池水醞釀成醉魂的啼湖 仙衣斜飄然在無極的天東 三山脫瀰漫著離別的氣數 天令古提醒了啟成的當初 清靜靈頭入道造化的胸腹 玲瓏體淪落變大地的命途 古神洞演變出百態的萬物 萬能心思想起行色的有無 智慧原川流過時代的進步 學問海泛起那夢想的浪珠 成功入約數於知識的程度 道德現連接至現實的孤獨 回光靜照不見本來的面目 幾乎帶於失掉使命的包袱 欲望包攀圓上榮華的愛慕 萬花筒吸引向無盡的貪圖 方向盤把握住回頭的歸處 功德僅儲存好資良的滿足 人間道記錄下仍我的抱負 龍華會恢復回永恆的幸福 成我能很久也不是秘密 仍我一併最真的故事 當知道回首就開始明了 眼前的所有隱藏著什麼 越訴說越迷惑感受到才是真實的 仍我皆在同一個位置 越微笑越從容 從打開心門以後 道的溝通音聲都化了 在圈和點仍我裡以愛做最善堅持 不再願由忘掉心事和猜疑 只要相信相信人我同在一個故事裡 共創造美好的結局 在情和元仍我裡以心作最美堅持 不再守候面對自己和問題 只要相信相信人我同在一個故事裡 共創造美好的結局 一起寫末後的結局 特別報導 泰國四求孔夢中道院 天下滿溫情願守住萬養 泰國清邁府方縣萬養村 因連日下雨 於年月約晚間 受到山洪暴發及受到土 石流捲毀之浩劫 造成大部分房屋被嚴重沖毀 及人員死傷狼藉 損失十分慘重 參月圖一 位於泰國曼谷的孔夢中道院 參月圖二 原本正在進行三天的法會 參月圖三、四、五、六 呼接獲此災情後 孔夢中道院的冯興聰及楊德盛 兩位點傳師立即召集相關人員 籌備前往滿目瘡移的災區 做實地勘察了解受災情況 並決定由泰國孔夢中道院 慈善基金會發起救濟捐款 並於月日上午到災區 發放疾難未問經 盼望協助萬養村村民早日家園 重建恢復生產和生活起居正常 勘災當天有兩位點傳師 帶領幾位重要幹部集到清前往萬養村 車開進村莊看 見了西中滾滾的泥江水流湍急 當應有泰國孔夢中道院慈善基金會字樣的鄉 行車抵達救災中心時 災民們用著一種期待救助又無奈的眼神熱烈歡迎我們得到 來 再瞭解災情中 車子使在泥泥的路上幾次插眼動彈不得 走了百餘公尺硬在眼 連的是滿路窗移的景象 及一面突來的是難以忍受的苦臭 沿路看見許多老人家 及小孩一點一滴的清理著被淤泥蹂躏過的家園 有些人更無奈的凝望著多年辛苦 耕耘的家園被毀於一旦 這一目目真令人鼻酸此情此盡 令人感慨浩劫無情 人生無常生命無價 由該村救災委員會簡報指出 於33年前該村曾遭遇同樣的洪流 幸運的被盜 時的皇家罐頭工廠擋住 才將一切傷害損失減至最低 此次洪患中這工廠同樣 事實發揮了它的力量 減少一些難以想像的傷亡與損失 但可惜的是這間工廠 已經在這場移情的洪水中被移位平地了 據報受該城防護 受創百分之者有 戶 百分之有戶約百分之者戶 死亡人數民眾傷民這次土石流的浩劫 由此可見慘重 正在當天由泰國孔孟中到慈善基金會 顧問團主席劉鼎祥及副主席侯友文 兩位率領要職幹部寄到清等疫情十數名探訪 未問 並由馮欣聰點傳師代表發放位 問金 依有災程度的不同 從三千株至一千株不等 總計救助金發放共二十四萬二千株正 發放位問金後在眾人熱烈鼓掌 歡迎夏孔點傳師慈悲與村民們說些感言 各位萬養村的朋友們大家好 看到災區的災害及家人的摧損 心中有許多不捨 現在的災難非常之多 天災人或無不是人類所造成的 希望大家共同來維護水 土保持以免災難再度發生 此時恐夢中到院士來自於台灣 搬一貫到心意神園戰役 和聖堂的愛祥單位 在泰國已有十九年的光陰 道路推展順利 金聘請記者南法 小姐未顧問 為道路之推動量必更有助益 參閱圖七 八 我們設置了一個慈善 基金會 本著孔子成人孟子取義的精神 人積及積人密及密的愛心來幫助需 要援助的人 且這些善款是我們到新發揮 無謂的愛心來協助災民 能盡快重建家園 遠離悲痛 忠告願盡此年薄之力盼能住此地區 儘早恢復原貌 最後祝萬養村早 日脫離土石流的陰霾遠離恐懼早日重建完成 並感謝所有參與這次正該工作的人 市集到期 當我們一行人正準備離開時 有為我們親口人才名叫雪華的姐姐 她心有餘 記得向我們敘述著 洪水來時 她的房子連同家人全部被沖走 母親與姐姐到鬼 門關口走一遭 八十歲的母親被急速的土石流沖走 這時候年脈的母親不知何來 的力量 在青黑又奔騰的土石流中 連續爬過四間房子的屋頂 當她恐慌地抓到一 支折斷的樹幹時 舊男人員及時趕到將她救起 而姐姐是被淋浆衝到一公里以外 的山腳下 正當姐姐想著生命隱絕之時 整個人忽然被磕大樹倒下來 當她糞 立爬出十八 只受了一點的腿傷 這位雪華的姐姐 含著眼淚緊握著品點傳師等 首說 閻羅王不接受他們 這都要感謝上天慈悲 從這一刻起要好好珍惜生命 回報上天慈悲 雖然我們震災工作已經告一段落 但是重建的工作才將開始 萬養村的街道 滿目窗移景象將深深奪印在所有村民 及你我的心裡 無情天災人或影造成無數的 家庭破碎及多數人的無家可歸 財物生命損失無計其數 讓我們一起用最真誠的 心祈求上天慈悲又我蒼生 讓萬養村及全球人民 遠離災難永無苦難 個人修個人的個人生死 個人求 樂物 在修學道的過程中 時常會遇到許多的狀況 難免會去請教前嫌大德 當然 作為前輩者 亦會提供一些建議或方法供我們參考 但實際上仍需要我們自己去 實踐才能成功 但有些前輩者所提供的方法 我們照著做 不一定有成果 或 這自己並未照著去實行 這時會壞罪前輩者 沒跟我們講清楚 或者未能督促我 我們 以至成果不顯著 這是不公平的 作為一個白羊的修道士 必須明白自己的 所作所為 所作所為 自己要承擔 亦要不成敗的責任 因為道場中真功毀過者 大有人在 成功之時必要有自己的一份 失敗之時則推毀責任 總有理由指責別人 人只要修道 不論在道場中或不在道場中 於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止 一定要 合乎到 因為自己的作為 要自己承受 只要自己真誠所為 積多少善功 一分 一君記在自己的帳上 不因外人的干預 而有所增減 所謂大道無情 是 指上天是大公無私的 上天有一座天平 不尋思乎短 只要我們努力多少 極多 少的得貨者犯多少得貨與錯 必定一分一毫享與紀錄 回去之時 功或相頂 絕 定身降 絕對賞罰分明 因此成前人見到周鴻修們 有時為了到物責任分擔較重 難免有些怨言 或 親友及周遭環境所加諸的一些壓力 而新生待慢退之心 總會與個人修個人 的個人生死個人求 並肅數其意 來勉勵後學使後學更加精進 因為修道世衛 了自己的本性清明 旁人的觀感就不用在意了 理事長家言 王坤德 信禮真傳回鄉絕路 天命的理性本是善 具有人意理智性等一切美德 只要依循此善性而為 即 合乎道 然而 受氣領所居 物欲所必 成員虛染 欲網束腹 理性因知足 見衰為靈滅 人與情受最大的不同 在於人或多或少上存有幾幾靈光不便可做 理性的自覺 這裡所謂的自覺 是指凭借著外物或他人的指點而物的覺醒 覺悟到自己來自於極理天的理性 活著十一理性而為 展現人之所以為人的尊 言 價值與意義 將來歸空後也應回到無極理天 這是追本溯源 更是任理歸根 真 但情受則無此能力 幾萬年來 人以外的動物在生活行為上 可以說沒 有稍作提升的改變 而人不但接受家庭 父母親人的教會 更依次進入學校間 受老師的教育 回歸社會時接受顯達人士的虛陶 透過如是致時經驗的探索 即人類文明才能不斷提升 生活日新月異的進步 而更重要的是藉著此等教育 不斷啟發其理性之自覺 使其逐漸擴憂高尚的道德品格 甚至恢復天賦的權性 而真正成為萬物之靈 這就是中庸所說 帥靜之衛道修道之衛教 也是唐大文學家 寒慾所謂 師者 所以傳道 授業解禍也 傳道 世人 兼教育首要也是終極的目標 奈何師道衰為 授業者有之 解業之獲者有之 然傳道者得無 解道之獲者 更無 時因不明道之究理 理性有而不知其有 無從指明天賦至善根源的指落 於文言字面解讀 或以為儒家之言即是道 或以為照本學科 說說做人道理 即是傳道了 其實 這孔只知有人道 卻不知有天道 頂多也只能稱為教 受生活技藝術的名師 而非點名理性自覺 回鄉大道的名師 無怪乎 自古以來 許多自覺人生虛幻反骨 有志追尋真理解脫者 還要簽領訪明師 萬 禮求口訣 無奈地拋家氣勢 入深山古陵 頓事凌晨了 良代至公和尚說 不逢明師出世 往復大臣法要 俗話說 任你聰 明過言明 不欲明師 莫強猜 五 教聖人皆為一大事因緣而出世 社教說法 中 其一生不肯紹席 無非要教人開悟轉迷 傳道渡生 明信禮真傳 回鄉絕路 聖至主父後繼到賣心法的祖師 代代會命傳承 不令其斷絕 所謂佛佛為傳本 體 師師逆父親 奈何聖佛祖師聂盤離世後 或因教派分歧 真假難辨 隨 這時間的逐漸久遠 菩提頓法師傳 流於知夜莫法 樹流動靜 深色化人 真道 正法雖隱晦不明 雖有經典名訊於世 卻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 夫子之言 信與天道不可得而文也一般 不明心法 便不得精卷之要 如從樂之精卷之真 地 只留於念經讚頌 苦行見修 或捕風桌影難入可請的書是罷了 怕的事異如 同知智教育一樣 欲智於用力之久 一旦或然貫通煙 則眾物之表裡經粗無步 道 而無心之全體代用如不明 大學 成子不是格物至之 卻是好手 難成啊 看到的只是多得滿街走的大師 法師 而理性自覺 回鄉大道 已然斷煙 師之百養之情 人心最為險惡 水火刀兵劫難平人 上天有慈悲好生之德 彌勒祖師 天真名師大開股度 一指心法點名天賦理性至善的 時事末後一者 回鄉絕路 有道士 佛法無人說 雖至不能解 這裡的人可不是普通 一般人也當然不是教師 可也不是大師、法師 而是道賣心法明師 所謂無 師父說 與律因靜、性、理性 既來自於無極理天 天命之畏性 因此 回反的不二法門 即是明師一點之性裡真傳 率性之畏道 點名天命性於人身之處 自能當下人性與天理 天道、合同、達天人何一之 靜、這即是 中庸、所言 天命之畏性、率性之畏道的真意 亦即孔子所說 無道一以貫之 道是用天命自性以去貫通的 一竅通、竅竅通、一里徹、萬里徹 這是一貫道修持學習的殊勝處 從一貫道總會訓轉載 歷代祖師介紹 王子 第五代祖師專須 第五代祖師專須 玄帝、高陽氏 為宣源皇帝之孫、昌邑之子 年十歲輔佐 少浩、二十歲即位 出國於高陽、殷浩高陽氏 後都於帝丘 有關他的記載 大致是屬傳說與神話部分未多 事實上 他不但承襲了曾祖 父皇帝的智慧 並在少浩叔父的麾下 皆掌了一套以道至名的政治理念 天下父 然安定 實際 給他的讚與世 神盡冤生而有至謀 清明通達而知事理 生養財 物以盡地利 順時行事以法天道 平依鬼神以智義法 條理五行以教化 潔淨前 成以祭祀 據《山海經》 知祭改專須一登基 首先做的一件大事情 就是派了大神眾和大 神明去把天和的的通路阻隔斷 原來在這以前天和的雖然是分開的 但還是有道路 可以相通 這道路就是我們所講的天梯 天梯固然是為神人 仙人 巫師三種人而設 但下方也許有許多勇敢智慧的 人民 憑了他們的智慧和勇敢 也可以攀登天梯 直達天平 所以春秋時後出招 王問大夫官社復說 我看見周書上這麼記載著 說眾和離就是隔斷天地通 路 叫天和不相通的人 這怎麼辦解釋呢 照這樣說來 若是眾 離不隔斷天 得的通路 岂不是下方的人民都可以上天了嗎 這個天真的問題恰好說明了不 帶神話的真相 的確是這樣 那時天和地是有道路 可以交通往來的 人民有了痛 苦 可以直接到天上去向神訴說 神也可以隨隨便便的到人間來遊玩 人和神的 界限並不是很嚴格的 可是很不幸 據有的書上說 天上出了一個惡神教師有 就利用這機會 偷偷到下方來 煽動下方的人民跟他造反 當初南方的苗明毒 不肯跟從他 就製作了種種殘酷的刑罰 來逼迫苗明跟從他 久而久之苗明獸 不過這種種酷刑 又堅眼見行善的受罰 作惡的友善 就漸漸在罪惡的空氣裡 滅了善良的天氣 都跟著吃油做起亂來了 這一變就變得比一般最初跟吃油做 亂的人都要凶 那目的恐怕就是要幫助吃油 奪過上帝的神作 這樣一來 據說大 多數善良的百姓 因此便首先遭受了他們的禍害 於是那些無辜被殺戮死掉的冤 昏 都跑到做上帝的皇帝面前去訴冤 皇帝派人去查一查 果然查出苗明的罪惡 實在重大 為了保護善良百姓 皇帝就點齐天兵天江 到下方去痛角苗明 結果 吃油被珠 苗明被滅 剩下的少數的劫魚 再也不成不足 完成了上帝的大討 到了專須繼承皇帝做了上帝 這場變亂的教訓 使他思考著 覺得神何人不 分出界線 混居在一起 總是必多利少的 將來難免沒有第二個吃油起來 煽動人 明和他作對 於是他便令他的孫子大神眾 和神禮 去把天合得的通路足隔斷 教人上不了天 神也下不了的 雖然大家犧牲自由 維持了宇宙的秩序和安全 應該是公認的好辦法 從此大神眾就專門管理天 大神靈就專門管理地 專須在位季七十八年 皇帝殉專須於 原有大還在上 大舉在下 五能法 知為名父母 大還者天也 大舉者的也 法天法的 即可致名 彈主人才應以至成之心 與尊師 眾道成上旗下完成實力 周前人 一、前眼 一貫大道 十非旁門與稍徒念咒之法 亦非小城旁之 或常生父老之事 十 即儒家所謂聖功神話 與佛家之所謂圓明覺性 亦即道家之反徒歸真 知里同十三教最上乘要止 與末後依著了魔分別 一貫大道之心法 系天人合一的橋梁式超生了死之陣法 是歷代祖師之心法 結晶 借此能斷輪迴 反本還遠回見無聲老 故皇集金丹寶卷 朝遠品餘 天機羅列最分明 真法虛寒於俏中 聖心照見錘此明 祖道披陽祭上乘 直截根 原開信禮 指明方寸見無聲 善明向上菩提露 傳授人天達正宗 悟玄偏語 夫人身中一俏名曰玄聖 若名此俏 則三才萬物兮被於我已 幼語 點破 玄關俏 知來宗 小去路 永絕輪迴 生來這條路 人人通曉 歸家路不止點來 去不經 點玄關通天俏 叫鬼聚神經 得真傳俏俏光明 來時農易去時難 明師已止 點破玄關 翻身脫俏 透出九重天 太和堂書鐵一載 玄關俏 如極圈 勿撤玄關非等閒 八萬四千一貫 三百六十股結川 五精華五德縣 人生日 月小天地 點開玄關通天眼 千佛不敢亂傳宣 只因節來的縣 才傳輿字在南 言 要不應回家轉 超伐重版本緣 南宗葫蘆歌語 指指丹傳這葫蘆 不得葫蘆怎奈何 這葫蘆架千金 自古 先佛不敢欽 有緣若欲一貫大道 此道得知者立地成千 但百千難欲 非大更大 棄先佛應是者不亦欲也 皇帝傳全子戒也曰 此道至眾 必受以前者 既非其人 雖姬金如山等 方萬禮 勿以此道謝之 若望謝必遭天遣 因此感恩上天老 老祖師師尊 母老前人 前人 典傳師前輩們 給我們受持此信 禮真傳能給我們樂物人生 讓我們人生有方向 有目標 有希望 有作為 有價值 孟子隱一隱所說的 天生此明也 始先知覺後知先 覺覺後覺 與天明之先覺者 與江思道覺思明也 非與覺之而誰知也 西洋人 曰 真理這件事情 知道的人就有責任 告訴不知道的人 讓他們知道 白洋弟子蒙受此恩 應提上天好生之德 教法聖佛祭師師師訊懷 學習前賢們 開荒度眾之精神 到處傳播真理 把福音傳布天下 由一而十而千而萬 才有可能挽回 颓风拜仪,唤醒失落的良心 老前人辞世,人性的尊严 就是在于能负责任,责任越多,责性命的价值 越高,当然责任越大,艰难易越大 可是在艰难里的性命,才能显出性命的庄严 二,谭主应负责任,了解社谭的意义 做一方的标杆,谭主对佛堂方面 谭主对道清方面,要一心兼劳入改向 误具印者误入旁门 三,人才 在非常之时,将非常之道,必有非常之人才 但亦有实力与责任感 人才必须代替上天老女名师 伴侣三草浦度收缘大事 是使缘人早登道岸,了阙 生死,是为众生的生死大事 莫荡儿戏,任劳任怨,万苦不辞 以天下众生为己 认 人才要做到,尊师众道五成上其下 人才五不可 不可自视自见 不可自大自夸 不可自傲自交 不可自信自满 不可自暴自弃 四,在修半道方面能达致成 十尊于 在修半道的旅途上 诚信,是最好的伴侣 最甜美的干粮 最大的财富 最大的力量 他能附和一切的责任 能把你引上正觉的道路 且能面对事实的困 男,有力量向右或挑战 与最长期的考验活斗 但一切的考验与困难是成功的恩 人,因此对困难与考验要感激 不要有埋怨 因为有了前祖才有厚力 有破坏才 有建设 但愿诚信与毅力来完成肩上的伟大责任 师尊又云 你们修半道是否有志成 深信不疑 上天以福逆考之 以病活之 以利诱之 以明示之 以难验之 又云 以外力摇动自己的处境是自主不够 以外言扰乱 自己的心情是自信不够 故山不动是信心有基础 挑故动是涵养有道家 中庸曰至成无习 至成之得胜 心存忽实理 故能自强不习 不习则久 因能不习故能始终如 一 很久不变 久则真 积成继久而成终行外 八余圣业而定得正宴 真则幽远 既得正宴 仍我信心大增 自能从容不破 或按部就班 五 尊师重道的认知 尊师 京城十三期末节 师尊 五 奏奉道庄 普渡三曹 旧渡园林 弘扬一贯大 道 半里末后 依者之大事因缘以婉缘人 得到脱离苦海 凡得受苦 及能顿超三戒 五行 永不受生死 轮回六道之苦 普应群伦间神人鬼 所谓一子得到 玄族生 天 了阙诸佛弘愿 度尽苦海众生 是空前绝后 光前欲后 凌驾经佛 大得大 恩 难于思量 难于报答于万一 应从原性流露 其可扣十三倍 盖绝物流浪生 死 常成苦海之苦 经之以止见性 以不直超 真道之至尊至贵 德之非义 则能 重道之尊贵 重道则感念 诗之大恩大德 前人浅贤之福 时爱不栽培 则尊师以 重道 重道不尊师 则易入顽通 名为边界 同诸穆实 不能成道 尊师不重道则 亦伦为人情虚假 应从头肌 是又同于相智 终不能达于天人 合一之指 故修道 者 必先知尊师之至尊 真道之至贵 尊之重之八乎自信 始终不二 知行合一 则不管逢明师 得其真道也 和老前人对尊师 重道的开示 和老前人修道方策于 众道必尊师 尊师就是于天命 尊大明师之大天命 尊经献系统之天命 尊 师与众道是离不开的 因为师的本意未传道 故道不可不重 而道在师传 故不 可不尊 尊师未请礼 众道未法礼 若是真心修道者 必能尊师重道 相反的若不尊师重道 即修道旺本 如目无根 其也不容 如水无缘 其流 不远 失血系统根源 责任意而畏 而身自尊自主之心态 若不尊师重道者 即 圣道难以推行 人心意偏执 余生加利益 法相名称 不尊师 修道师根源 伴道有自尊 不重道 圣道难推展 人心意偏执 尊师 心诚意肯 不可欺瞒 言语谨慎不可冒犯 众道 守死善道 不亏大劫 人未己任 见道成道 六 成上其下 一贯大道乃上成福西以来 代代相传之心法道 迈下去万事 常恒无尽之慧命 凡无一贯弟子修半道人才 应付其成上其下 既往开来之重则大任 更要同 心同德 已开创大时代的伟业 完成白羊三草普渡 济世渡人的使命 旧精神方面 教法老前人 前人 前人 典传师 前前门之为人 处事之责 多皆尽有德之人 能 让后下都能受法余的滋论 旧恩惠方面 陈恩于上 施慧于下 缔造前贤与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 传达此义 照顾题 邪后学 旧文理方面 上情下达 下情上文 不扭曲前贤们之旨意 掌握住一条金线 不误会后学 不抱怨前贤 能达到掌幼有序 居臣有义 父子有亲 朋友有幸此次轮堪 用于道场 前贤与后学 彼此相处之间的法则 承上原则 感怀恩得善加体贴 分忧代劳发心行道 承上细节 于心 感恩乐愿 体贴观心 勿望前人前贤开道之苦心 勿望自己的实力 多加力行 于身 言行举止 应庄重千下 肯切求上 而指示 与尊无为加力行重视 掌幼有序之想法 为命不敢先 既命不敢后 有命不敢为 无命不敢自专 于言 多听从前人前贤之序言 推恩阳善 交办事项 积极负责办妥后 将其情形立即回禀于前人 前贤之道 于是 勇于负责 对事情之处理 以积极参与之态度 共谋对策 对于 前人 前贤所交办之事 只要合理 只要合理 应以前人或前前所 寄望之态度去处理 若不 是何处 应提出建议与修正 但要尊而牵之 敬而劝之 终而言之 善而告之 不 可真便 如何起下 起下原则 以身率人师会照顾 其下细节 于心 秉持着爱心 诚心 恒心 体贴后学等境 并众他们 实体 邪后学 使其真实有所获得 要舍己为人之精神 见到成道 于生 圣读端庄 公生克己 要求人尊重 首应尊重他人 身先士族 不令而名从 实时存着畏惧反省之心 以得位宝己 并施于他人 以关怀代替责 被 以必代替 要求 以服务代替领导 于言 穿达 前贤 前人 得得意 见贤而举 不忘推荐给前人 知道 实 实赞扬 并公开赞扬其善行 美得 如有缺点 或缺失 则于私下规劝及纠正 于是 与世 取策群力 切莫过于 自我表现 募以人为 為以為从我 募以人我 募以为福我 身为前人 前贤者 必须用耐心去感化它 切勿自持 仗势因权 否则会使后学反感 失去道的尊严 得知尊贵 而人至我也常愁 我知言义人 入 七 结论 天道尊贵不可不休 天命尊严不可不随 天理真却不可不守 天职神圣不可不敬 祝此篇为周前人当父理事时 在谈主人才训练时之开示 活佛师尊此训修办到座右明 一人心至危险性的猛兽制服 二无名至爆炸性的火药去除 三判断是选择性的辨别明理 四突破是创造性的先锋上进 五任务是神圣性的天职负责 六明德是知觉性的启发智慧 七信心是自立性的开端成功 八经竟是自发性的明成记事 九半道是团体性的合作同心 十修道是具体性的过程明星 一经研究 第七节周易上经之简易及其应用 第八节周易下经之简易及其应用 简术和老前人在绝经中 周正山 一前言 不知真道义 不明绝对的真理 不晓佛法事不二 不懂良知事不思善不思恶 因此所道很多事顺口言 随身附和 修因五道 著名相 修结束 这显化 种 人情 等等 完全不知道学无量 法门无边 道由心学 相由心传 学道学 心 心法及佛法 一切法不离自信处作用 道学如何再充实 真理再教育 良知 再启发 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 二 道学再充实 道者理也 学道学理 理者心也 心理及事道理 此道之源 出于天地未生 之前 未有教先有道 莫知其始 莫测其中 老子曰 有物混成 先天的生 寂 西辽西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固待 可以为 下母 无不知其名 强名约道 大 而无外 放之则名于六合 无处不在 小而无内 卷之则退 葬于密 无物不有 借此葬虚仪 我所不适 一经云 行而上位之道 行而下位之气 道是体 真理 不便 其应用无穷 其体是经 弃之妙用不离其经 就是大道之真理 所谓的道学 世间一切都是学问 是相对的 唯有道学是绝对 觉其见闻之伴 机智之妄 静于深色利律等事 老子曰 觉学无忧 觉圣气质 觉人气易 觉巧气密 有 约畏学日益 畏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畏 畏学者 以多文多见者 畏之 薄之于古 通之于经 周事物之领药 穷圣监 知经文 天下之书 无不读 天下之事无不论 心物广远 见识昌然 有意分锁 畏便有一分敬意 有十分所为 畏有十分敬意 循序渐进 故曰未学日益 畏道者 大学之道 孔子曰 再与敏德 不再各知 便恼或其他 圣人只敬此学之一道字 不只耳目之用 不贵实践之多 不专求于文字 不 用于聪明巧识 不文不见 若鱼若捉 如鲁如顿 除情趣旺 学学无忧 不染人 欲之思 学圣人清静 无畏之理 全知心 赦念归忠 身不妄畏 亦不妄动 闻道 学以智之从 格物入手 正心诚意 未尽道之门 闻于信 而不染于尘 道流心学于世 俗之学不同顾 大损之中 更有大义之妙 顺境感恩 逆境也要感恩 逆来顺受 事不损 其实是得 三 真理在教育 于 若论至理义佛尚无 何的有三 佛陀明白至理义佛尚无 因此透过三心 四相中走上去 至理是绝对 三胜 一切理是相对的 有理说不清 但真理是独一个古今 而不变 求知 理解 而说 了解真理是知解习而已 学道及学理 理出公论 公论自在人心 云 真理无 古今 横直在人心 此心不变明为真 真心无生无老 无病亦无死 真的理事 不二 理不理情 情理不理法 三者和一 即是真理之化身者 平常理及真理 平 常心及真心 无二及一 不妄及真 独一是真理 有二皆是病 修道预知的理不 饶人 还是不足有病物 若与真理事实来抵触 不服 不尊 不敢 执着 不学 都是病 理直气壮 对就是对 包括讲话 讲理不在适当场所 不是诗言 就是诗人 通通都是病也 真理面前就无真值 诗语 文森说真理 烦恼自然清 俗语 与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之感叹 蒙族人约 言是闲的 但对菜调不可少 真理若是苦的 但对未来是有益 天道之变化 地道之兴衰 人道之善恶 日月之仪亏 气数之消长 圣凡之 超费 乃是古经之定理 观探末节之年 天破 地裂 人心加恶 善恶分叛 古 夜 阳光之下因隐藏不住身 真理面前六物占不住脚 自古至今永远不变同样的 水 空气 阳光 万物 及其阴阳对照 是已至实 何来争辩 是因不明真理起 分别心 才不变不明 若是明白真理大道 就不再有迷惑 弃名取信 坦诚面对 事实 心存感恩 接受真理福音来改 四 良知再启发 传奇录中 王阳明提出 自知 格物之宗旨 格物为证物 格除非分之事 知物之 自知即是 自良知 良知本名 知事之非 设物归心 心已载物 格为证 智之旧物 推至无心良知之天理 于意之所及 得事之物 使天下事事物物皆的良知天理之之论 而各得其正 智之至远不让良 知为私欲 知为私欲所建格 不学而自知 不学而自明 全在人人良知之本觉中 良知本觉 是即是 非即非 无法否认的 一者体 二者事用也 亡阳明之四交言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之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至善无恶者为心 有善恶之分别者是意 知其是善是恶者是良知 透过修道 为善去恶是格物 心体之至善 不可因一分善恶 落于善恶入对待之境上 至良 知之学乃是无心良知 对天理之学 天定之性脆然至善 本无善可明 恶物本无 善意不得而有 自信流行者 动而无动 动而动也 这予有无 助于善恶乃 亦动于悟 非是良知心之所发也 五 解语 良知及天理 至善无恶者为心 至良知近乎天理之极 而无一毫人欲之思 无善无恶者理 至极尽 有善有恶士气 之大动 知其待用超越 入对之天理中 王阳明解大学之 至良知三自畏口诀 推至 扩充以达良知之意 无心之良知 不但知事之悲 知善之恶 将良知发扬 扩充到底 本无善恶 是非之对待 又说 至无心良知 知天理于事事悟悟 则事事悟悟 皆得其理 皆得其疑 皆得其正 皆得其诚 律即以调和人计 对社会 层素零 一 前言 领导学之要指 承上其下 既往开来 实现道之宗旨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晚世界位清平 化人心为良善 既世界位大同 自古明训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是一句放诸 四海皆准的立身准则 孔子曰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犹律己推进 道化家庭 社会 成见一片 相和 敬而实现 师尊所辞事 家家离乐院 人人净徒心 二 谨守四物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此次物之条目 是出自于论语 言约 篇第十二 言约问人 于孔子 子曰 克己赋礼为人 一日克己赋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 而由人乎 灾 言约曰 请问其物 子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言约曰 回遂不明 请示思语 礼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基本原则 礼者礼也 非礼物言 非礼即是不合理 不合中庸之道 不合良心本性 非礼物事 物贪看美一色 用佛言 物阅读无一书 虚过律 物思亏他人防 守克力 物好奇 非礼事 免招牵 非礼物事 看空色相 言读真理 涵养内得眼观 经绪明礼修 非礼物听 耳言圣察 恶言多忍 忠言免纳 谄言圣断 教言明行 有各道场大门前天语 是非到此为止 佛号带回去 非礼物听 莫闻邪声 恭纳圣音 得尽深修 耳听圣音 至灵通 非礼物言 借恶口 借妄言 借起语 借两舌 多言感动肺腑 鼓励上进 温暖人心 成全安心的话 善不口也 没有发生的事 不要不说 做不到的事 不要乱说 伤害人的事 不可以说 没有把握的事 谨慎的说 别人的事 小心的说 讨厌的事 对事 不对人说 自己的事 听听自己的心 怎么说 以良心本性为主 立刀割体 窗油合 言语 商人 吃不消 苏格拉底 天语 人两耳 两目 一口 盖玉使 其多见 多闻 而少言语 非礼物言 不出非言 言必众肯 宣扬到义口 宣圣到晚黄澜 非礼物动 物贪取非财 物沾染恶缘 物妄动肝火 物处纪律 子曰 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曾子曰 时目所逝 时手所致 其言辜 借圣自己 降伏其心 非礼物动 处世慎重 合理精进 奸善天下情形度 重负龙华 传道仪式 从献贡礼 道请谈经 立愿礼 点传礼 这四个过程 可以让一个 求道人的身心 进入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的一个客己腹 礼的修持 当下降伏忘心 一心不乱 直下无心 三 守时守信 建立命早物完的观念 宁可等人 不可人等 赴约或上班要预罗时间 以为他应之需 活动预计表 时间 时间不要排满 以免一个物 以下皆顺言 不要轻或轻约 以免寡信 失约或延迟 哲学家康德说 守时守信是最大的礼貌 约会 守时守信是一种尊重 一种信用 在道场 守时守信是一种责任 一种担当 生活守时守信是一种积极态度 四 实践五轮 君臣有意 君使臣以理 臣是君与中 欲世共筹谋 亦立国家心 父子有亲 父教子以辞 子是父以孝 父辞儿子孝 家何万世心 夫妇有别 夫呆妻如有 妻事夫如宾 相亲与相近 情色自和明 长幼有序 胸爱地乙人 地近胸乙里 胸宽地忍让 守足情深长 朋友有幸 待朋友已成 交往守信义 互相提携 情义永不宜 五轮是圣贤路 八德是上天梯 君为挽回天地正气 从整人轮 从整人轮钢肠之正路 正心修身 以立其家代人之本 再加重三轮 夫畅父随 父子自孝 胸有地公 家何万世心培养第二代道 得家庭基础 在职重居城 居进城中 上下空气 事业隆心 出外靠朋友 互相合作 赖信用 五 乘宽 忍让 诚实 诚实 待人之本 巧言令色先 以人 实是处事之方 实实在在 好人缘 唯有诚实 能调和人尽 言行要诚实 感情要诚实 做事要诚实 往来要诚实 宽厚 勿要求过分 勿吹毛求疵 宽恕别人 敦厚出世 忍者待人 各顺乎人情 凡所有事 皆量其长 不苟其短 容人之长 容人之短 容人之功 容人之过 人不合己 是己无量 度量 己不合人 己无能 能力 容忍 被受压迫 唯有一忍 智忍自化 此忍化他 古德云 能忍自安 古德云 世部三思中有悔 性能一忍 永无虑 六忍歌 富贵能忍能保家 贫穷能忍能免辱 父子能忍能慈笑 兄弟能忍能异度 朋友能忍能互助 夫妻能忍能和睦 千让 我虽有理 不宜占尽 我虽有福 与人共享 千功和爱 中的人缘 有位 千悲在人前 所向尽通 傲慢在人前 寸步难行 一经千卦曰 千千君子 悲以字幕 千让之道 为高而心悦下 则仁自清 路后而自迷约 则心自谱 宠圣而思已胜 则为自顾 道宠而自迁退 则得自厚 尘宽忍让 是一种 美德 美德给人感觉欢喜 真诚相处起来 感觉温暖 舒服 和谐 容易清 敬 平易敬人 中的人缘 六 光热即逝 发光发热 光明周渣 温暖人心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老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相机度之已到 同瞻老恩典 行远自耳 灯高自卑 持久以恒 必能发阳光大 发心 佛约 心发则众生可度 愿力则佛道堪成 发菩提心 慈悲心 热心师尊于 修道要有一颗耐烦的心 同理心人同慈心 心同慈礼 师尊于 伴道尽心 尽心即是念念不离老 愿念不离众生 牺牲奉献 光热即逝 七 结语 师尊于 拾起一颗被离忘的佛性 纠正离忘的心灵 珍惜着老的缘 真 习着上帝赐语的真 刻念转情作圣 把语融化于语众生 人生都要学习做人 编辑部 大师有一位徒弟 台大毕业后 到夏威夷读硕士 又到耶鲁读博士 花了好 多年的时间 终于得到博士 非常欢喜 有一天他回来 对大师说 师父 我 现在得到博士学位了 以后要再学习什么呢 大师说 学习人 学习做人 是一辈子的事 没有办法毕业的 人生 不管事事 农工商 各种人等 只要学习就有进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需要学习的是 第一 学习认错 人常常不肯认错 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 认为自己才 是对的 其实不认错就是一个错 认错的对象 可以是父母 朋友 社会大众 佛祖 甚至像儿女或是对我不好 的人认错 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 反而显得你有度量 学习认错是美好的 是 一个大修行 第二 学习柔和 人的牙齿是硬的 舌头是软的 到了人生的最后 牙 齿都掉光了 舌头却不会掉 所以要柔软 人生才能长久 硬反而失亏 心地柔 软了 是修行最大的进步 一般情融 执着的人说 你的心 你的性格很稳 很硬 像钢铁一样 如果我们像禅门说的 调席 调声 调心 慢慢调伏像野马 像猴 子的这颗心 令它柔软 人生才能活得更快乐 更长久 第三 学习生忍 这世间就是忍一口气 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 万事都能消除 忍旧事会处理 会化解 用智慧 能力让大事化小 小事化 五 各位要生活 要生存 要生命 有个人 可以认清世间的好坏 善恶 是非 甚至接受它 第四 学习沟通 缺乏沟通 就会产生是非 争执与误会 现在中国大 陆 香港和台湾 两岸三地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相互了解 相互体谅 相互帮助 大家都是龙胸虎弟 互相争执 不沟通 怎么能和平呢 第五 学习放下 人生像一纸皮箱 需要用的时候提起 不用的时候就 把它放下 因放下的时候 却不放下 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 无法自在 人生的 岁月有限 认错 尊重 包容 才能让人接受 放下 才自在呢 第六 学习感动 我们看到人家的好处 要欢喜 看到好人好事 要能 感动 感动是一个爱心 菩萨心 菩提心 在我几十年的岁月里 有许多事情 语言感动了我 所以我也很努力的 想办法让别人感动 第七 学习生存 为了生存 我要维护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不但对自己 有力 也让朋友 家人放心 所以也是孝亲的行为 好友共勉之 摘自纯阳圣道院记一和圣堂年度学界连移露营活动手册 离佛出尊 活佛师尊慈�视 自己的行为 自己负责 要求别人 自己先要做到 先己则能律人 律己则能福人 量欢则能得人 有德则能拒人 白扬天道的书胜 编辑部 一 前言 白阳天道是应时应运而降 补习要得道修道 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因往 习运未至三期末节 道不传六耳 单传独寿 又要先修而后的 要离开家庭 放舍父母 抛妻离子 弃江山 辞官职 出家谷修土殿 要修至三千公元 八百 过满 才能受祖师的传承 艳云 千里宝明师 万里求口诀 踏破铁邪无密处 真是修之者重 得之者寡 难以灾 而经白阳应运 上天此名 将万古不传的密宝 及道将树民 普渡三朝人鬼 先可先的 而后修人人可得 人人可修 无分种族富贵 贫贱 是农工商各职旗 业 可父子同堂 夫妇同修 妻未衡 子未伴 在家庭 在社会 不影响 个人事业 而先后并行 对国家尽忠 对家庭尽职 把天道带入家庭 成为道德家庭 佛化家庭 真是妙极了 又我们荣幸受明师一指 顿开茅塞 能得亲口守见 广度有缘众生 见功力 果 修心养性 改毛病去习性 断除一切不良的习惯 三师并行 树立良好的品 贸人格 可现世修现世成 只要大家认理为真 认性为我 不受外道假读 假师的 诱惑 而动摇到心道志 改变初衷 应该人人都可成圣佛菩萨 但是应付这些魔 难是要真正认识真理 又要坚定不拔的意志才脱困 师尊老大人与 修道必先明理 不明理焉能修道 必须把真理透彻了物才好 修道半道 二真理的启示 真理就是自信 用真理启发众生 用爱心关怀众生真佛无相 真道无形 金刚金语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悲相 即见如来 正邪真假之道 一眼即可明辨 道之三大特质 无形 无情 无明 所以真道无形 金 假道全色彩 老子曰 大因息生 大相无形 最大的声音是无身 最大的形象是无形 所以要尽畏 身天生 地生万物的道 尽而明理 真修而成就 大 人的意为大 真理的本质即是 空 无 尽 尽 若无 这些就是气象 道本无形 无 言 但要去认识它 孔子说 莫而成之 不是只有无言 还要认识它到底事实 魔 真理不用你花精神去分析 判断它 是执取 执修 执政的 道不是信仰 不 是给人膜拜的 它是完全为了 自觉 真理在你心中 悲观人是 组织 经典 因此是自修 自证 自悟的 三 理天是什么 老旧是宇宙的信海 如同一桶水 倒入大海 水就是大海 顿路无声 及诸法 深入我性 不知道 是什么 理天 是什么 那修道做什么 理天不是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吗 有将来一定会无 理天是当下清静自在即是 理天是我所不在的 不是说在那里 或是有一个定点 若在那里 即不是也 不是在一个时间 空间的交会点里 理天是心有灵犀 一点通 那里就是理天 处处皆是理天 理天是纯理之天 完全没有人心 超越对待 而不思善 不思恶 绝对之人体 所以不能说理天在 那里 理天是真理之天 信天心灵之天 远在天边 尽在眼前 四 道是什么 道是平常性的 经常性的 无论生或死皆是一样 是在日常生活中 以及在二六 十 中 中庸于 道也者不可虚于难也 道是平淡 平常道让人没有感觉到 他的存在却是主宰于全身 例如呼吸 心 跳 身体各部机能的运转 从日常生活中慢慢去体会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老子说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常而不载 是为玄德 今天我们大家都被明了真理 都是拥有仗势 主宰 真是缺德无德了 道不是用研究而成就的 他是观照行生以后所获得的 拟洁净力量或拿金 点讯文显化去研究 那永远跟道被道而实 圣人仰官复查了知宇宙天地运行的法则 将自己的心境提升到这个法则上 来与道合一 参赞天地之化欲 就与上帝同在了 永恒的生命就得以成就 天不言 地不语 吉人将道传 只要决心现前 任何人都可传 都可说 先 肯定自己的决心 先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才可能引导别人 道是自己去自证的 别人一点也帮不上忙 如果研究经典就可以知道的话 那去神学院 佛学院不就好了吗 那么辛苦做什么 古德云 说时不保 化碧烟 能冲击 面临生死 关键时刻 一切自然分享 五 修到做什么 真理极是一切 要尽最大力量 取融入即可成就 便已未放映前 故故是白的 眼闭也是白的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无得来 无得去 何挂爱之友 存天理就能理天存 天理对良心 理天是良心具体显现的地方 良心不安 不能入云端 宇宙的真理就是自然的法则 也就是因果律 拟起了三毒 七情 六欲 就是违背了自然法则 苦难就开始了 天理是绝对的 没有痕迹人情 是相对的 会显露出来 故觉者用力与你交往 解脱并非有一个解脱箱 而是在乐缘 乐心 乐愿 即是了结还故乡 自我意识阿赖耶时主宰一切 超越了他就能明心见性 所以要接近大善 知识 他能化导见性 要不然就像受困的虎头锋 不接受引导还会是人 众生自我意识太强 不受教 受困于三界 如同虎头锋一般 真理是让你割舍不掉的 既然跟着你深深逝世 你就让他成就 世俗的意愿就是在告诉你 离开真理以后所产生的痛苦八苦 与其痛苦 不断 倒不如赶快回侯氏案 重新回归真理 正觉的彼岸 将真理长存在心中 就是永远保障最好的保险 有真理的人 真修实恋的人 才能劫后余生 等你在受苦的时候 就需要靠 真理的话来安慰你孤寂的心 以真理来相服 不可用人情来牵缠 为真理辩护 为道不法 就是上帝的盾牌 要福音从真理而行 以服务为天 只要实力特行在真理之下 毅力不遥 同在一起时刻不灵 六 结语 把自己交给上帝 就是无谓 把真理融入心中付诸行动 尽心就好 这才是无谓而为 自己本身即是宇宙的缩影 是上帝的一部分 上帝的一切 聚足在你身上 此乃最大的显化 真理一定要融入心性 才是真 否则一切都是假 佛规理解是从真理延伸出来的 所以孔子才说不知理无一律 上帝是善待一切 你的一切过程 他都适应你 顾在一切安排中 勿态计较 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学艺心得 刘家信 在一次因缘祭会中 到场前辈陈永宏讲师 邀请后学一同参言一经 后学心想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便于请示点传师 得其因缘后 开始了后学一年多的学艺 旅程 当中经历为15个月的初级班 与8个月的中级班 于结业时 痛休之间互相 交流学艺心得 后学才输学浅 不知从何下笔 正想从整桌参考资料中 寻找灵感 十 看到树文天人和一般的先佛圣训 内容文笔卷有意义深远 后学心想 自信同出一处 先佛能够批出一篇篇起敌人心的训文 那么自己是否也能做到 由既去年11月2日至11月6日的泰国天人和一般 哪集先佛要我们做到 天人一并 人鬼一并 人我一并 于是后学鼓起勇气 试着以胜训的模式写下学艺心得 但是后学开始动笔后 才发现这不是容易的事 初级班的心得虽然只有短短 四十个字 却也是后学想好几天的成果 因而后学由衷更加钦佩先佛的超然智慧 语无穷法力 在灵坛的一 二个小时里 能够一边批训 一边施法 深深感化在 厂得美丽的人 后学也激励自己要勤家学习 更进一步以六十四挂挂名作了 一首诗 作为终极班的结业心得 用字潜词或许不够精准 思考方向可能也有偏 差 但后学仅以此份桌座 作为抛砖引玉之用 勉励各位浅贤大德共同参研三教经 免与先佛胜训 进而以出自信中无尽的智慧宝藏 以作为大方诸道的资粮 一经初级班结业心得 学而是学天五十在中间 一理万五经万法收一心 能遇大道传当思报天权 善用此一生借贾修贵 另类妈妈 编辑部 西宴说上帝无法照顾每一个孩子 所以创造了母亲 但有许多母亲因主客 观音速无法发挥母爱 克敬母职 所以有了另类妈妈 古人给母亲的定义是生我 育我 养我 居我 另类妈妈在某个过程中 或许没有参与 也或许没有血缘 但另类妈妈对孩子的爱不打折 对孩子的关心 不打样 他们的徐劳与母亲无分宣制 另类妈妈 许是慈善团体的义工 也许是安养院的工作人员 也许是继养家 亭的主妇 也许是任养家庭的女主人 也许是慈善人家 也许是爱心妈妈 也许只是古道热肠 也许是妇人之人 他们有时无名 他们始终不渝 他们不求回报 他们忠心耿耿 扮演母亲角色 守护着需要照顾的孩子 另类妈妈每个角落随时可见 他们不照样 他们不惹眼 他们细心温柔 他们有坚持 有毅力 他们为孩子牵肠挂肚 魂牵梦系 感人的篇章竞逐难书 动人的诗篇写也写不完 有钱人家养一群孩子没问题 小康人家养个孩子都不容易 很多另类妈妈都 来自社会底层 有的摆摊 有的帮拥 有的拾荒 他们要为生活忙碌 为生祭奔 波照顾自己的家庭之余 还要照顾别人的孩子 劳心劳力 辛苦难以形容 但他们却乐此不疲 甘之如意 怎不叫人动容 曾言 摘自年东令大专 即高专成掌印 道学用语词汇 礼仪章 二十步 小城之分派 共有二十 即上座步 大众步 一说步 说出事步 即隐 步 多文步 说假步 至多山步 西山驻步 北山驻步 雪山步 说一切有步 独子步 法上步 弦咒步 正亮步 密林山步 画得步 影光步 金亮步 二十五神 受持五界的人 时常都有十五位 为善神步其身 二十五有 由因故而有果报身 故果一名为有 三界的果法 分为二十五类 名二十五有 其中御界十四有 即四恶去四中六御天 色界七有 即四禅天为四 有令大半天五近居天五 抢天为三有 无色界四有 即四空处 二十八天 三界共有二十八天 即御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无色界四天 御界 六天是四王天 刀利天 燕摩天 兜律天 画乐天 他画自在天 色界十八天 分 唯四禅 初禅是 半仲天 半辅天 大半天 二禅是 少光天 无量光天 光阴天 三禅是 少静天 无量静天 静天 四禅是 无云天 浮身天 广阔天 无 想天 无凡天 无热天 善见天 善见天 色旧静天 其中无凡天 以后至色旧静 天又名为 五静君天 无色界四天 是空无边触天 时无边触天 无所有触天 非想 非非想触天 在此三界二十八天中 只有律界的四王天 与刀立天 因依须与山的 地界而居 故称的居天 燕摩天以上 都是凌空而处 故名空居天 二十八品 明树 法华经 一部有二十八品 经论之篇 张位之品 二百五十界 比丘的巨足界 分八段 即四波罗仪 十三僧残 二不定 三十 舍舵 九十单舵 四悔过法 一百中学 七叶正法 二我见 人我见 女法我见 人我见 是凡夫们 不明白五欲假合的道理 对于自己 的身心妄 只有一实在的 我体的邪见 法我见 是凡夫们 不明白诸法 缘其信空的道理 对于诸法妄 只有其实在的 体用的邪见 二我直 人我直 与法我直 与二我见 同意 二般若 共般若 与不共般若 共般若是天台宗所说的通教 对身文原觉菩萨 三圣而说 亦为三圣所共同修正 顾名共般若 不共般若是天台宗所说的别原二 教 只对别原之二菩萨说 不共于身文原觉二小成 顾名不共般若 实相般若 实相般若 与观照般若 实相般若就是推荐心性 测证实相的智慧 观照般若就是观照实相 的智慧 二是 又名二斜持 或两是 即在佛左右协助红法的人 阿弥陀佛的两 世事观世音与大事智二菩萨 阿弥陀佛的两世事事日光与月光二菩萨 释迦佛的两世事文书与普贤二菩萨 二烦恼 根本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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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贪甜吃饭 一二贱等六种大烦恼 因为 是一切烦恼 生起的根本 顾名根本烦恼 随烦恼 即奋恨 腹等二十种小烦恼 因为 是随逐六种根本烦恼 而生起的之末烦恼 顾名随烦恼 二解脱 会解脱与心解脱 会解脱是说智慧 能使人脱离一切的烦恼 最终 正悟不生不灭的盘 心解脱是说心 时能使人脱离一切的定障 而得进入于灭境 定 性静解脱与障静解脱 性静解脱是众生的本性清静 没有细腹染污的香 障静解脱是众生的本性 性虽然清静 但是由于无始以来的烦恼 不能显现本性已经 把过障断除 而得解脱自在 二印身 圣印身与列印身 圣印身是佛非常殊胜的印化身 是佛印出的以上的 菩萨而视线的一种印化身 是凡夫而视线的一种印化身 二归戒 归依佛宝与森宝的戒法 二无忌 有负无忌 有负无忌 有负无忌是极其微弱的或障 以负责圣道 但故 是照感苦果的恶性 无负无忌是离或障的无忌法 无忌是体性微弱到无善恶可敬 的意思 二无常 念念无常与相续无常 念念无常是说 一切有位法都是念念生业而不停 住相续与常是说 相续之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终还是要归于幻灭 如人 命的死亡及灯火的熄灭 二无我 人无我与法无我 人无我是了解无欲假和何之意 知道人无常依的我 体可得 法无我是了解诸法因缘生之意 知道诸法皆无实在的体用 二无我智 正悟人无我与法无我的智慧 二种爱 贪爱与性爱 贪爱是一种有染污的爱 如爱欺负是性爱是一种无染 污的爱如爱失掌等 二种病生病与心病 生病是人生上所发生的种种病 心病是人们心灵 上所发生的种种病态 二种失财师是以财物去救济疾病贫苦的人 法师是以自己所闻 知的佛法去向人眼说 二种症 二种症 四地症与超越症 这是声闻成杭人症悟四果的两种情形 四地症又名 四地断就是由出火起 四地的断除烦恼 四地的症悟四果阿罗汉 超越症又名 超越段即不经过出火乃至三果 一下子变证悟四果阿罗汉 二种症 坐痴症与止痴症 见二痴条 初世间症与世间症 初世间症即杀 明的十症即比丘尼的巨族症 世间症即幽伯赛 在与幽伯赢的五戒与八戒 性戒与 遮戒 见二戒条 道共戒与定共戒 见二戒条 性众戒与习世间症 性众 戒者即杀 道 因 妄 因此四者自信是极重的罪 故云信众 习世基贤戒是 饮酒以下的一切戒律 佛大即为了习世人的基贤 所以特别制定 及一切的遮戒 是 随相戒与离相戒 随相戒之随即随顺 相即行相 随顺如来之教 而献染 依出家起之自活之相 故名随相戒 离相戒之离即远离 持戒的人 心我所者 则一切的戒相 犹如虚空 冷磨十戒的相 故名离相戒 二种比丘 多文比丘与寡前比丘 多文比丘是指文诵经典虽多 但是很少修行的 比丘寡前比丘是指读诵经典虽少 但是很注重修行的比丘 二种三宝 自信三宝与别相三宝 佛法僧三宝在自己的心性上现出来 叫做自 信三时 佛法僧三宝有个别的形相 如佛有法报应三身的分别 叫做别相三宝 自信三宝试体 别相三宝试用 二种身文 与法身文与不与法身文 鉴与法条 二种出家 身出家与心出家 身出家者 如小成的与丘及大成的菩萨僧而心 出家者 如大成的菩萨居士 推动 读经 营造讲和社会 周茂年前人 各位道清 当我们面对各媒体 对当今社会乱象的报道时 内心有没有感到精 心动魄 当今社会在强调物质科技潮流的冲击下 激起了人们物欲横流 人心灵 诗 人们在虚拟的世界寻求刺激与快感 忘却自己的良心本性与社会道德 所出 许多破坏社会的事情 也埋葬了许多无辜的青春生命 致使社会一片混乱 家庭 失去了伦理孝道千奇百怪的乱象层出不穷 我们在媒体上是不是常常可以看到 有些家庭出现负不负 子不子 七不七的乱象呢 想一想 我们真的可以将 我们本有的伦理道德全抛弃不要吗 观此时代的大变化 为挽回中华部有文化 连续中国之部有文理道德 同时 响应政府对心灵改革 进化人心 我们应该积极推展如今 以加强传统文化的渣 跟教育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道场中之根 培育儿童读经风气 世纪网 开来的传承 亦附有传承道德文化的实力 研读背诵经典 能在小小的心灵中培 执经文 诗词根谣 吸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 使人人能透过读经名伦常之礼仪 效父母 并培养出高尚的人格品德 所以希望大家抱有前瞻性的眼光 大人 小孩共同来努力推动读经营 造书乡家庭 促进社会的祥和 把我们固有的文理道德文化 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永续不断 并培育出国家及道场 未来的动良与良才 期盼能在献效父母和 相邻敦品重礼的祥和社会 我们一同来读经 黄丛辉 神圆山一和圣堂为了 发扬中国富有文化 古武勤学读书风气 培养到亲父儿 好礼 爱人爱己知情操 营造书乡之社会 达到清清松 宗欲人欲才 确确实实成 人成才之理念 推动读经教育 并且为了延续中华文化命脉 落实文化深层扎根 教育 启发儿童无穷潜能 推动亲子读经风气 维护书香世家 倡导全面读经 比义传承圣贤智慧的精髓 及一贯圣道 在年月日七点三十分AM 十二点三十分PM 举办第三届 大状元读经会考 报名总人数于人 其中留家姓前贤 照片一 获得本届最多科 树状元 树状元 购取得 论语上 论语中 大学 中庸 老子 朱子 至加格言 义经 细语 义经三传 百孝经三字经 桃园明圣经十一科状元 在年月日七点三十分AM 十二点三十分PM 举办第四届小状元 读经会考 报名总人数于人 其中里屈华小朋友 照片二 获得本届最多科数状元 购取得 论语上 论语中 论语下 大学 中庸 老子 孝经 金刚经 唐诗五言古诗 孟子上 孟子中 孟子下 朱子 至加格 言 弟子归 桃园明圣经 弥勒真经 清静经 百孝经十八科状元 目前我们亦 和圣堂分部在台湾各的的 读经教室 共余间 投入诗资 打百余人 经过这四年来的 推动 除了在读经教室 读经之外 渐渐的 读经已经成为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流 加息前 全力用每晚睡前 或早上起床时读经 离去划小朋友 从小在父母的陪伴下 随时可读经 随处可读经 每天读经两小时 有一位老前年 在与别人闲聊时吧 读送起来的经典文具 拿来当作话题 感觉说话更有内容 更有深度 不再只是打 发时间而已 还有一位昏到前前 平常有很多的烦恼 透过读经 把烦恼完全抛 到九霄云外 读经的感觉很好 读经的好处很多 口而诵心而为 潮于思 细于思 当您听到 朗朗的读经时 您是否感觉 我与经典同在 我与圣贤同行 欢迎您加入 我们读经的行列 更欢迎您来参加 一和圣堂大 小状元读经会考 读经会考科目如下 必考科目 小状元 道之宗旨 礼遇大同天 心经 佛规条 年开始起用 大状元 道之宗旨 礼遇大同天 心经 佛规条 年开始起用 必考如通过者 不得考选考 选考科目 论语 大学 中庸 老子 诗经 孝经 金刚经 唐诗三百首 孟子 朱子 至加格言 六祖谈经 义经 义经四传 弟子规 三字经 百家信 千字文 庄 子 了凡四序 正道歌 皇母序 子十戒 父母恩 仲南报经 太上感应篇 桃园 名 圣经 百孝经 弥勒真经 清静经 大小状元读经会考告名联络人 黄崇 黄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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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23010028i student.niceu.edu.tw 手机0913762720 义和盛堂活动概况 编后五 一 活动预告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年东令传登仪 月日冬季班及长青班 月日年终悔过班 年元月日年终悔过班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年终悔过班 花莲 月日年终悔过班 台北 二 活动概况 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中秋节举办特别节目班 八奖牌给亲口 四年以上者人外另有余性节目 四年以上者前道人 坤道人供人 四十年以上者前道人 坤道人供人 五十年以上者前道人 坤道人供人 月日举办青上人财在教育 月日举办大状元读经会考 必考科目五科外通过的选考科目数 有人通过会考 六科以上者有人 名单一下 林妙会 女 孔于琪 女 吕国章 男 吴俊贤 女 吴玉峰 男 吴金化 女 陈亚新 女 陈永红 男 吴慧如 女 江志如 女 黄慧敬 女 陈建宏 男 刘嘉信 女 如图一 月日小状元读经会考 必考科目四科外道过的选考科目数 有人通过会考 十 科以上者有人 名单 名单如下 于品学 女 谢明山 女 于品化 女 赖敬 女 男 证明 赫敬 女 李 医师 女 李 屈华 男 参阅 图二 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举办国语启会班 编后语 编辑部 泰国四球孔梦中道院和仙孤灵谈慈事 无人入红尘就忘掉灵性是真肉体是甲 迷失自信 而今求真道的真传 借甲修真 认理归真 早觉回天路 反顾家乡 认 并提示良药益铁保证一身负病 三宝两性根一钱 八德通心花二钱 六位 消毒草三钱 十月宝气夜四钱 我们修道适应早日实践 南极先锋义慈事 无人入室后失去了智慧 回光返照独道本来念慕导致忘掉 使命 秋道是应认理归真 使能赴龙华会恢复永恒的幸福 泰国孔梦中道院举办三天法会中 于十月八日清派辅方县万养村受到土石流 浩劫 死亡五人 重伤六人 房屋全道与半道共一百十六户 其灾恶不算小 孔梦中道院慈善基金会顾问团主席刘鼎祥 及副主席后友文两位率领到轻易行驶 庶民前往慈善基金会顾问 庶民前往慈善基金会顾问 各人的 各人生死 各人求 世明确提醒 候学要好好 修半道 使能这事修这事成 总会往理事常鼓励我们各位道心 既然得到精灵师意志 必能认清与身具 有的自信 可依信礼真传 回乡绝路为目标 全力以赴 早日修成正果回乡念 以托六道轮回之苦 周前人在谈主人才训练中开示 天道的尊慧 天命的尊严 天理的真确 天值得神圣 不可不休 又开示谈主人才应负责任 乘上旗下 尊师重道 全力以赴 未修半道尽职守 周一上经三十卦 一宫一卦者有六 即前 神 仪 大过 坎即明卦等 其 于十二宫是一宫两卦 其阐述天道 地道即人道 其中以前 坤 师 太 同仁 大有极千卦等 教家 不万夫判断人 事 物 等 处之两卯 并有鼓励凡人修道 知重要性 中义下经萨四卦 只有中福及小货两卦为一宫一卦 其余十六宫为一宫两卦 其中以静 家人 姐 义 生 格 领 队 幻 节 中福及记记等卦教家 同样论及人 事 物之两卯 也是无人修道士不可不研究知学问也 在绝经中班是民国年和老前人 因心意到场迅速发展 逐渐浮出受考因子 生怕后学偏离正道 功亏一联而举办了在绝经中班 聚与提供道学在充实 真 理在教育 良智 天理 在启发 以其正本清源 挽救为基 是老前人红慈在世 当职机给予我们耳提念命 尊尊教会 适合老前人对我们后学无止息的爱之表现 我们修道人要预计以调和人计 从谨守四物 守时守信 实践五轮 戒以实 现道之宗指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推及道画家庭 进而普度众生进化人心 带着 迷惘心灵的九六佛子 以赤子之心还乡便是一贯道清之重大使命 古时后科举时代考状元以政治文化为主 而经科学时代知识爆发时代 社会进步 人类人类的寿命与幸福全要依赖科学之研发成就 而且艺人所学专长有限 必须分工合作 所以现代学府都注重于服务社会的专长 可是服务社会仍然有人 是问题要解决 而经个人均专心于求取专业之专长 以致于做人的道理往往被忽略 本篇主角虽然取得博士学位 但是大师仍然要他学习做人 值得无 人生思效法 经逢三期末节年 道富传六尔 古习时都要先修而后的 而且要出家抛七里 自翻山月岭独入深山 千里仿明师万里求口诀 苦修苦练修至三千公元 八百果 满才能受祖师的传承 而今白羊应遇上天此里将万古不传的密宝 及天道降于火 宅 普渡三朝并且可先的而后修 人人可修可得 不分种族 贫贱富贵 是农工 商各职其业 可以父子同堂 夫妇同修 这事修这事成 此乃天道之殊胜所在 事丰日下 人心不古 可是由于各宗教团体的极力推广 爱心后 多多少少有 先成就 如义公妈妈即是 发挥伟大的母爱 只问根于不问收获 不分种族贫 不分种族贫 有慈悲 心之义公妈妈们 只有付出乐此不疲 甘之如疑 真令人敬佩 妥值 得世人效法 祝印大德方明录 年月 一 现今部分 李哲人二五本 李章远二五本 陈慧美一本 王继经五本 王志明一五本 福贵人士七五本 杨仙汉一本 廖士豪一本 江青慧一本 施荣能六本 福贵人士五本 福贵人士国安五本 李嘉修二五本 李嘉宇二五本 曾月梅二五本 谢敬之一本 福贵人士五本 福贵人士五本 9.大门之文化传承 一和盛堂采于北市宫殿建筑为主体 为白羊 应运之时代背景做搭配 即宫殿寺庙及三合 愿大楼于一身 是建筑史上的一大创新 物史空 尖淋漓尽致以发挥多元文化的使用空间 而现在 所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大门文化 大门之才 直系采用拥有三千年的高树林之红木 而此刻 红木是原直径达三公尺之大 此刻巨大红木 巨开后刚好适用于一楼及三楼之十二片大门片 每片拥有两千公斤之重量 若以材质而言实数 难能可贵 大门之文化彩 以树林式之五福林门卫造型 一 象征大道普传树林应运 所以门片以平华面为主 不装以云灯 如以九九八一颗之云灯来讲 只配用 于皇帝殿 而仅次于皇帝殿的就算孔庙与古庙 的七十二颗了 而宫侯之宅地又按其爵位而定 因此 大门又结合宫殿 寺庙 民间之文化背景 宫殿文化指着是中门九龙至尊 左右门各位 五龙至贵 代表着到与圣王之尊贵 习俗又云 中门乃主人及家兵出入之门 自信佛当家作主 亦遇着每一凡夫俗子若能登堂入世入龙门 入 圣门皆可以不登天行大御 龙门又辟欲为理 于月龙门 幼如众生得此家园可修成佛菩萨 更如凡夫想会变成圣贤 谈何容易 因此亦和胜 唐把一般似要所采用之门槛挪开 无门槛已逝自 古已来入佛门圣南 门槛高高利落要入佛门需要 有礼貌低心下气 以示思时佛门大开只要有 缘分有诚心皆可入道门而无障碍 今天到不度 有缘者均能入道门入圣门 只要有诚心佛门大大 开有缘快快来 大门之宽度采于九尺九寸九分未准 未满一丈 留一线生机 亦遇着人不可自满 自高自大牵手 亦满朝损 谦虚是亦美德 有道是退一步海阔 天空让三分合等自在 大门的门环 承带着古福灵门 支点故隐人生 思发人申请 门环三合一之文化内含义中央位公 亭四庙文化 狮子头代表者为官之权贵 治理一方 独霸一方 不可侵犯 辟邪 正煞 保平安 吉祥 二道家与圣人之意理文化 八卦乃调理天地 阴阳 调和 天地贵和 天地不可依日 无灵气 人不可依日 无和气 喜神 三书经之内涵 又于民间文化 罪 外围五之蝙蝠 一般称为五福灵门 五福为义 长寿二富贵三康明四品德 友好的五考忠命 可从命 亦长寿人生于世间上 最重要的就是生命肉身 俗语 留的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人就是拥有再多 的权威名利 富贵 如果没有长寿的生命就没有办 法去享受所拥有的一切 二富贵 幻异角度来看 若只是空有长寿 的肉身 没有富贵的财富 不以其道德之不处也 人生的意义必定是狭隘 有限的 因此 拥有富贵与长寿的福报 是相得益彰的 是 无庸置疑的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不处也 因为身体健康 智慧心灵 宁静 是关系着一个人 现在与未来的真实意义 成就之重要的一环 成就肉身菩萨的慧能祖师 在谈经就与众心尝着为大众开示 一灯能除 千年案 一致能破万年余 将智慧辟欲为 明灯 能照耀人生旅途不使人生余造罪当中而 有所遗憾 四品德 优好的 品德就是每个人的品 行人格 举凡一个人的成就与否 端看每个人 德内德是否圆满 光明而定 因此孔子将大学 知三纲领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放位首要 纲领 与伦语为正 偏子约为正以德 譬如北城 居其所而众心拱之 由此看来品德之重要可见 一般 五考终命 可从命 抑郁者受终正寝 在民间 在民间 其俗的讲法 人只要不活过六十岁 不管是 意外死亡或者是生病种种死亡都叫做 飘兽 那活过六十岁 虽是未根七十岁以上之中寿 或八十岁之上寿 大寿 也叫做上寿 因此如要做生日的庆祝 未根上寿不敢做八十大寿 大生日庆祝 能寿中正寝算是人在生老病死的正常归宿 传统之三合院的大门 就在五福灵门的门 环旁都贴上门神的画像 并加上加关 进入的词 句 已显示种种福报之重要 习俗又流传着 人要来世间出世 投胎转世 务必要去摸教大福 的门环 这正意味着要找到有福报的家门 极大门户就是有道可得之门户 才不往的人生 来人间走一回自古以来 所有的圣佛菩萨都是 借由的人生来世间得到 修到才成就天上人间的 果位 义和圣堂借由大门之文化的 典故五福灵门 得到以下 使有愿佛子能有机缘 仁人此龙门者 皆能同瞻上天之恩典的文字道 以解脱力解语 来得生死苦海轮回而同真正位 经典被送专栏编辑部 避考科目四 清静经 老君曰大道无形身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大道无名长亿万物 无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得浊天动 得静难清女浊难动女静降本流墨而生万物 清者浊之缘动者静之机人能常清静天地兮皆归 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千知 常能浅其欲而心自尽成其心而神自清自然 六欲不生三毒消灭 所以不能者为心为尘欲为浅也 能浅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行行无其行 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为见于空 观空亦空空我所空所空既无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 湛然常既既我所既欲其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 真常应物真常的性常应常静常清静 如此清静见入真道记入真道明为得道 虽明得道时如所得为化众生明为得道能物之者可传圣道 老君约上是无真下是好真上德不得下得值得 执着之者不明道的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 既有妄心即经其神即经其神即者万物 既生贪求既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 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着辱流浪生死长成苦海有失真道 真常知道悟者自得的悟道者常清静你 成前人的话有你就让人讲了悟 有你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 常挂在口边的话 但现实的社会往往不是如此 有太多在上位之人为高权重认为自己所决定之事就一定对 部署有不同之意见往往碍于面子不予尊重而造成 损失 有些企业之老板年轻时摆手起家凭自己的苦干 奋斗出一番局面 但应太在意自己的成就 常自以为是 对于属下缘之所提之建议未能采纳 故此企业之发展 到一个程度就停滞 甚至受到淘汰 现今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许多事情都要分工合作 分工越细 效率越好 成就越大 在各种专业领域就要有各种专业 人才 因此目前之企业团体 居注重由专专业经理人来经营 管理 企业才能朝永续经营的方向持续发展 现今之道场 不像以往之修道 只注重个人之修位及 可 因社会的文明进步 道物之推动 要跟得上时代之脉 动意味多元化 除了道本身的传承外 很多相关的事 如人文的关怀 工艺的推展 实、衣、柱、行等等 均需 有经验有专业的人才来管理与执行 才能圆满达成 成前人见为之柱 有独道之眼光 早在数十年前 到物上属单纯之时 就已欲见到物红展之后 不在视频者上 数在上位者之意见决定 就可顺利推动 因此就常讲 有理 就让人讲 来勉励各位 点传师、讲师及谈主人才 要多听 不同的声音 多尊重后学所提不同之意见 及思广义 不 要刚毕自用 才不至于误了道路的发展 让宝贵的 道 能传遍万国九州 历代祖师介绍 七 第六代祖师地库王子 第六代祖师地库 库义座 租 租 高兴士 为宣元皇帝之曾孙 明 年十五 辅佐专须 受宫于心 后代专须王天下 号高兴士 建都豪 此为西豪 在京河南省宴 失陷 帝库是专须的职儿高兴生下来 变神奇灵异 会说自己的名字 帝库的甲骨文座 画了鸟头 由其间形鸟嘴 虽有复杂 简单的不同 还是一幅鸟头人身的形象 这是鸟图腾团的足珍 孙座云说句 九 是鸟儿 为一种形似凤凰的神鸟 也就是黄黄之属 而帝库生下来就很神 亦自言其名曰 另外号高兴 兴为凤字的神鸟 甲骨文的凤字字头位 象征凤官 也就是立定的兴 神话中 帝俊常与凤鸟相连 而帝库也与凤黄相 官 这是东方鸟族的上帝 也就是凤屠层团的最高上帝 念七岁及地位后 顾国强名副 天下万名对于这位仁军 一致俸福 太平盛世的局面共为 持了近八十年 活到一百零五岁时归空 帝库 画百姓最成功的便是以乐教民 他拥有第一流的作曲家 乐师 贤黑为他编了九招六列天音等一奉一俗的心 相互乐 又有名乐公有罪指导百姓制作古中庆灵管等乐 气使乐更富节奏 故全国贤歌不错处处有道气 更难得的是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 如后记贵州的始祖 气贵商的始祖 帝涅帝瑶君是开创中华文化的先锋 而这些圣者都是帝库的后代 就应有了这几位智者 绝者的碧露蓝绿 方使我们后代子孙有调平坦的大道 足以遵循万进 理事长佳言 天人欢腾欣喜庆贺王昆德 边岸本文为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王理事长于日本一贯道总会成立大中贺词全文 大会主帝国一贯道总会 大会主席口理事长山下律书长台湾立临的各位点传师日本当地各位点传师 各位华为贵宾各位一贯道总会 各位一贯道总会成立的殊胜日子 在此仅仅仅forest If not 与中华民国同视东方文化的现今日本 有着高度的文明与发展 是世界民主国家的两率 不论经济、教育、政治等等各方面都突飞猛进 而越深为世界大国之灵 这实在是 要归功于儒家文化思想的大力推展 使得不论国家、社会、家庭、企业、人与人之间上下佐 又都能维持和谐良好的关系 让日本得以迅速修复 在稳定中不断的成长进步 尤其增添 大道传到日本几十年来 不但是让日本人认识了孔孟儒家文化 更在无情中对其有着一股安 定社会人心的无比力量与作用 在此也要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 向开荒日本被极艰心 深奉献无怨无悔的所有前人 点传师浅浅同修至上最高的敬意 您们辛苦了 您们的饮 不易脚印将永远烙印在每一个日本道清的心底 永远流传在白羊道史上 相信大家知道 一贯道的宗旨是 敬天地 李神明 爱国忠士 敦品崇礼 孝父母 众师尊 信朋友 何相邻 感恶向善 讲明武伦巴德 产发武教圣人之傲指 克尊四为刚常 知古力 喜心狄律 借甲修真 恢复本性之自然 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 以利利人 以达达 人 晚世界为清平 化人心为良善 即世界为大同 从道的宗旨里面 可以清楚的明白 一贯道随顺真 如复心的时代因缘 以发扬如家文 化 伦理刚常为主要精神 希望达到均匀成中 父子自孝 夫唱父随 胸有地公 朋友成 信 使人与人之间 都能礼让相处 社会能够和谐 国家能够安定 进而促使世界真正的和平 能够早日实现 这是人世间普遍永恒 颠仆不破的真理 也是一贯到全体到亲所共同努力的 愿力和终极的目标 其以缘成弥勒祖师师尊师母三草普渡收缘的神圣使命 儒家至圣仙师孔子说 朝文道 细死可疑 亚圣孟子也说 天下密 缘之一道 可见道之尊 德之贵 在白羊三草普渡时期 能得御名师 求得大道 进而修半道 行功力 得 可说是非常不容易 希望大家要能好好珍惜这个殊胜的姻缘 如今大道已传雇几十个国 加 今天在此庆贺 日本一贯到总会 的成立 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贯到已走入国际化 受到国际社会以及世界各宗教的互相尊重与肯定 更寄望全体道亲不分彼此 合作无间 续到两九州四海 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都能沐浴在天恩施德之下的理想目标而够 同努力 最后 日本国家的昌盛繁荣 社会安定及经济繁荣 也是一贯到总会会晤发展所 期许 愉快地修到生活 同时祈求身心也皆健康 以上 诚挚的由衷祝福及感谢 自一贯到总会会训181期转载 修记 度人 旧事章培成 边岸 本文为一贯到世界总会张李氏长鱼 日本一贯到总会 成立大会中贺词全文 夫一贯到乃是先生先贤 卖卖相传的真理大道 亦是人生中必须依循的一条光明大道 中庸 云 大道者 不可须于离开也 故知大道为人 人必游之路 如火车载 鬼 轮船在水 如果火车离鬼 轮船离水 必显向还生 同样的道理人 若离开道 再设会位 法律的制裁 将来百年则坠入四身六道的轮回 生死不休 所以孔子才说 朝文道 细死 可 又说 谁能初步由故 和莫由思道也 可见到与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只可 其事人将他置之度外 今天是日本一贯道总会 成立之日 很恭喜大家 能将一贯道的真理谱传给有缘者 说起一贯道的宗旨和当时明治念三年十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针对教育维新所颁布的教育 与内容是不谋而合 都为救治人心 振兴古道 让世间成为孝父母 众师道 信朋友 和 相邻 爱国中士 敦品 丛领 人人行钢肠 各个守道德的大和 大同世界 最后愿祈求明明上帝赐福大家 和家平安 圣凡无益 大会圆满成功 道物红展 自一贯道总会会训181期转载 一经研究 9 第九节 六十四卦方圆像术图及其应用 一 圆方圖的真理 一 内方外圆的含义 二 圆方圖与圣外王 三 圆方圖与内外圆明 二 圆方圖与先天八卦 一天圆代表 地方代表境 二 四 正卦互动 体验 三 圆方圖与圆会运势 十一圆等于129 600年等于12会 二十一会等于10800年等于30运 三十一运等于360年等于12世 四十一大圆运等于2160年 五十一大圆运等于2160年 六十一中圆运等于360年 七十一小圆运等于60年 四 圆方圆运等于207年 四 圆方圖与人生 127年 首 圆运等于小了圆运等于2012年 690年 圆运等于690年 四 圆运等于390年 祭功活佛曰 多用心念去回向世界中 此时由未得度的苦难众生 为他们祈祷能找御善因缘 而得以修道成道或祝福 他们纵不能于今生今世的度 也期望能在下议员会 能得到成道的苦 第十节龙马富途与何图歌 一、圣人的诞生与圣道的彩阳 一、圣人的诞生华西世 七佛至世三佛收缘 南方至爱佛六千年 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一万零八百年卯会 东方甲三佛三千七百二十年 西方有常佛七千零八十年一万零八百年成会 西北方荣古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 东南方龙也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一万零八百年一会 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 西南方福西世代表五百年 西南方然登佛一五零零年 西南方如来佛三千五百年一万零八百年五会 弥勒佛一万零八百年一会 参考字 成中 二圣道的启示与心法 福西圣人一化开天 道教 修心练性 抱援手一 感应 佛教 明心见性 万法归一 慈悲 儒教 存心养性 直中冠一 中数 耶教 洗心疑性 莫道清一 博爱 回教 坚心定性 清真反一 清真 二 合图的出现 五合图歌 一龙马富图 二龙马富图的含义 龙头 龙 灵 能 乾龙 悟用 剑龙 在天 替龙 月龙 飞龙 抗龙 剑群龙首 十成六龙 以御天 马身 代表我们人的身 心康态 马是千里的马 马是 健康的符号 代表一个勇者 胜利者 代表人者 尸尾 代表万寿之王 牛蹄 一步一脚印 步步落实 无怨无悔 三合图与合图 如盖说 先有图像 而后有文字 文章 经典 古来图像 皆为记器术 明天道之用 合图 洛书 为图像之始 亦是亦卦之所本 后演义出太极 两仪 四象 八卦经图 四合图名称的确立 上书 故并篇 天求 何图在东序 论语 子曰 奉鸟不至 何不出图 无以以乎 细语 细词传第二章第二节 事故天生神物 圣人则知 天地 变化 圣人孝知 天垂相 见及胸 圣人相知 何出图 出书 圣人则知 细词传第六章第一节 写约天一的二天三第四天五的 六天七的入天九的十天数五的数五五未相的 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的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毁神也 五合图的理 气 数 像 理 是不可见于行 而可由思想去云了体会之 气 不可见 而可由身体感受 或借外物而见之 数 可见其行 亦可由其数之顺序 明其周流 像 可见其行之显 三 结论 济公国佛约 将来的成就 不在道场的大小 也不在佛堂庙里的 多寡 更不在信众人属的比较 而看修道人是否真 修识练 不守愿界 无贪无妄 不争不辩 心性缘 荣的功夫 去完成自己的实力 道德之行曾尽安 半壁江山 亦坚担的老前人 聪明 睿智族已有灵 斋庄 忠正族已有敬 宽裕温柔族已有容文 礼蜜茶族已有别 发强刚毅族已有职聪明 甚至达天德者也 道德经 观妖章第1 一 观妖章 是道德经的开宗名义 是总刚领 总言道之体 用即入道功夫 又以宇宙之本体论 无形相 无升级 无臭味之 无 做总书 表露大道之真功用 因其是道德定义的真血眼 故又叫定义章 二 道之阐述 一 道可道 非常道 亦可以言说之道 乃非珍藏不义之道 二 道本无形 至虚至灵 无疾之真 万物之宗主 其体感 独立而不改 其用则周行而不待 有生成造化之机 有 运转乾坤之能 三 在天位之天理 在地位之地理 在人位之性里 在物位之物里 万事万物莫不具足此理 此理 天得之以清 得得之以明 神的 知以灵 万物得之以身 人得之以成圣 四 四成如中庸 与率性之味道 律是性 行是道 道本人 人所不有 性乃人人所当律 五 律人之性 则行人之道 律义之性 则行义之道 律理之性 律智之性 则行智之道 律智之性 则行智之道 六人亦理智 非由外溯我也 我故有之也 七道本自有 德由自发 智德不自知其德 是未真得 智道不自知 其道是未真道 八度曰 道不可道 是未真道 可道之道 而非真道 九道本无行 却成全一切行 十道本无相 却成全一切相 十一道生天 日月星辰已玄 十二道生地 山川万物并载 十三天地有圆会 运势之身降 亦有年月日时循环而变更 者 是宇宙的 变 人生世间 生老病死轮转不停 者 是人生的 变 因此 可道之道 不是真常之道 于 此意行明显 故曰 非常道 二 明可明 非常明 一可明之明 乃非真常永久不坏之明 二真明本无明 强明已显之 今次不可明之明 此不可明之明 在先天知先 多封为先 Happy先 在后天 рав 宇宙 何也不畏后 3 人生在万物之中 有而不知其有 三天有成就万物之德能 而不显其名 是以成情为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义万 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者愿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庄子之北由天 修道律真于如是珍藏知名的生命境界 虚是不着不住声色成员 行不言之教 做无畏之事 行上德不得之大德 虽是牺牲奉献你 皆亦不着于明 不着于乡 不应环境而左右 不使顺利扰心 即终究成就不可明之真名 佛陀曾此事 菩萨行无助相互 施其福得不可思量 亦即成就珍藏之名 四可明之名 本非珍藏之名 本非珍藏之名 者于行相互未有 明 明 森罗万象之日月星辰 山河大地 皆属 有明 君不能逃脱 惩住坏空 知定律 修道果实 直至于明相 终盖 深住一面 世界的轮转中 尘如佛陀语 为成 非为成 世界 非世界 为成 体性 本空 故意非为成 世界 体性 一空 故意非 世界 如是可明之名的为成 世界都不能长存 旷渝 人 呼 有明 即忘 故曰 非常明 五老字 于此两句经文之中 静漏大道 知识 真道本事不可道 真 明本事不可明 凡可道可明者 皆非真道 真得以 六修道者 虚体明不可道 知道本事真道 不可明之明 本事真明 依此 道德之行 本事不可虚于理的 如果可离 道本非道 得本 非德 不知 不行 岂能成道 是不真道 要真知 真得要真行 真知之道 是为不可道 知道 真行之德 是为不可明之明 老千人 老千人给我们 从此自须 不可明之明 盲然而不知 入手之处 因此在本句 中将不可道之道 不可明之明的效果 造化功用之机 明 却的指示出来 不替 不替 本事生天生地之 其实 这天地 都是由此无明而生也 四无明在礼天会之 无极 一约 无极礼天 无极一 动而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八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摇 摇摇有神 此神负于天 明曰天理 负于地 明曰地理 负于人 则曰信礼 无此理 统四端间万善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各 由其道而有偿 此理负于万物 万物各得其生长而有序 所以天地 必由此生 万物由此臣 圣人由此做 修行 知人须是了解此理 动兮此意 以立定真实道基 四 有明万物之母 一道体本是无明无形的 无明无相全成有相有明知天地 若非 有有明是不能显无明的 所以有无明知史 而生有明万物之母 二 所以天地人三 才由世而生 世间万物由此而成 所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如是天地 万物皆由有明万物之母 而生成 三本两句经文是全名上两句 道不可道 明不可明 知实义 四不可道 不可明之道 虽然无明 乃是天地之奇史 五可道 可明之名 虽然有明 却是万物之生物 六 如是 无明 有明 知道 本是生天欲的的总书 六 无人发心修道 已须善识总书 效法天地而行道 如是 使能成就天地化育之大德 三 德之阐述 一天德之大德约生 生发一切万有 人之大德约人 行道陪德 二 德友上德 下德 行上德是 不自显其德 不显其德乃味 真德 行下德者 不失德 自知其德 是以无德 下德者者 行着香 直至行多少财师 度多少人 开若干荒 行多 少善 既功既果 甚至把施舍 出来的财师 还望练本家 立规诸于己 无情无名 二老子曰 大道无情 生玉天地 大道无情 玉情日月 大道无名 常两万物 虽无情 无情 无名 却能生 玉天地 化身万物 能转心无斗 莫运四时 凡天地之 生生者 皆为道所生 三物曰 无名天地之时 有名万物之母 四天地之时 为道之全体 万物之母 为道之达用 有体有用 与 咒利语 五 我们若能以人人 俱足 有而不知有的 无来主宰思想行 为 居中应外 同理四端 依此妙有 用于度世化名 这就是江天 得之得 以于人生之义 道学用于词汇 九 理以为 二义 指献当二世之秘义 真宗说 证定与灭度 之二义也 前卫献意 以信之一念 入证定据之位 受献生 十种之义 后者为当义 命中后亡 生净土 开灭度之证者 二时 朝夕二时也 吉家罗时 克作一时 与三昧耶时 亦作假时 二忍 以众生忍民安 受苦忍 忍者忍耐也 二无生 法忍又名观察法忍 忍者安忍也 二续 诸金之首 有通续与别之分 二学 佛说有二种学业 即读诵与禅思 二摄 即自摄 与他摄 略论约 一切万法皆有自立 与他立 自摄他摄 二种心相 心内相 与心外相 心内相 是指心的本性 亲近平等 心外相 是指心 随诸缘 而生种种的对境 二种自在 观尽自在 与作用自在 观尽自在 是菩萨 以正制造了 真如之境 于一切法 圆通无碍 作用自在 是菩萨 尽以正制造了 真如之境 则能从体 启用 现身说法 化诸众生 圆通无碍 二种世间 有情世间 与气世间 有情世间 就是众生 气世间 就是国土 二种因果 从四圣地中 分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其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其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